昭州第十五集,书接上文,此时第一次见到亲戚的小道士,格外激动。 李玄通自小性格腼腆,一直到十几岁都基本上没有怎么接触过外人,甚至没有什么朋友。 当时刚进长安的林昭,因为火药的事情,主动上山去找他们师徒俩,刻意结交李玄通,两个人这才成了朋友。 除了林昭之外,李玄通便没有什么朋友了。 他自小无亲无故,性格纯良倒会因为从未谋面的父母垂泪刻碑,此时听到有亲戚来找自己。 自然是激动的,毕竟他从来没有过什么亲戚。 小道士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了一身最干净的道袍,又整理了一番头发,这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如果不是房间里没有镜子,他估计还要再磨蹭一会儿。 等他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骑士道与丹阳大长公主,已经在院子里等候片刻的。 小道士扭扭捏捏地走到两个人面前,又有些惶恐不安地看了看一旁的林昭。 林昭亲身给他介绍,这位是丹阳大长公主,与道兄的祖父是亲兄妹, 是你的姑祖母。 旁边的这位祁大将决,是你的姑祖父。 如果纯案血统来算,李玄通与已经自意的太子李延同辈都是丹阳大长公主的孙子辈。 见到同龄的祁轩,还要称呼一声表叔。 这是因为那位废太子与同辈的丹阳大长公主,年纪相差许多。 小道士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他挠了挠头之后,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对着骑士道夫妇磕头。 给姑奶奶磕头了,见到她有些憨傻的模样,丹阳大长公主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上前把李玄通扶了起来,先是上下打量了李玄通一眼, 然后轻声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李。 小道士挠了挠头,开口道,师父给我取了的道号叫做玄通。 长公主轻声道,皇室子弟,近几代都是丹明。 你如果真是大兄的孙儿,本名应该是叫做李玄。 李玄通再次挠头,憨厚一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皇族的人, 只是林公子先前找到我跟师父。 他跟师父说,我爹是皇孙,我师父也承认了,所以,所以我就信了。 丹阳大长公主再次皱眉,扭头看向站在一边的林昭。 林某人面色平静,开口道,他的师父是当年的东宫护卫, 本性秦只是四十年过去了,还不知道查不查得到当年的案卷。 长公主低眉道,我会找人去查。 说吧,他再次抬头看向李玄通,又看了看亮灯的屋子,开口道, 孩子,我们进去说话可好。 好,小道士颇有些激动,连忙点头,都听您的。 长公主看向林昭,开口道,三郎,我与这个侄孙有些话要说。 林昭会议点头,微笑道,我书房还有些事情,便不在这里打扰你们谈家事了。 说到这里,林昭看向骑师道,开口道,师叔,这里便交给你了。 他的意思是,要让骑师道保证李玄通的安全。 齐大将军默默点头,放心。 林昭这才两只手拢在袖子里,转身走出了这个小院子。 丹阳大长公主迈着步子走进了这间小院子的正堂。 虽然是个小院子,但是毕竟是岳王府里的院子, 正堂并不寒酸。 长公主与骑师道各自落座,然后看向李玄通。 孩子,你也坐。 小到是这才点了点头,忙不迭地坐下。 长公主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就,看向李玄通,问道。 孩子,你与林三郎,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李玄通想了想,开口道,既不清了,不是前的八年,便是前的九年。 听到这句话,丹阳大长公主与自己的丈夫对视了一眼。 若有所思,这么说来,你们已经相识十余年了,差不多吧。 小到是以为自家亲戚是在询问自己的过往,这种有人关心的感觉,让他很是高兴。 于是笑呵呵地继续说道。 那时候,我跟师父在道观里没有生计,便做了一些炸得更想的竹子,在长安城里售卖。 林公子知道了之后,便到山上寻我,不仅给了一些钱财,还帮着修缮了道观。 一来二去,我便跟他认识了。 会爆炸的竹子,丹阳大长公主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旁的骑士道便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神色微变,看向李玄通,你说,会爆炸。 是啊。 小到是看向自己的孤祖父,点头道。 那个法子,是我师父炼丹的时候琢磨出来的,放到竹子里再点着,便会炸开。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林公子也知道这东西的做法。 后来林公子在青州,还让我过去帮他做了一些出来。 说到这里,李玄通常叹了一口气,开口道,这东西,着实不是什么好物实,林公子用它,听到这里,骑士道已经可以笃定,林昭的火药是从哪里来的了。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看向小道士,用尽量平稳的语气问道,孩子,你能告诉我,这东西是怎么做的吗? 小道士抬头看了看骑士道,然后摇了摇头。 不成,这东西,造了许多杀念。 我回到长安之后,师父也说他作孽,说这桩莫大因果,可能让他永生永世不能得到。 让我永远不要再告诉第二个人了。 说到这里,小道士顿了顿,继续说道,林公子是自己本来就知道,不然师父也不可能告诉他的。 而且,林公子也跟我说了,让我不要再告诉别人。 听到这里,骑士道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了。 他虽然不知道当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已经可以猜想到,活药这东西,应该是林昭当年从这对师徒手中炸来的。 他看向一旁的丹阳大长公主,然后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什么。 长公主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李玄通,然后微微点头,对着李玄通轻声道,孩子,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听到这句话,李玄通更高兴了,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统统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他喝了口水,看向长公主,问道,姑祖母,我家里还有什么亲戚长辈没有? 您告诉我,逢年过节,我也好去拜望拜望。 长公主沉默了片刻,微微摇头,没有什么亲戚了。 当年的废太子暴毙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她是大洲的太子,她的太子妃自然也来历不凡。 事实上,李玄通的祖母一族当年也是长安大族,只可惜,中宗皇帝登基之后就,废太子一戏都被她慢慢清扫干净了。 而她的父亲李中十来岁便开始逃亡,母亲也是逃亡之中认识的,更不可能有什么亲戚留下。 丹阳大长公主,犹豫了一会儿之后,看向李玄通,亲身问道,孩子,你想当皇帝吗? 不想,李玄通再次挠头,傻乎乎地说道,这个问题,林公子也问过我, 我已经跟她说了,我不想当皇帝。小道是看向自己的姑祖母,很认真地回答道,我不知道怎么当皇帝,也不想当皇帝。 丹阳大长公主闻言,扭头与其师道对视了一眼,然后看向李玄通,亲声道, 好孩子,姑祖母明白了,长公主与自己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侄孙,一直从有时聊到了害时。 害时初,其师道夫妇俩才从院子里离开,李玄通很热情地一路相送,准备把他们送到大门口。 送到门口之后,丹阳大长公主便回头,对着李玄通语气温柔地说道, 好了孩子,已经很晚了,快回去睡觉吧。 李玄通坚持要送他们出去,长公主便略微加重了语气, 你认我们是长辈,便乖乖听话。 李玄通这才点头,对着两个长辈做一行礼之后,扭头回去睡觉去了。 等他回去关上院门之后,一身黑衣的月王殿下,拢着袖子在夜色里驳步走来。 林某人面带微笑,轻声问道,二位,聊得可还好。 长公主看了看林昭,声音平静。 三郎,这孩子说,她是你相识十年的好友。 而你先前说,你是最近才找到的她。 这二者并不矛盾。 林昭轻声道,我先前认识她,只当她是长安城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道士, 并不知道她的身世来历,直到前些日子,我才知晓了她的身份。 长公主看了身后一言不发的丈夫一眼,然后重新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这孩子必须要真的是我们李家人才行。 林昭面露笑容,姨娘的意思是,只要她是李家人,便可以做皇帝。 长公主又沉默了,这种事情她不好做主,于是她下意识地又看了看骑士道。 骑大将军伸手拉着自家夫人的手,轻声道,这件事是天界的事情, 便由夫人来做主,你说什么为父都认。 好,长公主咬了咬牙,她看向林昭,开口道, 只要你们确认,这孩子是我们李家的人,她便可以做皇帝。 说到这里,长公主盯着林昭,说道, 只是三郎先前应下的事情,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她说的事情,是林昭答应离开长安的事情。 林三郎微微一笑,看向骑士道,这件事,师叔认同佛。 我说了,骑大将军缓缓说道, 夫人同意,便是我同意。 那好,林昭沉声道,这件事便这么定了, 咱们两家联手,把他扶上地位。 事后平如军与朔方军都离开长安,还正于朝。 说到这里,林昭伸出手掌,骑士道上前也伸出手掌。 两位节度使,在月色之下三次机长,定下了约定。 机长为事之后,林昭亲自把骑士道夫妇, 从月王府后门送了出去。 送走了这对夫妇之后,月亮已经爬上了中天, 林三郎漫步行走在自家王府里,不知不觉来到了后院。 他走到了李玄通的院子门口,扣响了院门。 道兄,安睡了佛。 很快,院门便被打开,一身礼仪的小道士把林昭迎了进去。 他脸上依旧带着笑意,今天高兴,怎么也睡不着觉,正想找你说话呢。 他有些兴奋地说道, 不曾想,我在长安还有亲戚,林昭看着兴奋不已的李玄通, 微微摇头,开口问道,道兄, 他们今天问你火药的事情了吗?李玄通点头,问了。 你说了没有? 小道士摇头,你不是事先交代过我吗? 不能再告诉其他人,我便没有说。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而且,他们虽然是我家亲戚, 但是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不好跟他们说的。 林昭点了点头,微笑道, 道兄,这个火药的方子,便是你之后保命的服务。 你只要不说,就能够安然无恙。 要是说了,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什么意思啊?李玄通挠了挠头, 开口道,有谁要害我? 现在当然没人害你。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道, 对了道兄,明天我的二舅便到长安来了。 他是外祖的次子,明天我带你见一见。 提起郑温,小道士脸上的笑意收敛, 点了点头。 当然是要见一见的,见不到郑公, 给他的儿子磕几个头, 我心里也能好受一些。 好,林三郎微笑道, 那道兄今日好生安睡, 明天我带你去见我舅父。 说吧,他与李玄通拱手告别。 李玄通也很客气, 一路把林昭送到了院门口, 才反身回屋安睡。 等他关上了院门, 已经走出十几步的岳王殿下, 回头看了这座小院子一眼, 又看了看头上的明月, 微微低眉。 此时,一个心性纯良的皇帝, 应该能给李州续上几十年的命。 这是李州皇室的最后一口气。 假如李州朝廷, 连这么个皇帝也容不下。 岳王殿下转头, 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那么, 也就到日月更新的时候了。 第二天一早, 林昭便带着郑通去见了李玄通。 见到郑通之后, 李玄通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地上给郑通磕头。 郑大老爷慌忙把李玄通扶了起来, 两个人谈起当年郑家家破人亡的事情, 都是泪流满面。 不过这一次, 郑通并没有提及 让李玄通当皇帝的事情, 因为朝廷那边的事情还没有搞定。 等林昭与七师道, 搞定了所有的阻碍, 寻臣来请小道士登基。 而李玄通死活不肯的时候, 才是郑通等郑家人出场的时候。 而且, 郑通已经给郑家人都写了信, 此时林昭的三舅郑瑶, 五舅郑茂, 都已经在赶往长安的路上了。 除了李玄通这边的事情之外, 到了下午, 林昭又亲自出城, 去了一趟城郊, 去纯阳关见老冠主。 只有这老头能证明李玄通的身份。 而在这个时候, 永兴方的丹阳长公主, 也没有闲着。 这位长公主, 开始四下与李家的宗室素老门走动。 毕竟到时候, 让李玄通认祖归宗, 还需要李家宗府的这些, 管事们来做才行。 就在林昭与七师道两位节度使忙活的时候, 朝堂上的文官们, 上到郑士堂, 下到京城的九品小官, 对于皇位空玄的事情, 出奇地保持静默。 偶有几个愣头青的年轻御史, 向郑士堂上书, 询问储君的事情, 奏书都被郑士堂扣了下来, 时辰大海。 而皇宫那边的皇后娘娘, 也为了储君的事情焦急不已,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临地位, 这位国母娘娘甚至亲自离开了后宫, 来到了丹阳长公主府, 给姑母磕头。 不过丹阳长公主拉着皇后哭了半天, 一句落地的话都没有说出来。 长安城的局势, 在文官集体滑水, 两位节度使的权力推动之下, 朝着另一个方向推动。 在这种暗流汹涌的关键时候, 除了林奇两家之外, 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在这一刻, 林某人的大手狠狠扯动僵绳, 让这辆行驶了二百多年的马车, 硬生生掉了一个方向。 岳王府里, 老冠主颇有些不自在地坐在林昭的书房之中, 他看向面前一身黑衣的年轻藩王, 微微叹了口气。 王爷倾老道来, 不知道所为何事。 林昭笑容何善。 当年那位皇孙的夫人, 拼死要保下玄通道兄的性命, 留下了一些能够证明玄通道兄身份的东西吧。 老冠主苦笑摇头, 当年, 己夫人求到正向, 目的只是为了让这孩子能够活下去, 能安安生生地当一个普通人就好。 哪里还会留下什么证明。 他低声道, 那个时候, 留下这种东西在身上, 除了招来杀身之祸外, 别无用途。 林昭低头想了想, 觉得这老头应该没说谎。 那位皇孙从十来岁开始被追杀, 应该不会把这类东西放在身上, 不然被关键城房搜出来, 他早也死了, 根本不可能活到二十岁生下李玄通。 岳王殿下看向老冠主, 默默地说道, 应该是藏在了什么地方? 是不是? 老冠主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他才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岳王爷, 这孩子性格纯良, 绝不是做皇帝的材料。 莫要害了他的性命啊, 林三郎面无表情, 开口道, 老冠主, 这件事情, 其大将军也已经硬下来了, 你应该打听过现在长安城的局势, 了解长安城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如今的长安, 只要林某与其大将军一起点头, 便是接上随便寻个人, 也能让他信礼, 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林昭说话半真半假, 他看着老冠主, 沉声道, 冠主现在配合我, 把这件事给办得圆满了, 将来就没有人可以再拿道兄的身份说事, 道兄也会变得安全一些。 老冠主神情复杂, 长叹了一口气之后, 他才开口道, 是有一些皇孙的物食留了下来, 但是那些东西都不在长安。 林昭默默起身, 看向老道士, 在哪里? 蓝田。 蓝田县是经兆府的辖县, 距离长安并不算太远。 林昭当即起身, 沉声道, 赵成, 一直在门外后面的赵成, 立刻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开口道, 王爷, 属下在? 你, 点上一个校尉营, 跟道长一起去一趟蓝田县, 陪道长取一些东西回来。 老冠主抬头看了看林昭, 声音沙哑, 王爷, 这些东西, 当年是寄存在一户人家家里,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 还有没有, 老夫也不敢保证。 林昭点了点头, 轻声宽慰道, 冠主放心, 有固然更好, 若是没有, 谁也不会怪罪你。 老道士点了点头,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临别之前, 老道想见一见玄通。 没问题, 林三郎微笑道, 道兄就在后院。 他顿了顿, 然后对老道士缓缓说道, 道长, 如今这个情况, 道兄登基四位, 是最好的结果, 也是各方势力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少说可以保证, 关中有十年乃至二十年太平, 功德无量。 林昭默默说道, 希望道长成全此事。 老道士看着林昭, 长叹了一口气。 岳王爷的意思, 老道知道了。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一些, 跟着默默走向李玄通所在的院子。 师徒俩在一起, 聊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之后, 老道士才离开, 与赵成一起离开长安, 前往蓝田。 老道士离开之后, 临昭也没有闲着, 他动身去了一趟皇城, 在皇城司公台里, 见到了大太监周震。 此时的周震, 正处在一种奇妙的处境之中。 按理说皇帝死了, 他这个大太监, 就应该像魏忠那样, 被安排去守皇陵, 然后司公台一带新人换救人, 再由新帝任命一个新的大太监, 来统领工人以及司公台。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大型皇帝死了, 但是新帝却迟迟没有选出来。 其中的政治斗争, 已经不是周震这个宦官可以插手的了。 但是周震心里, 却抱着一股侥幸心理。 因为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 很有可能是大型皇帝的嫡子, 那个年仅十岁的皇子李称登基。 如果新帝年幼, 那么司公台大太监的位置便不会更替, 他又可以做一招的大太监。 因此, 见到临昭之后, 这位大太监表现得很是小心翼翼。 他直接跪在临昭面前, 给临昭请安。 奴婢叩岳王爷, 临昭皱眉, 伸手把他扶了起来, 摇头道, 公公这是做什么? 你我也算是顾交了, 不必这样生反。 周震毕恭毕敬地低头道, 王爷说的是, 他低着头, 声音恭敬, 王爷有什么吩咐, 让人叫奴婢一声, 就是了。 如何能劳您亲自跑一趟, 临昭摇头。 不必客气, 我今天到这里来, 是有一件事情要办。 周震低头道, 王爷吩咐, 临昭低眉道, 征朔年间, 司公台奉圣命, 追杀过废太子的血脉, 是不是? 周震恶然抬头, 看着, 临昭, 然后再一次低头道, 回王爷, 奴婢是郑朔二年才入宫, 郑朔年前奴婢都是宫里的一个小太监, 根本不知道这些秘心。 临昭面无表情, 那司公台的思路隔离, 应该有这件事的存档吧? 周震摇头苦笑, 这就更不知道了。 王爷你也知道, 康贼当年打进长安, 司公台跟着大型皇帝一起搬到了成都府去, 因为太过仓促, 一时许多卷宗, 现在您突然要找郑朔年间的事, 奴婢还真不敢保证能不能找得到。 临昭在司公台的主位上坐了下来, 面无表情, 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那就先去找一找试试。 他看向周震, 开口道, 现在是未时, 我在这里等到晚上, 希望此时之前, 周公公能找到本王想找的东西。 周震战战兢兢地看了临昭一眼, 然后恭敬点头, 奴婢明白了。 奴婢这就带人去找郑朔年间的文书, 林昭眯了眯眼睛, 点头道, 很好, 周公公快去吧。 说吧, 他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抿了一口, 惬意地眯着眼睛, 本王就坐在这里, 等着周公公的好消息。 周震连忙低头, 对着林昭行礼之后, 带着司公台的所有人, 涌进的司路阁, 开始翻阅郑朔年间的所有案卷。 就连周震本人, 也亲自上场, 一卷一卷查阅。 到了晚上的时候, 这位大太监浑身已经像是过了水一般, 内衣几乎全失了。 他战战兢兢地捧着几卷文书, 来到了林昭面前, 跪了下来, 高捧文书。 王爷, 奴婢等几乎翻遍了司路阁的文书, 也只找到这些, 与废太子有关, 林昭默默起身, 伸手接过, 对着周震礼貌性地笑了笑。 辛苦周公公了。 说吧, 林某人背负双手, 扬长而去。 事实上, 现在的长安城里, 不止林某人在为新皇登基做准备, 骑士道夫妇这两天, 已经见了三四个宗府里的李家老人。 见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告诉他们, 主少国仪会出大问题。 意思是, 最好选一个已经成年的宗室出来即位。 问题是, 因为大型皇帝李循, 驾崩的时候年纪并不大, 他的诸多皇子之中, 也就只有太子李延成年了, 其他的皇子均未成人。 而那个可能性最高的皇子李称, 甚至才刚刚十岁。 因为丹阳长公主在皇室之中的地位极高, 再加上他的丈夫骑士道, 乃是现在长安城的两大军头之一。 因此, 这些宗府的老人, 都多少给了丹阳长公主一些脸面, 认同了这件事。 既然不能从大型皇帝的儿子之中选择继承人, 那么就只能从兄弟之中挑选人选了。 大型皇帝的兄弟, 也就是中宗皇帝的皇子们。 中宗皇帝的儿子不少, 一共有十一个, 当年除了太子李循之外, 呼声最高的是六皇子李继。 只可惜, 六皇子早崩, 而且他的亲娘就康东凭康东来造反, 导致他基本上失去了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至于中宗其他的儿子, 十一个儿子当中, 长到成年的一共有八个, 除却六皇子李继以及中宗皇帝本人之外, 其他六个人均已被大型皇帝李循 风翻到各地就翻去了。 而且这六个王爷当中, 还有一个死在了泛阳之乱当中, 只剩下了五个。 这些在外地的王爷们, 把他们找回长安, 就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更要命的是, 骑士道夫妇只是说主少国仪, 大型皇帝的皇子们不合适, 但是他们夫妇具体支持谁当皇帝, 导致宗府的这些管事的老人们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骑士道夫妇的意思, 很快通过宗府, 传到了某些长安高层的耳朵里, 最终通过一些途径, 传到了皇后娘娘耳中。 这位皇后娘娘姓臣, 乃是大型皇帝的结发妻子, 从太子妃一路做到了皇后, 正道不能再正。 假如现在的朝廷是正常的朝廷, 长安也没有被两个军头挟持。 此时, 这位臣皇后才应该长安说话声音最大的人, 因为大型皇帝没有留下一诏, 这位皇后娘娘甚至可以左右储君人选。 但是很可惜, 现在的长安城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 这位皇后娘娘说话的声音并不大。 甚至当她听到了关于丹阳长公主夫妇的一些风声之后, 开始变得慌乱起来。 如果按照丹阳长公主夫妇的意思, 也就意味着大型皇帝的儿子不可能再登上帝位。 要知道, 哪怕她的亲儿子李称没有办法即位, 只要李寻的任意一个儿子登基, 她都仍然是大洲的皇后, 但是如果是大型皇帝的兄弟即位, 即便遵她为皇后, 她也过不了几年好日子。 因此, 此时身居宫城的陈皇后, 在屡次邀请凌昭进宫无果之后, 终于坐不住了。 九月初一这天, 皇后娘娘借拜佛的理由出宫, 在草草的参拜了佛像之后, 凤年之中的皇后娘娘缓缓开口, 去崇仁坊。 几个抬轿的宫人虽然吃惊, 但是还是乖乖地按照陈皇后的意思, 把她抬到了崇仁坊。 凤年最终在岳王府门口停了下来。 几个皇后宫中的宫人很是懂事, 不等皇后娘娘开口, 便跑到了岳王府门口通报。 皇后也是半军, 皇后娘娘亲自到了, 即便是凌昭也不得不做做样子, 出来迎接。 很快, 一身黑色长服的岳王殿下, 便带着一众家将来到了自家门口。 她先是看了一眼眼前的凤年, 微微皱眉之后, 上前对着碾架拱手行礼, 陈平卢截度使凌昭见过千岁娘娘。 皇后娘娘掀开珠帘, 看了一眼虽然叙叙, 但是依旧容貌俊美的岳王殿下, 目光微微闪动。 她看了看凌昭, 轻声道, 岳王殿下的架子还真是大, 本宫数次邀请, 连岳王的回书也不曾见到。 林某人面色平静, 微微欠身, 身功无主, 臣不得不加以避讳, 况且娘娘召臣, 无非是要臣干涉储君之事。 岳王殿下脸不红气不喘, 淡淡地说道, 臣是外臣, 而且是节度使, 朝中诸世臣都不过问, 平时都是正式堂处理, 更遑论储君之事了。 林三郎对着凤年拱了拱手, 娘娘如果是为了储君之事而来, 恕臣无能为力。 臣皇后微微醋眉, 她看向林昭, 淡淡地说道, 本宫都到了岳王府门口了, 岳王爷不请本宫进去坐一坐。 听到她这句话, 林昭有些无奈地侧开身子, 沉声道, 娘娘请进。 臣皇后瞥了一眼身边的宫人, 宫人立刻会议, 伸手把这位国母掺下了碾车。 下了碾车之后, 皇后娘娘便静止朝着岳王府走去。 这位皇后娘娘十四岁就当了太子妃, 此时也就三十六七岁而已, 因为生活条件优渥, 再加上金鱼保养, 此时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事实上, 这并不是林昭第一次见这位皇后。 早在她在东宫做詹事私职的时候, 便见过还是太子妃的陈皇后。 原先在长安围观那几年, 每年也能见到一两次皇后。 不过, 原先都是远远看一眼, 这一次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看见。 皇后娘娘走在前面, 林某人跟在身后, 走进了岳王府之后, 她回头瞥了一眼林昭, 淡淡地说道, 听说岳王妃不在京城, 但是岳王爷却有一位夫人在长安, 怎么没有见到人。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夫人有了身孕, 这个月就要临盆了, 不方便接驾, 娘娘休怪。 皇后娘娘又看了一眼林昭, 呕了一声之后, 便不再说话。 两个人一前一后, 很快到了岳王府的正堂, 皇后娘娘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坐在主位, 而是在主位旁边坐下。 林某人并没有客气, 跟在她身后坐了主位。 坐下之后, 陈皇后便不再拐弯抹角, 她看向林昭, 开口道, 岳王爷, 关于储君的事, 你是什么态度? 林昭摇头, 陈方才已经说了, 陈是外臣, 不干涉储君之事。 齐大将军也是外臣, 他便已经干涉了。 陈皇后看着林昭, 轻轻咬牙, 掌公主府的意思是, 要从大型皇帝的兄弟之中, 领选新君。 林昭摇头的平静, 淡淡地说道, 如果朝廷上下没有意见, 臣也没有意见。 陛下当了这么多年的天子, 如何能将皇位拱手让人? 陈皇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林昭。 岳王爷, 四皇子李称, 乃是陛下嫡子, 皇室征朔, 他看向林昭, 想要捕捉林昭每一个表情变化。 如果我而能四位, 愿意拜王爷为师, 到时候, 王爷便是大周的上驻国, 大周的帝师。 林昭面无表情, 却在心中暗自冷笑, 又是帝师。 当年林昭的那个从未磨灭的外祖, 便是朝廷的帝师。 整个征朔年间十余年, 中宗皇帝见到他, 闭口称老师。 不止如此, 他还是朝廷一百年不曾一见的中书令, 他的乡府, 直接就是一座亲王府, 换了个牌匾而已。 如此荣宠, 已然是仁臣之极, 然而辉煌了十余年的乡府, 几乎在一夜之间就防倒污塌, 家破人亡。 林三郎看向眼前的皇后娘娘, 露出了一个矜持的笑容, 多谢娘娘厚爱, 微臣才书学浅, 这些年都是以战功升迁, 早年读的书都已经忘了七七八八了, 实在不敢教授皇子。 陈皇后物资不死心, 他看向林昭, 轻轻咬牙, 岳王爷, 他刚说了三个字, 林某人便很客气地打断了这位皇后娘娘的话。 他面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娘娘, 时至今日, 您应该看清楚长安城里的情况, 如今您能够给臣的, 臣都可以自己去取。 您给不了臣的, 臣也可以自己拿。 话说到这个份上, 已经很不客气。 说白了, 这位皇后娘娘还是太过天真了。 当今天下, 真正能够跟林昭谈条件的, 能够给林昭好处的人不是没有, 但应该是歧视道, 丹阳长公主这些手中有权力有本钱的人, 绝对不会是这么个身居后宫, 毫无本钱可言的皇后。 以现在林昭的地位, 请她进来喝茶已经是给够了脸面, 再跟她装模作样地谈下去, 便是自讲身价了。 被林昭不留情面地打断, 臣皇后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她深呼吸了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 咬牙道, 岳王爷, 如今这长安城里, 您总是要支持一个皇子的。 林昭默默起身, 看向这个已经眼眶含泪的皇后娘娘, 淡淡地说道, 娘娘, 您是大型皇帝的原配皇后, 也是经历过泛阳之乱的, 应当知道, 现在朝廷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您来这里见我, 多半是知道了丹阳长公主府, 准备找一个成年宗室做大洲的新军, 觉得自己的儿子无缘地位, 想要让陈插手帮忙。 但是, 林昭看向已经脸色苍白的皇后娘娘, 淡淡地说道, 但是以大洲现在这个局面, 如果再来一个幼年的皇子, 那朝政将由谁来主持? 岳王爷毫不客气地说道, 是郑舌堂, 还是其大将军, 还是我? 问完这个问题, 林昭又看向陈皇后, 您自己, 陈皇后无言以答, 林昭沉声道, 陈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真让一个九岁的皇子登基, 我等都置之不理, 将朝政统统交助于娘娘之手, 不出十年, 二百多年大洲, 便会天登地裂。 陈皇后脸色更加苍白了, 林三郎叹了口气, 默默地说道, 娘娘, 如今长安的局势, 已非后宫可以掌控, 您还是回宫去, 静等时局变化吧。 见陈皇后坐着不动, 林昭低眉道, 实在不行, 您可以去永兴坊长公主府, 见一见长公主, 不管怎么说, 娘娘毕竟是长公主的直席, 陈皇后这才缓缓,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她脸色依旧不好看。 深深地看了林昭一眼之后, 便默默向外走去, 多谢岳王爷提点了。 不敢。 出于最基本的礼节, 林昭还是一路把这位皇后娘娘送到了大门口, 送到了她的脸架上。 等凤脸离开岳王府之后, 岳王爷才眯起了眼睛, 两手揣进了袖子里, 转身回府, 不知所谓。 她毫不客气地自言自语道, 这种时候, 连曹松都不敢出来说话, 一个毫无权柄的皇后, 也敢跑到我这里来, 与我谈条件。 皇后娘娘是上午来的岳王府, 到了下午的时候, 一路快马的赵成, 终于奔回了长安。 她怀里揣着一个棕色的包袱, 一路来到了林昭的书房门口, 不住地喘着粗气。 王爷, 东西带回来了。 书房里的林某人, 很快打开房门, 看了一眼赵成之后, 问道, 怎么不见贯主一起回来? 属下知道, 王爷急要这个东西。 赵成挠了挠头, 开口道, 老道长年纪大了, 没有办法骑快马, 属下就让人带他坐马车回长安, 自己带着东西, 快马奔回来了。 林昭点头, 伸手从赵成手里接过东西, 回到了自己的书房里。 拆开了包袱之后, 可以看到里面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 其中, 有四五封书信, 林昭没有一一拆开细看, 但是可以看到, 大多是那位皇孙的母亲 与当时东宫之间的通信, 有些信里还盖了东宫的硬信。 其中一封信上, 没有署名, 只写了一个极字, 林昭拆开看了看。 信上无头无尾, 只有撩撩几个字, 大意是让当时的皇孙李忠, 绝对不要再返回长安, 而是立刻逃走, 能逃多远逃多远。 这封信, 应该是废太子李患亲手所书, 没有落款, 但是加盖了太子的硬信。 林昭默默收好这封信, 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这封信, 应该是当时太子知道东宫要遭难了, 让人拼死, 送出长安的书信。 正因为这封信, 皇孙李忠才能够死里逃生, 并且流亡十余年之后, 最终皆是济世, 生下了李玄通。 除了几封书信之外, 还有一些零散的误事, 其中最有用的是两方硬信。 一方是皇孙李忠的私印, 另一方是当时李忠身上的官职, 寿州大都度印。 当时的李忠才十来岁, 当然不可能去寿州履职, 这个官职只是姚岭。 李家的皇子大多都会兼任一个大都度, 而皇孙也兼任大都度的, 多半是那种很是受宠的皇孙。 除了这两方硬之外, 剩下的就是一些零散误事了。 林昭帆找了一阵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这是一张纸, 一张皇孙李忠亲自书写的纸。 这张纸上, 写的内容很是关键。 无声于皇族, 然咒逢大便, 以至流亡十余年, 然得天眷, 金得益子, 也算给父亲留下了血脉香火。 这张纸上的内容, 应该是李玄通出身那天, 皇孙李忠写下的。 纸上写了一些他这些年的经历, 然后写上了李玄通的生辰八字, 最后盖了他自己的丝印, 林昭收好这张纸, 然后脸上露出笑容。 有这些东西, 便足够了。 他看向赵成, 开口道, 去找个盒子来, 好生收好这些东西。 赵成点头, 很快寻来一个檀木盒子, 将这些东西装好。 林昭让他抱着这个盒子, 跟在自己身后。 两个人一路来到了王府的后院, 来到了李玄通的院子门口。 林三郎上前, 敲响了院门。 道兄, 道兄, 李玄通开门, 看向林昭, 林公子, 什么是这么急? 林三郎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走, 我带你任祖归宗去。 任祖归宗, 李玄通愣了愣, 伸手抓了抓自己头上的道计。 去, 去哪里任祖归宗? 林昭笑着说道, 当然是去宗府了。 宗府管理宗藩之极, 你是宗室子弟, 任祖归宗, 自然要去宗室。 说着, 林昭指了指身后抱着木盒子的赵成, 开口道, 这是你父亲当年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足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了。 李玄通愣了愣, 然后看向赵成抱着的这个檀木盒子。 林昭不由分说, 拉着他的衣袖, 开口道, 咱们先上马车, 此时, 王府的马车已经背后, 林昭拉着小道士一起上了自己的马车, 然后在马车里打开木盒, 将其中的东西一一展示给他看。 因为李玄通没有接触过皇室, 也不清楚当年那段旧事, 林昭有时候还要跟他解释这些东西的来历, 以及前因后果。 大概看了一遍之后, 多愁善感的小道士, 不禁再一次泪流满面。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沉声道, 道兄, 你父亲在外流亡十余年才生下了你。 如今他生故, 但并不在踪迹之中, 按照道门的说法, 便是游魂野鬼。 只有你认祖归宗了, 他才能有一个归宿。 这个时代的人大多迷信, 这种鬼神之说有时候极为好用, 身为道士的李玄通当然也不例外。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他当即点头, 摸了摸眼角的泪水。 嗯, 都听林公子的。 林昭看着他的模样, 心里叹了口气。 诸夏子孙敬天法祖, 对于祖宗仙人, 有先天的尊敬。 小道士也不例外, 马车很快出了崇人坊, 然后来到了崇人坊对面的永兴坊, 最后在丹阳长公主府门口停了下来, 林昭还没有跳下马车, 赵承便先下去, 替林昭通报了。 当林昭与李玄通来到长公主府门口的时候, 长公主夫妇也到了府门口迎接。 长公主看到了林昭之后, 又看了看林昭身后抱着盒子的李玄通, 目光微变。 他轻声道, 三郎这样急着上门, 应该是事情有所进展了吧。 林昭微笑点头, 正要说话。 李玄通便上前要给长公主夫妇磕头, 侄孙寇见他刚跪了一半, 便被长公主一把扶起。 这位大洲最有地位的长公主, 对着李玄通温柔一笑, 都是自家人, 不必这样客气。 几个人互相行礼之后, 便进入到了长公主府的客厅。 客厅里, 众人分坐次坐下, 林昭坐下之后, 低头喝了口茶, 然后指着李玄通抱过来的木盒子, 淡淡地说道, 姨娘, 这是当年您那个折儿李中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您可以先看一看。 李中虽然是长公主的折儿, 但是与长公主年纪其实相差不大。 在年关聚会的时候, 长公主还曾经见过李中, 听到了林昭的话之后, 她微微点头, 从李玄通手里接过这个盒子, 打开之后, 从里面翻出东西, 一件一件查看。 一共十余件东西, 她一件一件看完之后, 终于缓缓点头, 开口道, 不错, 这应当, 应当是她留下来的东西。 说完这句话, 长公主拿起那封废太子亲笔写的信, 再次看了一遍之后, 长叹了一口气, 这是大兄的笔记。 废太子也是她的亲生兄长, 只是兄妹二人年纪相差太大, 几乎是差了一代人, 因此, 她与废太子交集并不是很深, 只有逢年过节皇族聚会的时候, 那个看起来不温不火的大哥, 会把她抱起来亲两口, 有时候还会放在自己肩头。 她是林皇帝最小的一个女儿, 从小到大都极为受宠。 不止中宗皇帝宠她, 废太子生前也很宠她。 说完这句话之后, 长公主看向李玄通, 微微叹了口气。 同样性里, 这孩子从小到大, 却是受尽了苦楚。 假如当年, 五哥没有公辩, 此时这个一身道袍的年轻人, 即便不是皇子亲王, 最少也应该是某一个王府的世子了。 当然了, 如果不是五哥用了几十年忠心大舟, 大舟现在可能亡都亡了, 长公主心情复杂, 走到李玄通面前, 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开口道, 孩子, 这么些年苦了你了。 小到是从未感受过清清的温暖, 听到这句话之后, 不由眼眶微红, 低头道, 姑奶奶, 我这些年挺好的, 不苦。 长公主再次叹息, 扭头看向正在喝茶的林昭, 开口道, 三郎, 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当然是让道兄认祖归宗了。 林昭放下茶盏, 缓缓说道, 先让道兄在宗府认祖归宗, 恢复宗室身份。 长公主看向这个木盒子, 低眉道, 可是这个盒子里的东西, 大多见不得光。 这个盒子里的东西, 几乎每一样都是中宗皇帝残杀兄弟, 迫害侄儿的证据, 当然见不得光。 要知道, 朝廷明面上的说法, 废太子当年是暴毙而亡的。 至于废太子的儿女们, 也都一个个先后因病去世, 见不得光, 那就不见光。 林昭淡淡地说道, 姨娘你带着这些东西, 去宗府给道兄恢复身份就是, 这些东西, 我也没有准备让他们建筑于天下。 长公主听到这里, 才微微松了口气, 她与中宗皇帝乃是包兄妹。 中宗皇帝从小到大, 都极为宠爱她, 哪怕是当了皇帝之后, 也对她言听计从, 当年裴俭刺杀天子, 本是十恶不赦之罪, 长公主进宫撒娇一番, 便给裴俭求到了一条生路。 兄妹之情, 可见一斑。 到如今, 中宗皇帝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长公主实在不忍心给自己的兄长抹黑。 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看向凌昭, 开口道, 三郎, 我与你母同辈, 按理说你应该比玄通长一倍, 不可在兄弟相称了。 这就是皇家同辈之间的年纪差距导致的问题。 当年那位废太子, 只比郑温的年纪小了三四岁, 再加上皇室生子, 一般较早, 废太子的儿女与郑温的儿女, 其实是年纪相仿的。 而郑温, 又是中宗皇帝的老师, 长公主跟凌昭的母亲凌二娘交好, 导致凌昭只比长公主矮了一倍, 而李玄通则是长公主的侄孙。 凌昭愣了愣, 然后哑然失笑, 这个不碍事, 我与道兄相识十余年的各论各的就是。 说着, 凌昭看向一旁的李玄通, 轻声道, 道兄, 很快你就可以与你的父亲一起, 认祖归宗了。 李玄通点头, 我倒是无所谓, 只是父亲他老人家, 已经三十年无所依托了, 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长公主走到李玄通面前, 语气温柔, 孩子, 你随我来, 我交代你一些事情。 李玄通回头看向凌昭, 等凌昭点头之后, 他才起身, 跟着长公主一起走了。 两个人走远之后, 凌昭回头看向骑士道, 轻声道, 细算起来, 是四十年前中宗皇帝宫变, 以至今日因果纠缠, 当真奇妙。 骑士道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看向凌昭。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沉声说道, 这孩子是四十年前的宫变所致, 而三郎你, 则是三十年前老是蒙难所致。 当年的两庄世音, 如今都解除了事故。 他看向凌昭, 神色复杂地叹了口气, 只是不知道, 你们二人, 最终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既然先前与长公主谈好了, 只要证明李玄通的身份, 他便同意将李玄通捧上地位。 那么凌昭拿来这些东西之后, 接下来让李玄通认祖归宗的事情, 便用不着凌昭去管了。 毕竟担扬长公主才是李家人, 宗府里的那些老人多半是跟他同辈的族兄, 他说话要比凌昭说话好用得多。 凌昭把东西送到长公主府之后, 暂且把李玄通计放在了长公主府, 然后他便离开了永兴坊, 将其他的繁杂事情交给了骑士道夫府。 林某人离开之后, 常公主便让人把宗府的宗政 以及几个管事的宗室请到了府上。 宗人府的宗政, 姓李明错, 比常公主大个五六岁。 从前, 宗府的等级森严, 所有的皇室子弟都要听从宗府管束, 即便是皇帝的儿子, 听到宗府也要颤一颤。 但是长安经过一次泛洋之乱的冲击, 当时的皇帝李巡狼狈逃出长安, 并没有来得及带走很多人, 以至于朝廷上下所有的衙门编制, 到了西川之后都只剩下十之一二。 后来李巡回归长安城, 重新建立的朝廷也是七零八落, 被曹松和林检两个宰相东拼西凑, 才勉强恢复了朝廷的职能。 以至于向宗府这趟的衙门便大受冲击, 这个叫做李措的宗室并不是原来的宗政, 身上的爵位也就是个国公, 他做了宗政之后并没有做太多事情,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混日子。 被请到长公主府之后, 李措等人颇为客气地对着长公主低头行礼, 见过长公主, 兄长不必客气。 担扬长公主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今月请兄长来, 是有一件事情与兄长商量。 李措恭敬低头, 陪着一个笑脸, 长公主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就是。 如果是从前, 即便担扬长公主是皇帝的孢妹, 在宗府宗政面前, 地位还是略有不如的, 但是现在, 她的丈夫其师道, 是长安城的实际掌控者之一。 这位长公主在宗室之中的话语权, 已经被无限拔高。 长公主低眉道, 是这样, 大兄早年, 有一个儿子李忠流落在了民间, 李忠早逝, 但是给大兄留下了一个孙儿, 大兄, 说到这里, 长公主叹了口气, 开口道, 大兄他命徒多喘, 不仅早邀, 连香火也没有留下, 他这个孙儿, 近来被我寻到, 想请兄长替他认祖归宗, 也好继承大兄这一脉的香火, 让大兄不至于绝四。 李忠听到了大兄两个之后, 便立刻皱眉,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长公主, 然后低下了头, 殿下说的大兄, 是, 废太子。 丹阳长公主面无表情, 从来也没有废太子的说法。 当年大兄早邀, 后人称张明太子, 中宗皇帝追封大兄为贫王, 何曾有过废太子的说法? 李忠愣了愣, 摇头苦笑。 当年废太子突然暴毙, 虽然明面上的说法是暴病而亡,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 只要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心智肚明。 那时候, 李忠虽然才十几岁, 但是也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长公主, 然后低声道, 殿下, 这件事倒不是不可以办, 只是, 只是恐怕会让一些人心里不舒服, 没有谁会心里不舒服。 丹阳长公主看向李挫, 缓缓说道, 兄长, 这件事, 宗府尽快办好, 将来自然有你的好处, 如果兄长不愿意去办, 也会有其他人愿意办。 长公主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愿意当这个宗政, 自然会有别人愿意当。 李挫愣了愣之后, 立刻微微低头, 殿下放心, 我这就着手去办。 长公主这才点头, 对着李挫笑了笑, 这件事办好了, 好处无穷, 兄长将来, 自然就知道了。 李挫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 不明白长公主话里到底有什么意思。 他在长公主府待了大半个时辰之后, 才离开长公主府, 准备回宗府之中, 着手准备让李玄通认祖归宗的事宜, 刚走到宗府门口, 这位宗政猛地停下脚步, 愣在了原地。 一个想法, 如同晴空霹雳一样, 在他的脑子里炸开。 认祖归宗, 他看向皇城, 神色大变。 这个时候认祖归宗, 想到这里, 李挫浑身打了个冷战, 再不敢想下去, 急匆匆走进宗府里, 办事去了。 就在长公主这边积极办事的时候, 另一边的林某人, 也来到了长安城里的一处大宅门口。 这里, 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当初平如军刚进长安城的时候, 他便到这里来过一次。 这个宅子的主人姓曹, 名曹松。 林昭到访, 曹松的孙儿便把他迎了进去, 然后林昭就在曹家的后院, 见到了卧病在床的曹相公。 岳王殿下坐在床边, 看着床上脸色苍白的老宰相, 微微一笑。 老相公, 晚辈看你来了。 床上的曹老头眨了眨眼睛, 很费劲地扭头看向林昭, 然后剧烈地咳嗽了一声。 岳, 岳王爷来了呀。 林昭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好了, 老相公, 这里没有外人, 不必装无作样。 曹松这个人, 极其奸华。 当初长安即将破城, 他便装病避祸, 把朝廷的担子, 统统压在了林检身上, 现在东宫获罪之后, 他便顾忌重施, 再一次装病告假。 说白了, 就是不愿意承担篡逆的责任, 连从犯的罪名也不愿意承担。 病床上的曹相, 咳嗽了几声之后, 看向林昭,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道。 老夫年迈,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让岳, 岳王爷见笑了。 岳王殿下坐在老头床边, 看了一眼曹松, 开口道, 老相公, 现在有一个匡妇设计的大功, 摆在你的面前, 你要是不要。 立了这个大功, 不说功侯万代, 至少几十年内, 曹家都是长安城里的主角。 病床上的曹松, 费力地坐了起来, 他看向林昭, 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开口长叹了一口气。 如今岳王爷, 已经开始行费力之势了, 长安城里, 哪里还有什么匡妇之功?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大型皇帝自即位以来, 皇都陷落, 天下动荡, 曹松脸色骤变, 他看向林昭, 声音都开始颤抖了。 你, 你, 废地自立了。 林昭方才这句话, 分明是想要窜逆, 才会有的言论。 林昭哑然一笑, 摇头道, 我要是有这个念头, 在幽州便可以称帝了, 哪里要跑到长安来这么麻烦。 他面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我需要老相公, 扶另一个李家宗室四位。 曹松这老头, 滑不溜手, 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但是这个时候, 想要让李玄通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洲的储君, 乃至于成为大洲的新帝, 非要以曹松为首的文官势力, 下场不可。 不然, 即便林昭与其失道, 强行把李玄通捧上了地位, 将来也坐不安稳。 林某人坐在曹老头床边, 大致把事情跟他说了一遍, 然后淡淡地说道, 现在, 咱们那位未来的陛下, 应该已经在宗府准备认祖归宗了, 等他成为宗室, 便有了成为储君的资格。 曹松面色古怪, 老人家默默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看向林昭, 悠悠地说道, 王爷莫非忘了, 即便大型皇帝的儿子们都还小, 中宗皇帝也还有许多子嗣, 林选储君也应该从中宗皇帝的其他子孙之中林选, 如何, 如何能够选张明太子的孙子, 老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别人不说, 这件事奇大将军与长公主, 就第一个不答应, 长公主可是中宗的孢妹, 兄妹情深了, 他们夫妇已经答应了, 林昭笑道, 他们不应, 我如何能来见老相公, 现在, 就是长公主带着他在宗府认祖归宗, 曹松愣住了, 老人家的眼睛里, 满是诧异, 岳王爷你, 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很简单, 林昭淡淡地说道, 这件事做成了, 我会退出长安城, 还正于朝,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朔方君也会退出长安, 说到这里, 林某人看向曹松, 微笑道, 到时候, 朝廷还会是从前的朝廷, 那个正式堂说了算的朝廷, 老相公如果能辅佐新帝登基, 将来长安城里的事情, 还不都有老相公你说了算, 听到林昭这句话, 曹松终于异动了, 不过, 他还是有些狐疑, 老头看向林昭, 皱眉道, 可是岳王爷你, 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林三郎起身, 伸了个懒腰, 淡淡地说道, 康东平之后, 我授封岳王, 占据长安, 一年两年还好, 时间长了, 便会出问题, 到时候, 长安城里的各种矛盾, 都会愈发尖锐, 林昭眯了眯眼睛, 淡淡地说道, 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便只有大开杀戒, 然后篡位登基这一条路, 要是真走到了这条路上, 风光是风光了, 到最后, 多半也就是康东平的下场, 可是就这么离开长安城, 我又不太甘心, 林昭看向曹松, 微笑道, 与老相公说一句大逆不道的实话, 从永德元年开始, 我便看大型皇帝有些不顺眼了, 泛阳之乱后, 我便越来越看不惯这位大洲的圣人, 岳王殿下面无表情, 我想着, 我既然来到了长安, 总要做些什么事情之后再走, 废除中宗皇帝世袭, 便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曹松沉默许久, 两久之后, 这老头才看向林昭, 叹了口气, 岳王爷, 是因为正相, 一部分是, 林昭面色平静, 但是我没有见过外祖, 便谈不上有太多感情, 之所以这么做, 更多的是因为我的母亲, 我母亲, 是正相的小女儿, 也是形阳正式的嫡女, 她本来会有一个很好的人生, 本来可以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 因为当年那件事, 她流落岳洲, 过了大半辈子辛苦日子,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但因为这个, 我便要替母亲, 替外祖出一口恶气, 眼下, 这个房间里, 只有她与曹松两个人, 因此也不用避讳什么, 想说, 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反正不管她说什么, 也没有人可以让她活醉了, 曹老头默默从床上起身, 自己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老头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看向林昭, 既然岳王爷心中有怨对之心, 何不痛快一些, 干脆杀进长安城里的宗室, 自己坐上那个位置去, 林昭微微摇头, 那样做了, 便与李家人没什么分别了, 到时候, 天下纷争在起, 真正受苦的还是百姓, 不过, 林某人淡淡地说道, 大洲国运仍在, 但是也已经摇摇欲坠了, 我会在幽烟之地, 看着长安城, 什么时候李家气数尽了, 这天下我不娶, 也会有旁人来娶, 说到这里, 林昭微笑道, 我给李家选的这个皇帝, 便是大洲最后的气数了, 他在位长久一些, 李家便能多喘几口气, 听到林昭这个评价, 曹松目光闪动, 难得有人能让岳王爷这样评价, 不知道这个废太子的孙儿,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是个好人, 林昭微笑道, 到现在, 也只有他这个性格的人, 适合坐上地位, 李玄通是个老好人, 不争不强, 也没有太多欲望, 他坐上地位, 大洲还能够休养生息几年, 虽然很难让大洲恢复中宗朝的国力, 但至少能让朝廷与其他几个势力之间相安无事, 只有这样, 在志强甘弱的情况下, 大洲才能够继续续命下去, 再来一个能做的皇帝, 不出十年, 天下必然改朝换代, 好人老狐狸眯了眯眼睛, 笑着说道, 老夫倒是很好奇, 到底什么人能当得岳王爷如此评价, 明天吧, 林昭起身, 伸了个懒腰, 明天, 我带老相公去见一见这个老好人, 好, 曹松微笑道, 老夫卧病多日, 现在突然觉得身体好了一些, 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出去透透气, 自古拥立之功, 胜于灭国, 林昭看向曹松, 淡淡地说道,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老相公可要把握住才行, 王爷放心, 曹老头微笑道, 只要王爷与其大将军都点了头, 老夫愿意为二位大将军马前卒, 替二位育成此事, 这老头, 真是奸哗得没边了, 林昭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那林某便不多留了, 他伸了个懒腰, 对着曹松拱了拱手, 不打扰老相公养病, 我这就告辞了, 老夫送王爷, 老头一路把林昭送到了家门口, 等林昭要上马车的时候, 老头眼珠子转了转, 轻声道, 王爷, 老夫年纪也大了, 即便还能替朝廷做些事情, 恐怕也做不了几年, 以后若是朝廷稳固了, 是不是可以请袁达重新出世, 这就是投套报理了, 曹老头的意思是, 他如果能在朝掌权, 他的接班人, 就是还在越州赋贤的林检, 反正林检今年也才五十岁左右,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 还是黄金年纪, 林昭愣了愣, 然后摇头叹了口气, 这个不急, 将来再说吧, 他顿了顿之后, 默默地说道, 还是, 还是看七叔他老人家自己的意思, 长安城里, 现在差不多是三股势力, 最强大的, 自然是以林昭和七师道为代表的军头势力, 然而, 军头势力可以实际上掌控长安城, 却不好直接下场, 这样吃相难看不说, 做出来的事情, 也会让天下人不服, 因此, 就需要另外两股势力, 来替他们做事情, 分别是文官势力与勋贵势力, 现在, 丹阳长公主那边, 负责搞定勋贵势力, 而林昭这里, 则是负责搞定文官势力, 两边都做成的情况下, 李玄通登基, 便不再有什么阻碍了, 当然了, 这件事是, 一定会有人不高兴的, 不止不高兴, 甚至会极力反对, 这些人, 就是中宗皇帝的儿子们, 以及现在宫里大型皇帝的后妃们, 不过这些势力, 基本上在长安城里, 没有任何权柄, 他们老老实实地逆来顺受, 倒也罢了, 如果真有人站出来跳脚, 恐怕, 就要死一些人了, 要知道, 林昭与骑士道, 可是这儿八经, 手里有兵的军头, 在动辄数万人的军队面前, 人命还不如浮草之前, 长安城里的局势, 按照林昭的意愿, 正在一点一点推进, 李玄通顺理成章地认祖归宗, 而卧病在床多日的曹相, 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并且回到了正式堂里主持工作, 积极联系朝中的文官, 现在, 只等下一次大朝会, 新帝的人选, 便可以尘埃落定,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幕后推手的林昭, 已经不需要再亲自出面, 她连续好几天待在岳王府里, 不再出门, 因为, 崔子晴就要生产了, 这位清和崔氏的嫡女, 已经到了临产的日子, 长安城里出名的吻婆, 被林昭请了四五个过来, 全天候待在岳王府里, 随时准备给崔子晴接生, 不过一连两三天, 都没有什么动静, 正好外面也没有什么大事, 林昭所幸不再出门, 而是躲在自己家中, 陪着崔子晴, 就在林某人在家中陪老婆的时候, 一辆通体青色的马车, 停在了岳王府门口, 马车上下来了一个神色沧桑, 一瘸一拐的中年人, 他下了马车之后, 很快有人上前通报, 没过多久, 便有人把他请进了岳王府, 这个瘸子刚进岳王府前院, 一身黑衣的岳王爷便迎了出来, 岳王殿下满脸笑容, 对着瘸子拱手行礼, 宋王兄许久不见了, 从太子被废除之后, 这位宋王殿下, 便基本上不再抛头露面, 甚至大型皇帝交给他的正式堂, 他也懒得再打理, 按照同前卫的情报, 他整日在宋王府的书房里, 有时候一天见不到出来一次, 此时, 这位宋王殿下, 一身便服, 如同长安城里的普通人家, 他抬头看了一眼灵招, 微微低眉, 三郎好手段, 灵招侧身, 邀请他进了岳王府的正堂, 然后微微摇头, 师兄说话掐头去尾, 我听不明白, 李旭进了岳王府的正堂之后, 默默地坐了下来, 他看向灵招, 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缓缓说道, 看现在长安城里的局势, 三郎与姑父, 应该已经选好新地的人选了吧, 李旭平日里虽然不出门, 但是还是可以一定程度掌控司工台, 拿到司工台的情报, 因此对于长安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还是清楚的, 灵招微微低眉, 淡淡地说道, 不管谁来做这个皇帝, 终归还是姓李, 师兄你依旧是大洲的宋王, 两全其美, 岂不是好? 我很好奇, 李旭吐出一口浊气, 开口道, 三郎, 你是怎么说服丹阳姑母, 让他可以同意, 把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小子, 放到大洲的地位上去, 玄通道兄不是什么野小子, 灵招面色平静, 开口道, 他是正儿八经的李家人, 如果细算起来, 他是自中宗皇帝以下, 李家第三代的长孙, 李玄通的年纪, 比灵招还要年长几岁, 只比李旭小两三岁, 按辈分来算, 他的确是李家那一辈的长兄, 李旭面无表情, 张明太子的孙子, 是不是? 灵招看向李旭, 淡淡地说道, 张明太子, 是师兄的大伯伴, 这件事, 中宗皇帝一系的人, 可能会不同意, 但是师兄, 你并不算中宗皇帝一系的, 他登基与大型皇帝的儿子登基, 对师兄你来说, 没有太大的分别, 李旭的父亲, 也就是那位老宋王, 与中宗皇帝和废太子都是兄弟, 因此, 不管是中宗皇帝的孙子登基, 还是废太子的兄弟登基, 都不会影响到宋王一脉, 当然了, 这件事对于李旭本人来说, 肯定是有影响的, 毕竟, 毕竟他自小与李旭一起长大, 感情还是有的, 宋王殿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如果他的确是张明太子的孙子, 那么登基四位, 倒也不是不行, 只怕, 只怕是三郎你, 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野人, 硬生生按在了那个位置上, 灵招微微一笑, 新帝登基之后, 平卢君与朔方骏都会离开长安, 把长安还给朝廷, 还给李家, 李旭微笑道, 这个条件, 师兄可以接受罢, 李旭愣在原地, 半上说不出话来, 灵招继续说道, 如果师兄没有办法接受, 那也容易, 我现在便去一趟丹阳长公主府, 告诉齐师叔, 准备让大型皇帝的弟子李称四位, 宋王殿下目光死死地看着灵招, 久久没有说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站了起来, 声音沙哑, 不必了, 就按三郎原先的计划来, 这位宋王殿下目光深沉, 他低着嗓子, 开口道, 只要三郎你能够遵守约定, 不管谁反对这件事, 我来帮你处理掉, 对于李旭的这个反应, 灵招并不意外, 这位宋王殿下, 为了李家的皇权, 从小一起长大的兄长, 他都舍得杀了, 为了拿回皇权, 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而灵招离开长安, 就等于把皇权给还了回来, 灵招看到他这个表情, 摇头叹了口气, 走到李旭面前,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黄兄, 我把长安城还给你们家, 朝廷也不太可能 变回从前的朝廷了, 我知道, 李旭低眉道, 但不管怎么说, 能够不做傀儡, 李家就用, 还有一些希望在, 岳王殿下微笑道, 我这位道兄, 乃是心性纯良之人, 不擅长阴谋诡计, 他如果在长安被人害了, 恐怕, 恐怕天下又要大乱, 我会帮他, 李旭抬头看向灵招,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登基四位, 我便是心地狱下第一个忠臣, 谁想爱他, 先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如此最好, 林昭看向李旭, 微微一笑, 师兄, 希望咱们这辈子, 都能够相安无事, 宋王殿下犹豫了一下, 吐出了一口浊气, 只要有强弱之分, 便不可能永远相安无事, 是这个道理, 林昭微笑道, 不过按现在来看, 朝廷经过泛阳之乱, 起码要孱弱三十年, 李旭在岳王府里, 待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之后, 便起声告辞, 离开了岳王府之后, 他坐在自己的马车里, 一时间觉得有些迷茫, 不知道自己应当去什么地方,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缓缓开口, 去永兴坊, 马车缓缓驶动, 因为永兴坊距离重人坊很近, 他的马车很快停在了永兴坊的 丹阳长公主府门口, 李旭不管怎么说, 现在仍旧是大洲的宋王, 他刚下马车, 长公主府的人便把他迎了进去, 拜到了长公主面前, 这位一瘸一拐的瘸子王爷, 对着丹阳长公主恭敬磕头行礼, 指而见过姑母, 现在, 中宗皇帝那一代的兄弟姐妹, 包括李旭的父亲老宋王, 很多都已经化作成灰, 丹阳长公主已经是李旭为数不多的长辈之一, 因此, 他对自己的这个姑母, 是发自内心的尊敬, 丹阳长公主连忙站了起来, 伸手把李旭扶了起来, 摇头叹息, 你腿脚不方便, 平白无故, 跪下来做什么? 李旭站起来之后, 微笑道, 给姑母磕头, 天经地义, 丹阳长公主扶着他坐了下来, 上下打量了一遍这个大侄子, 然后开口问道, 八郎怎么突然到姑母这里来了? 一是来看看姑母, 二是, 李旭顿了顿, 开口道, 二是来看一看, 那个张明太子的孙儿, 你也知道了, 丹阳长公主心里有些愧疚, 她低着头, 叹了口气, 老八, 这件事, 姑母也是迫于无奈, 若不是为了朝廷, 姑母无论如何, 不会硬下这件事, 不, 李旭微微摇头, 开口笑道, 姑母, 如果林昭能够信守承诺, 离开长安城, 这件事对于咱们家来说, 便是天大的好事情, 莫说是张明太子的孙儿登基, 就是让姑母的儿子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也没有什么问题, 李旭难得露出笑容, 侄儿打心眼里, 支持这件事, 听到她这句话, 丹阳长公主脸色微变, 瞪了她一眼, 莫要胡说, 我家的都是外姓, 就是打个比方, 李旭笑了笑, 开口道, 当初我拼死挣扎, 所求的也不过是这个结果, 不管朝廷如何孱弱, 只要还在咱们李家人手里, 只要皇帝还姓李, 谁来做这个皇帝, 侄儿都是认的, 说到这里, 她低下了头案, 开口道, 姑母, 您要知道, 现在长安城里的情况, 她林某人想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也就是一念之间而已, 这个时候, 能有这个结果, 已经是李旭顿了顿, 开口道, 已经是极为难得, 老实说, 侄儿已经做好了林昭篡位的心理准备了, 长公主看向李旭, 轻声道, 这件事, 我与你姑父也讨论过, 你姑父说, 林昭没有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不是因为他是大洲的忠臣, 而是因为时机不成熟, 他现在坐上去, 将来也会像康东平那样, 被人赶出长安去, 宋王殿下轻声道, 但是这样一来, 到时候便是诸侯争霸的局面, 大洲的江山, 也就真的走到了尽头, 经过一次泛阳之乱, 李州朝廷的威信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的地步, 到现在, 很多偏远地方的衙门都已经不太听从朝廷约束, 如果林昭篡位, 再来一次泛阳之乱, 李州朝廷的威信将会彻底荡然无存, 到时候即便林某人做不成皇帝, 李家人也不可能继续当皇帝, 时逢乱世, 天子便是兵强马撞者为之了, 说到这里, 李旭看向丹阳长公主, 开口道, 姑母, 侄儿, 想见一见张怀太子的孙儿, 为了方便认祖归宗, 在这段时间里, 李玄通便一直住在长公主府里, 李旭特意跑一趟过来, 主要目的也是见一见这个未来的大周天子, 长公主点头, 她就住在后院, 我一会便带你去见她, 宋王殿下点头, 轻声问道, 姑母, 这个人, 秉性如何? 长公主思索了一会儿, 扭头看向李旭, 苦笑道, 纯良道不像是李家人的地步, 她这个性子, 不管是读书还是修行, 都有可能成为圣贤, 独独不适合做皇帝, 林昭妃把她捧到那个位置上去, 以后恐怕, 恐怕会害了她, 听到这里, 李旭来了兴致, 轻声道, 请姑母, 带我去见一见她, 长公主点头, 开口道, 你随我来就是, 她走了几步, 回头看向李旭的右腿, 轻声道, 要不要找个抬轿? 李旭摇头, 放心吧姑母, 我不碍事的, 就是走路慢一些就是了, 长公主点头, 便带着李旭来到了自家的后宅, 把她带到了一处小院子门口, 她就住在这里, 一瘸一拐的宋王殿下, 走到这处院子门口, 扭头看向长公主, 轻声道, 姑母, 只想单独与她说说话, 你说就是, 长公主轻声道, 我去给你准备一些饭食, 今天你就留在府上吃饭, 说到这里, 这位李家的长公主, 也叹了口气, 自你父亲走后, 我也好久没跟你一起吃过饭了, 李旭笑着点头, 都听姑母安排, 长公主微微摇头叹息, 转身去给李旭安排饭食去了, 宋王殿下站在这个院子门口, 犹豫了一番之后, 伸手敲响了院门, 很快, 一个一身道袍, 皮肤略微有些黑的道士, 打开了院门, 道士上下看了李旭几眼, 眨了眨眼睛, 这位兄台, 你找谁? 找你? 李旭对着李旭通笑了笑, 抬脚迈了进去, 李旭通看他走了两步, 便发觉他腿脚有些不太方便, 于是立刻上前, 走到他右手边, 搀扶住了他的胳膊, 他一边扶着李旭, 一边问道, 兄台找我做什么? 来寻亲的, 李旭认真打量着李旭通, 声音平静, 我与你乃是同族, 听闻你认祖归宗了, 便过来看一看你, 这样啊, 李旭通扶着李旭, 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 然后伸手挠了挠头, 那怎么称呼你? 宋王殿下看着有些呆头带脑的李旭通, 微笑道, 我父亲与你祖父是亲兄弟, 我父亲杭六, 你祖父是我大伯, 李旭通更加迷糊了, 他毕竟在道观长大, 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亲戚, 一时半会之间, 理不清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那,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唐叔, 宋王殿下轻声道, 你要称呼我一声唐叔, 听到这个称呼, 小道是终于明白过来, 他整理了一番衣裳, 规规矩矩地对着李旭拱手行礼, 哲儿见过唐叔, 李旭面带笑容, 不必这样客气, 他让李旭通在自己对面坐下, 等后者坐下来之后, 李旭才轻声问道, 你现在, 已经重归李家门庭, 将来准备做些什么? 不准备做什么呀? 李旭通挠了挠头, 哲儿认祖归宗之后, 给父母亲立了神位, 然后准备去一趟行阳, 在恩人郑老先生坟前磕几个头, 给老先生磕头之后, 我就要回淳阳关, 去照顾师父了, 他老人家年纪越来越大了, 身边需要有人照看, 说到这里, 李旭通叹了口气, 只是那天认祖归宗之后, 姑奶奶便不让我走了, 我正准备去找姑奶奶, 让她放我去行阳呢, 涌得八年年末, 大型皇帝暴毙整整一个多月以后, 朝廷终于在宰相曹松的主持下, 开启了大朝会, 此时, 那位大洲开国以来, 第一个被刺杀身亡的天子, 已经下葬地灵, 他的地灵被称为魏灵, 至于这位皇帝的嗜好, 礼部的官员们拟了几个出来, 就等着大朝会拍板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大洲几乎所有的皇帝, 死后都有妙号与嗜好, 哪怕是那位荒唐无道的灵皇帝, 都有妙号, 但是对于这位丢了长安城, 导致大洲国运急转直下的皇帝, 朝廷上下的官员, 已经默认不给他上妙号了, 这是大洲开国以来, 第一个没有妙号的皇帝, 这一次大朝会, 场面不小, 除了郑氏堂的几位宰相主持局面之外, 岳王林昭与庆王岐师道, 统统道场, 只不过两位截度使道场之后, 便站在一旁闭目养神, 不曾参与进文官们的激烈讨论之中, 一众礼部官员, 与郑氏堂的几个老夫子们, 争吵了半场, 最终才给已经下葬许久的皇帝李循, 定下了嗜好, 这位在位近十年的皇帝, 是约平, 不刚至极约平, 课定霍乱约平, 做得太过分, 撬辫子之后, 臣子们都会捏着鼻子给一个美式, 毕竟皇帝的后代还会是皇帝, 多少要给一些面子, 因此对于皇帝来说, 平时其实就是恶事了, 之所以李循会有这个待遇, 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些年, 确实没干什么人事, 再加上国运在他手中摔颓, 他生前没有人敢说什么, 死了之后难免要说他两句,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 如今, 丹阳长公主那边, 已经给出了主少国仪的说法, 也就是说, 儿子们很难继续做皇帝了, 没有后代子孙给他撑腰, 这些大臣们当然要拿捏一下, 确定了平皇帝的这个嗜好之后,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宫里的厨子们给备好了饭食, 诸位大臣们便在宫里用饭, 到了午后, 大朝会便继续进行下去, 主持大朝会的曹松, 先是看了一眼灵昭, 又看了看在一旁默不作声的骑士道, 然后他看向殿中的朱臣, 缓缓开口, 诸位, 曹老头咳嗽了一声, 声音低沉, 自康贼作乱以来, 国家不宁, 虽然几位节度使奋力堪乱平叛, 但是四一环四, 都有大洲虎视眈眈, 康贼投奔吐蕃, 吐蕃赞谱, 至今不肯教人, 也未曾给大洲任何说法, 曹松说到这里, 沉默了片刻, 继续开口道, 如今这个局面, 朝廷需要一个主心骨, 若则幼主, 恐有主少国仪之患, 曹相看向两位节度使, 声音低沉, 这件事, 因此老夫提议, 从成年宗室之中责取新军, 此时, 一些消息灵通的官员, 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那就是, 新帝不再从诸位皇子之中选择, 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那么消息灵通, 曹松这番话一说出口, 还是有不少官员为之哗然, 另一位宰相皇生, 也默默站了出来, 环氏殿中官员, 开口道, 主公, 曹相所言, 句句切和请礼, 如今的大洲, 需要一个有为之君, 才能一扫颓势, 若, 若则幼主, 恐泛阳之乱再现, 其他几位宰相纷纷发言, 算是给这场大潮会定了调, 随着几位宰相一一发言, 基本上就确定了, 先帝李循的儿子们, 已经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当然了, 这个结果,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 在场的官员之中, 立刻就有人跳出来反对, 有的人气得脸红脖子粗, 直接站出来指着曹松, 骂他是祸国的逆贼, 这些官员, 多多少少与先帝, 或者先帝的后宫妃嫔们, 有一些关系, 有些干脆就是先帝的小舅子, 事关切身利益, 这些人当然要站出来跳脚了, 不过, 这些人毕竟在朝堂上只是极少数, 他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曹松等宰相的建议, 很快就被定了下来, 然后大潮会进入下一个议程, 那就是, 推举新帝人选, 现在, 未成年的皇子, 已经失去了继承地位的资格, 那么剩下来的, 便那些已经成年的宗室, 这些宗室里最热门的人选, 主要是中宗皇帝的儿子们, 也就是先帝李勋的兄弟们, 中宗皇帝子四星旺, 有十几个儿子, 现在最小的儿子, 也就刚马二十岁, 只不过这些皇子们, 成年的没有太多, 而且经过泛阳之乱后, 仍旧活蹦乱跳的, 也就只剩下四五个了, 于是乎, 朝堂上的官员, 你一言我一语, 开始推举与自己亲近的皇子, 太极宫里, 一阵混闹之声, 这一阵哄闹, 持续了许久, 一直到几位宰相出声喝止之后, 朝堂上才安静了下来, 曹松上前一步, 沉声道, 诸位若有合适的人选, 便回去写一份奏书, 送到正式堂, 我等见到奏书之后, 再挑出来慢慢商议, 曹松这句话刚说完, 一个明显有些跛脚的中年人, 缓缓走到众人面前, 他看向曹松, 然后对着几位宰相拱手行礼, 曹相,皇相, 几位宰相纷纷低头还礼, 宋王殿下, 这位已经替大舟瘸了一条腿的宋王, 对着曹松笑了笑, 开口道, 曹相, 本王也有一个人选推荐, 曹松面色严肃, 开口道, 宋王也请说, 前些日子, 我里家有一个流落在外宗世子弟, 终于认祖归宗, 这个宗世子弟, 是张明太子唯一的一个孙儿, 张明太子去世之后, 被追封为亲王, 他的孙儿, 虽然没有办法承袭亲王爵位, 但即便代祥, 最起码也应该是国公, 说到这里, 李旭对着曹松笑了笑, 这位张明太子的孙儿, 生性纯良, 乃是难得的人均之选, 他既然是宗室, 按理说也有资格成绩地位, 本王推举张明太子之孙李玄通, 为我大舟新军, 李旭这番话一出, 太极公里绝大部分的官员, 都目瞪口呆, 即便是曹松, 也愣在了原地, 他是知道林昭的计划的, 但是在他看来, 这个计划即便要办, 也绝对不应该是由宋王李旭提出来, 因为这个宋王, 是最有理由反对这件事的人, 就在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 一直默默不语, 在角落里闭目养神的林某人, 两只手揣在袖子里, 缓缓上前, 他声音平静, 林某也支持张明太子之孙四位, 角落里的七大将军, 微微叹了口气, 迈不上前, 他看向曹松, 又看了看另外几个宰相, 声音沙哑, 奇谋, 也是这个意思, 这种原本绝对不可能通过的推举, 在两位节度使先后开口之后, 实际上就已经尘埃落定了, 整个长安城里, 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那位张明太子的孙子, 登上地位, 能够进入太极宫参与大朝会的, 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 而能够在大洲做到五品官, 除了极少一部分狗屎运之外, 基本上没有蠢物, 因此, 在两位节度使开口之后, 太极宫里, 便陷入了沉默当中, 林昭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他对着曹松笑了笑, 开口道, 曹相, 林某是武将, 朝堂上的其他事情, 我便不参与了, 都交给正式堂处理, 说吧, 这位岳王殿下, 两只手涌进袖子里, 迈步离开了太极宫, 奇事道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也跟在林昭身后, 离开了太极宫, 两位节度使, 一前一后行走在皇城里, 奇事道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林昭, 神色有些复杂, 老实说, 我已经有些看不懂, 三郎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了, 林昭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奇事道, 微微一笑, 是说, 你把我想得太坏了, 我也是自小在大洲长大的周人, 与康东平那种异族可不一样, 说到这里, 林昭淡淡地说道, 如果中宗皇帝能够长命百岁, 大洲朝廷能够一直稳固下去, 我会老老实实地做我的炭花, 老老实实地在大洲做一个普通的文官, 如果可以, 等二三十年后, 或许我会像七叔那样成为正式堂的宰相, 但是很可惜, 林昭叹了口气, 可惜我没有生在国朝初年, 也没有见到当年的那种盛世, 如今这个二百年的大洲, 骨子里已然千疮百孔, 我不得不站出来, 做一些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道走到林昭面前, 问道, 在三郎看来, 何谓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 帮李家选一个皇帝, 现在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两个人一边漫步在皇城里, 一边说着闲话, 林昭看向其师道, 淡淡地问道, 在师叔看来, 先帝这个皇帝做得怎么样, 其师道沉默不语, 林昭就没有那么多忌讳, 他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要我说, 他这个皇帝做得一无是处, 简直可以用白痴两个字来形容, 中宗皇帝虽然做错了不少事情, 但是好歹也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先帝相比中宗皇帝不知道差了多少, 李家如果再来一个这样的皇帝, 不只是朝廷崩坏这么简单, 关中河南府以及天下诸州的百姓, 都要再经历一次泛阳之乱, 甚至比泛阳之乱还要更剧烈的动荡, 岳王殿下沉声道, 泛阳之乱过去才几年, 百姓们经不起再来一次了, 他看向其师道, 缓缓说道, 所以我给李家选了一个好皇帝, 李家如果能认这个皇帝, 那么朝廷好歹可以稳固个二三十年, 也能让百姓们休息一代人, 齐大将军看向林昭,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问道, 三郎你便不想做皇帝, 想过, 林昭很老实地点头, 不瞒师叔, 这件事我不止想过, 还想了很久, 我很认真的想了, 我如果当了皇帝, 会是个什么局面, 说到这里, 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朱雀门门口, 林昭看向其师道, 微笑道, 师叔, 咱们寻个地方坐坐, 其师道点头, 两位截度时很快离开了皇城, 在朱雀大街上找了个茶馆, 然后要了一间禁食, 坐下来之后, 林昭接过刚才的话头, 继续说道, 我认真推演过这种情况, 如果我硬是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且不说我有没有金氏安明的本事, 即便有, 大周二百年, 正统还在李家, 我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天下至少还要动乱个十几二十年, 说到这里, 林昭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其师道, 哑然道, 到时候, 师叔, 你也要与我拼命, 其师道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林昭的这句话, 月王殿下眯了眯眼睛, 淡淡地说道, 现在这个局面, 算是暂时的两拳之法了, 说到这里, 林昭微笑道, 我回到青州去, 好生经营我的幽烟, 先试一试, 自己有没有金氏安明的本事, 其师道放下手中的茶杯, 皱眉看向林昭, 假如有呢, 那就让幽烟百姓, 过上好日子, 林昭淡淡地说道, 如果我治下的百姓, 都能够安居乐业, 而朝廷治下的百姓, 却民不聊生, 到时候我不造反, 天下的子民, 也会慢慢涌入幽烟,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其师道, 微笑道, 师叔最好也这么做, 好生经营朔方, 千万不要一个心软, 把朔方交还给了朝廷, 岳王殿下声音沙哑, 我外祖阴见不远, 其师道低头饮茶, 三郎不是给朝廷选了一个好皇帝吗? 人都是会变的, 岳王爷低眉道, 现在的李玄通, 是个心思纯良的老好人, 但是谁也说不准, 他能够纯良多长时间, 说不定能够善事善终, 头换面成了另一番模样, 当年我外祖带着救民于水火的念头来到长安, 最终选择了中宗皇帝, 他既然做出了这趟的选择, 年轻时候的中宗皇帝, 是一个性格纯良的好人, 也说不定, 短短十年时间, 权力便将他弄得面无全非, 其大将军沉默许久, 最终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年轻时候的陛下, 他口中的陛下, 当然就是指, 已经逝去十年的中宗皇帝了, 只不过其师道说了半句, 林昭缓缓说道, 三郎的想法很是奇妙, 似乎与旁人全然不一样, 应该也跟袁达公全然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这个时代的正面思想, 要么是像林简那样, 想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报复, 要么是像骑士道这样, 想要靠武力维持朝廷稳定, 但是这两个思想都摆脱不了中军二字, 而林昭就不一样了, 他脑子里完全没有中军的概念, 在他看来, 首先是要让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 能够过得好, 说的简单一些, 就是安身立命, 在这个前提下, 林昭更看重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 他还是愿意尽自己的努力,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 说的再白一点, 让尽量多的人, 能够在这个世道安身立命, 大约是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这样, 听到骑士道这句话, 岳王殿下低头想了想, 然后微微一笑, 师叔, 我原先只是想让自己, 想让自己的家人们, 能够在这个世道活下去, 再后来, 就是想让他们活得好一些, 推挤吉人, 林昭低没到, 后来能力大了一些, 就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好好活着, 这天下说是姓李, 但是当真姓李妖, 林某人眯了眯眼睛, 太极宫里的君父, 是看不见他的子民的, 李家如果能够维持朝廷, 让老百姓可以勉强度日, 那么大周就能够延续下去, 即便是我想造反, 也会成为下一个康东来, 反之, 如果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我不造反, 也会有其他人来, 踏平这座长安来, 绝了李家的宗庙, 朝堂上事情进展到这里, 其实该做的事情, 林昭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 他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 只需要待在长安城, 静静地看着朝廷走流程就是了, 于是乎, 林某人便躲进了崇仁方的岳王府里, 闭门不出, 不再主动去见任何人, 大朝会之后的第三天, 岳王府里难得地热闹了一些, 因为怀孕许久的崔芷晴, 终于生产了, 几个吻婆, 前前后后的忙活, 在朝堂上面对地位轮替的大事, 也面不改色的林某人, 心里也难免有些慌张, 在王府的空地上, 来回走动, 就在林昭交集等候的时候, 清和崔氏, 崔芷晴的两位兄长, 终于登门, 这两个人, 是崔芷晴的亲哥哥, 只不过, 因为崔芷晴在岳王府不是正非, 他们俩碍于脸面, 到了长安之后, 不愿意住在岳王府, 林昭也有些恼火, 便没有用心给他们安排工作, 直接丢进了门下省, 做了教书郎, 这是个八九品的官职, 在长安基本上不入流, 两位崔芷的公子, 到了岳王府之后, 经过通报, 很快来到了林昭面前, 两兄弟对视了一眼, 上前对着林昭拱手行礼, 王爷, 林昭这会儿急得满头大汗, 听到两个人跟他打招呼之后, 他才看了, 这两个人一眼, 吐出一口浊气, 有些敷衍地拱了拱手, 二位兄长来了, 这两个崔家的人, 一个叫崔耀, 同辈之中行四, 另一个叫崔敏, 同辈之中行七, 大宗族之中, 男女分开排辈, 因此, 两个人都是崔芷芹的哥哥, 两个人连忙点头, 崔四郎崔耀, 看了看林昭之后, 小心翼翼地问道, 王爷, 六娘他, 就要生了, 稳婆在里面忙活, 林昭低眉道, 希望上天庇佑, 能顺利一些, 平日里, 这些崔家人, 是不认崔芷芹这个女儿的, 如果是以前, 他们当着林昭的面称呼崔芷芹六娘, 林昭多半要讥讽两句, 但是现在, 他心里着急, 便没有心情, 与这些崔家人较真了, 另一个崔老七崔敏, 看了看林昭, 低眉道, 王爷不必担心, 六娘他不会有事的, 林昭点了点头, 吐出一口气, 但愿如此, 说着, 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缓缓说道, 二位兄长坐, 不必客气, 两个人看了一眼仍旧站着的林昭, 对视了一眼之后, 死活不敢坐下来,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崔芷芹这一次的生产, 并不是十分顺利, 几个吻婆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多时辰, 从下午一直忙活到晚上, 一个满头大汗的吻婆, 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颤巍巍来到了林昭面前, 直接跪了下来,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他的脸上, 挤出了一个谄媚的笑容, 恭喜王爷喜获连, 林昭眉头并没有舒展, 他看向这个吻婆, 沉声道, 我家妇人无事吧, 无事无事, 吻婆连忙低头道, 夫人无恙, 就是出血比较多, 身子虚弱, 需要好生休养几个月才行, 林昭这才长松了口气, 辛苦诸位了, 回头各位去账房领钱, 每人一百贯, 吻婆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对着林昭连磕头, 一旁的崔家兄弟也走了上来, 对着林昭拱手道喜, 恭喜王爷, 母子平安, 林昭看了眼两兄弟,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开口道, 二位兄长先坐一坐, 我进去看看六娘, 再来与二位兄长说话, 这两个人突然到王府来,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们的妹妹要生孩子了, 做哥哥的要来看一看, 但是除了这件事之外, 多半也是为了工作问题, 毕竟自崔眼之后, 崔家在朝廷已经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高官了, 而林昭在朝廷里也需要自己的带领人, 毕竟他之后可能要回到青州去, 朝廷这里需要有几个跟他一条新的人才行, 崔家兄弟连忙点头, 王爷自去就是, 不必管我们, 林昭这才匆忙进了产房, 来到了崔芷晴床边, 此时产房里虽然已经收拾干净, 但是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崔芷晴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如指, 看不出血色, 他的身子毕竟还是有些虚, 生下这个孩儿让他大伤元气, 林昭很是心疼, 来到了床边, 伸手握住他的手, 轻声道, 六娘, 你还好吧, 崔芷晴缓缓摇头, 他看向林昭, 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夫君, 我不碍事的, 你, 把孩子抱过来, 给我看一看, 林昭这才回头, 看向了正在一旁强宝之中, 啼哭不止的婴孩, 方才他太过关心崔芷晴, 都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个孩子, 刚生下来的孩子, 皮肤有些皱巴巴的, 看起来不太好看, 林昭把孩子抱到了崔芷晴面前, 给他看了看, 然后轻笑道, 六娘, 是个男孩, 崔芷晴盯着这个孩子看了许久, 然后又看向林昭, 开口道, 夫君你, 想要个女孩吧, 没有这个说法, 林昭把孩子交给了一旁事先找好的奶娘, 对着崔芷晴微笑道, 咱们的孩子, 是男是女我都是喜欢的, 崔芷晴微微点头, 他有些疲惫地看了看林昭, 然后咬了咬嘴唇, 夫君, 你, 你要赢我一件事, 林昭坐在他床边, 开口道, 你说就是, 夫君能做到的, 一定给你办到, 崔芷晴拉着林昭, 用虚弱的声音说道, 夫君,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世子都只能是姐姐的儿子, 这孩子, 绝不能, 绝不能乱了法度, 听到他这句话, 林昭摇头苦笑, 孩子才刚出生, 哪里就能想得这么远, 要想的, 崔芷晴靠在林昭肩膀上, 声音虽然虚弱, 但是十分坚定, 如果这是个女儿, 妾身便什么都不说了, 但是这也是个儿子, 家门安定才是最重要的, 他看向林昭, 轻轻叹气, 夫君你现在, 与朝廷的关系, 闹成这个样子, 切身害怕, 将来朝廷会大肆封赏这个孩子, 听到他这句话, 林昭愣了愣, 随即摇头苦笑, 六娘你且安心休闲,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崔芷晴点头, 他这会儿本就体虚, 与林昭说了一会话之后就疲了, 林昭把他扶在床上休息, 等他睡着了之后, 林昭才走到奶娘那里, 看了一会儿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这个时候, 住在王府里的郑通, 也收到了消息, 郑大官人来到了林昭身边, 先是看了看, 然后掀开强宝看了一眼, 脸上就露出笑容, 又是一个儿子,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林昭, 呵呵一笑, 这是清和崔氏的外孙啊, 林昭得了个儿子, 这自然是一件喜事, 只不过, 因为先帝刚走没多久, 长安城还在举哀, 岳王府不好张灯结彩的庆祝, 只能在自家庆祝了一下, 这个岳王府的次子, 林昭给他取了个单名, 叫做林权, 生大儿子的时候, 林昭即将外放青州, 因此, 林昭的长子叫做林青, 如今这个次子落生的时候, 林某人已经大权在握, 因此给他取名一个权字, 当然了, 这个名字不只是权力的意思, 更多的是权衡, 按照现在的局势推算, 天下应该可以稳定一段不断的时间, 真正到群雄逐鹿, 矛盾集体爆发的时候, 应该是十年二十年, 乃至于三十年之后, 也就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 到了那个时候, 林昭的这两个儿子正当盛年, 可能会成为时代的主角, 林昭给他取这个名字, 也是想让他能够事事权衡利弊, 林昭取了发名, 崔芷晴也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个小名, 叫做丹武, 这个小名, 出自林昭当年在国子剑丘士上, 写下的那首闽龙诗, 那时候的崔芷晴, 还是个带字归中的小姑娘, 第一次见到了林昭之后, 只是因为长相对林昭产生了好感, 而真正让他生出轻木之心的, 则是林昭的诗材, 这么多年过去了, 林昭当年写的诗, 他仍然能够一一背出来, 因为不能大规模庆祝, 林昭只能在家里摆了个家宴, 没有请别人到场, 只请了平卢君的几个将军, 以及齐轩与周德两个室友到场, 在岳王府里吃了顿饭, 之所以周胖子只有一半, 是因为周德与林昭之间交好, 不少是因为利益关系, 不像林昭与齐轩之间这样纯粹, 林昭下属的几个平卢君将军, 包括裴俭在内, 都因为军务在身, 在老板面前不敢喝多, 喝到一半之后, 这几个人将军便起声告辞, 各自回军营去了, 只有两个太学舍友, 留了下来, 裴林昭陪到了最后,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皇帝骤然驾崩, 长安城里诸事繁忙, 身为金兆颖的齐轩, 忙得不可开交, 这位年仅三十岁的金兆颖, 病脚已经生出了一些白发, 看起来全然是中年人模样了, 林昭在长安城里, 真正的朋友只有一个半, 齐轩是一个, 周的是半个, 看到已经生出了不少白发的齐轩, 林三郎微微叹了口气, 伸手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开口道, 齐兄, 你好歹也是三府之一, 莫要把自己搞得这样狼狈, 许多事情, 能交给手下的人去做, 便交给手下人去做, 三府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旧称呼, 金兆颖, 左逢义, 右福峰, 三个京城附近的地方官, 被合称三府, 不过到了本朝, 另外两个官职, 已经成为金兆府附近的普通周郡, 地方长官便远不能与金兆颖相提并论了, 当年的太学三社友当中, 属齐轩酒量最好, 周得酒量最差, 此时周胖子已经倒地不起, 不省人事, 齐轩却只有五六分醉意, 他看向林昭, 微微摇头, 朝, 朝廷既然让我做这个差事, 那我便要把这个差事做好, 不能, 不能让父母蒙羞, 林昭这会儿, 也喝了个七八分醉, 他举起酒杯, 与齐轩碰了一下, 打了个酒阁, 齐师叔那个人, 太过古板, 林昭看向齐轩, 微微叹了口气, 将来, 他很有可能把寿方君交出来, 寿方君乃是齐家立身之本, 如果寿方君不存, 齐兄你, 做官未必就能够做得安稳, 做不安稳, 便不做官了, 齐辅君仿佛回到了十年前在太学求学时的模样, 他端起酒杯, 敬了林昭一杯, 咧嘴一笑, 当年我读书, 也不是想要经世记名, 而是想替百姓做点事情, 哪怕是个县令也好, 奈何, 我父母的身份在这里, 我没有办法像旁人那样, 做个寻常小官, 他仰头,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一眨眼, 你我终尽是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 齐辅君有些苦恼地摇了摇头, 十年来, 虽然我也做了官, 但是与少年时心中所想大不一样, 这个金赵尹, 现在我也是替父母在做,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微笑道, 哪一天齐兄真的不做官了, 可以去青州找我喝酒, 别的不敢说, 让你在青州当个县令, 一点问题也没有, 齐轩沉默了片刻, 抬头看向林昭, 三郎你, 要走了, 林昭点头, 洒脱一笑, 即便是现在, 坊间已经有人在说, 我是康东平了, 再不走, 只会突惹人厌, 齐轩缓缓摇头, 那些人嚼舌根的人, 狗屁不通, 他看向林昭, 狠狠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一直到今天, 三郎你, 都是大洲的功臣, 二百年来未有的大功臣, 功臣不功臣的, 我不是如何在乎, 林昭微笑道, 只要齐兄, 你还把我当朋友就行, 我怕我在长安赖着不走, 将来弄得僵了, 齐兄你, 也要与我反目成仇, 齐轩文言, 微微摇头, 无论如何, 咱们总是朋友的, 林昭微笑道, 哪一天, 我要是也从范阳起兵, 做了第二个康东平呢, 齐轩仰头喝了一杯酒, 笑道, 心里仍然把你当成 十年前太学里的林三郎, 好, 林昭畅快一笑, 端起酒壶, 给自己与齐轩倒满, 然后又给一旁周德的酒杯满上, 然后狠狠踢了一脚周胖子的屁股, 笑骂道, 死胖子, 莫要装死了, 起来喝酒, 周胖子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 端起酒杯, 十年前, 太学里三个摄友, 在月光之下, 再一次举杯, 只是此时明月, 已经与十年前的天上明月, 大不一样了, 林昭次子出生之后的第三天, 穿着一身便服的正式堂载斧曹松, 便找上了门, 这位曹相见到林昭之后, 先是对着林昭道了一声恭喜, 林昭把曹老头请到了自家正堂奉茶, 两个人坐下来之后, 林三郎看着这个老头, 微笑道, 老乡公有什么事情, 派人来召唤我一声就是, 干什么, 辛苦跑一趟, 曹松低头喝了口茶水, 然后默默看向林昭, 开口道, 岳王爷, 郑士堂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林昭立刻会议, 当即开口道, 既然准备好了, 那请新帝即位登基就是, 曹松摇头苦笑, 老夫已经去过长公主府, 也见过张明太子的孙儿了, 他似乎不愿意即位, 说到这里, 曹松看向林昭, 苦笑道, 王爷, 这件事是你一手推进的,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 他却不愿意即位, 恐怕不好收场罢, 郑士堂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即位宰相私下里, 也见了不知道多少门生顾虑, 如今造势已经造了七七八八, 新帝却不愿意就职, 的确不好收场, 岳王爷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缓缓点头, 这样吧, 等会我把他接回来, 亲自跟他谈, 很快, 林昭就派人, 把刚刚认祖归宗没有多久的李玄通, 接回了岳王府, 接回来之后, 林昭让人准备了一小桌韭菜, 亲自陪这位未来的天子喝酒, 这个时代的道士, 并不忌讳婚心, 也不忌久, 只不过李玄通从小到大生活条件都不太好, 没有怎么吃过太多肉, 此时坐在林昭对面, 他大口大口吃肉, 吃得很是开心, 林昭看向大口吃肉的李玄通, 微微低眉, 笑着说道, 道兄这段时间在长公主府住的可好, 挺不错的, 李玄通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姑奶奶对我很好, 每天亲自过问我吃什么, 唯一有些不好的就是, 他老人家不让我离开, 不然, 我这会儿应该早到新阳了, 说到这里, 李玄通顿了顿, 开口道, 对了, 这几天还有几个老头来找我, 说是让我去当皇帝, 我没有答应他们, 好在林公子你派人把我接了出来, 不然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了, 林昭低头喝了口热茶, 然后抬头看向李玄通, 默默地说道, 道兄, 你现在已经是皇室中人了, 岳王殿下缓缓开口, 我花费了很多精力, 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才把事情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如今只要道兄点头, 立刻就可以住进皇宫里去, 等朝廷再准备一段时间, 道兄便可以登基四位, 成为大周星的圣人, 李玄通文言并没有太过惊讶, 他虽然善良, 但是并不纯奔, 这段时间以来, 那么多人劝他做皇帝, 他当然也猜到了, 可能是出自于林昭, 李玄通咽下了嘴里的肥肉, 抬头看了看林昭, 林公子为什么想让我当皇帝, 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林昭看向李玄通,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眉道, 道兄可能不知道, 前两年泛阳节度使康东平造反, 三年时间里, 从泛阳到关中, 恐怕有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 无处存身, 数十万乃至于更多的百姓死于非命, 道兄怎么说, 也算是个出家人, 难道便忍心泛阳之乱复现? 听到这里, 李玄通忍不住大皱眉头, 这个, 与我做不做皇帝, 有什么干系? 如果是那位太子李延登基, 不出五年, 天下间就要再来一次泛阳之乱, 而如果右主四位, 朝廷可能会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林昭对着李玄通微微一笑, 道兄, 为了让你坐到这个位置上去, 我牺牲良多, 到了这个节骨眼了, 你可不能临阵脱头, 我远也没有想过这件事, 李玄通苦笑道, 我连到京都被不熟, 字也没有认权, 如何能做的皇帝, 宋王李旭会全力辅佐道兄, 林昭看向李玄通, 开口道, 道兄四位, 便是拯救万民于水火, 这种莫大功德比起在深山之中修行, 要高出千倍万倍, 李玄通还是听不明白林昭的话, 他挠了挠头, 开口道, 我还是不懂, 没道理旁人做皇帝, 就有人要造反, 我做皇帝便没有人造反了, 废除太子李延, 已经让我与宗室接仇, 林昭淡淡地说道, 李家宗室之中, 除开道兄之外, 任何一个人四位, 都要除我而后快, 不只是我, 只要长兵的节度使, 都会成为皇帝的眼中钉, 说到这里, 林昭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淡淡地说道, 到时候, 我会造反, 李玄通愣了愣, 这才明白了林昭的意思, 他挠了挠头, 可是, 我实在不懂, 不懂没有关系, 林昭微笑道, 朝廷上下, 有的是人叫你, 如果道兄实在不想管事, 也可以躲在宫里修道, 把朝廷里的事情, 丢给正式堂打理, 只要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就好, 林昭这么努力地推李玄通做皇帝, 除了因为与中宗皇帝的世仇之外, 还有一些自己的私心, 他现在, 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如今平卢君占优, 朝廷不敢多说什么, 但是将来就不一定了, 可是, 如果朝廷里的皇帝, 都是林某人一手推上去的, 到时候, 即便李玄通这个皇帝不表态, 朝廷里的其他人, 也很难有跟林昭做对的勇气, 两个人坐在一起推杯换战, 林昭很耐心地劝说李玄通, 尽快准备登机事宜, 而这个小道士, 虽然被林昭说服了一部分, 但是他, 还是不怎么愿意当皇帝, 一直扭扭捏捏的, 等到一桌子韭菜吃得差不多了, 林昭给一旁的赵成使了个眼色, 赵成跟了林昭这么多年, 立刻会议, 不动声色地退了下去, 替林昭搬救兵去了, 果然, 赵成离开之后没多久, 暂住在岳王府的郑通, 便被他请了过来, 见到郑通之后, 李玄通立刻就要上前行礼, 不曾想郑大官人做得更绝, 还不等靠近李玄通, 便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声泪俱下, 父亲公子, 念在邢阳正式上下数千口人性命的份上, 登基四位, 李玄通被郑通吓了一跳, 当即也跪了下来, 与郑通互相磕头, 最后, 还是林昭把两个人都给扶了起来, 郑大官人双目含泪, 对着李玄通拱手道, 李公子, 我父当年救下你之后, 便得罪了中宗皇帝, 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其后三十多年, 朝廷虽然恢复了我父的名誉, 但是乃是威慑与三郎的冰封, 三郎用不了多久, 便会离开长安, 到时候, 如果仍是中宗皇帝的子孙四位, 郑通双目通红, 垂类道, 刚葬进祖坟的父亲, 可能都要被朝廷翻旧账, 到时候刨坟绝尸,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说到这里, 郑通已经生泪俱下, 他对着李玄通垂类道, 我正是当年蒙难, 大半因为父亲的一念之人, 救下了公子, 郑通这番话, 李玄通沉默了, 他低头沉思许久, 然后扭头看向林昭, 开口问道, 林公子, 恩公说的是真的吗? 林三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淡淡地说道, 道兄, 当初外族乃是今天伟帝的大功臣, 被朝廷抄斩之后, 此后三十年, 朝廷没有提过直言片语, 关于他老人家的事情, 如今, 朝廷迫于我的脸面, 翻了当年的旧案, 但是一旦我离开长安, 中宗皇帝的儿孙们, 一定会想方设法的, 将林家重新打入万劫不灭之境, 这其中厉害, 道兄应该可以想得明白, 这个时候, 一旁的郑通默默捶泪, 咬牙道, 公子, 行阳正是数千族人的性命, 便都托付于你了, 岳王府里, 李玄通沉默许久, 这位吃了半辈子苦的落难宗士, 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沙哑, 林公子, 我真的可以当皇帝吗? 你只要点头, 便可以, 林昭起身, 把自己的娘就扶了起来, 然后看向李玄通, 开口道, 你只要点头, 剩下的事情, 便不用你操心了, 说到这里, 林昭缓缓说道, 张明太子早年暴病而亡, 不过他毕竟一辈子荣华富贵, 但是道兄的父亲, 皇孙李忠, 十余岁便流落民间, 被追杀了十年, 才生下了道兄, 道兄做了皇帝, 可以把父亲迎回宗庙, 也, 也不枉费了他半生辛苦, 听到林昭这番话, 李玄通常常地叹了口气, 这段时间我也想过, 老实说, 父祖之仇, 乃是不供戴天的仇怨, 我只要做了皇帝, 便可以找到当年的仇人, 一一清算旧怨, 但是, 小倒是苦笑道, 但是我从小, 也没有见过父亲, 一腔仇怨没有落脚之处, 也不忍心, 去做杀生害命的事情, 于是也不想当皇帝, 干脆绝了这个念头, 不过林公子所说, 倒也不错, 他低声道, 我赴十余岁开始, 便被朝廷追杀, 能够生下我已经是十分艰难, 假如我做了天子, 倒是可以让他老人家, 有几分哀容, 那就不要犹豫了, 林昭微笑道, 道兄这几天, 且住在我这里, 等过几天, 朝廷准备好了, 道兄就可以住进太极宫里, 登基四位, 正式成为大洲的天子, 张明太子与皇孙在天之灵, 想必也会对此感到欣慰, 李玄通低眉, 看向一旁的郑通, 开口道, 郑先生, 我想去行阳, 给郑老先生磕几个头, 郑通宫颈低头, 开口道, 假使公子登基四位, 成为大洲天子之后, 再动身去行阳, 我父在天之灵, 也会倍感荣幸, 李玄通常常地叹了口气, 他又看向林昭, 开口道, 如果林公子非要我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便不再推拒了, 只是在此之前, 我还想见一见师父, 这个容易, 林昭低眉道, 道兄在我家住下, 明天我就接惯主到王府来, 让你们师徒团聚, 只是, 林昭看向李玄通, 微笑道, 道兄今日硬下的事情, 可不能反悔, 不反悔, 小道是苦笑道, 左右无非一死而已, 为了父族, 为了与我有再生之恩的郑老先生, 我死便死了, 道兄不会死, 林昭亲声道, 以后的长安城里, 宋王会忠心耿耿地护持道兄, 旁人轻易害不了道兄的, 三个人在小院子里说了许久的话, 最后实在没有话可说了, 林昭与郑通才起声告辞, 离开了李玄通的小院子之后, 郑通脸上露出笑容,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痛快, 只要他四位, 李玄一戏便就此与地位无缘了, 林昭看向郑通, 微微摇头, 要道凶生下皇子, 中宗皇帝一戏才在无继位之望, 郑通眯了眯眼睛, 呵呵一笑, 我倒不这么看, 他是张明太子的孙儿, 他的祖父, 父亲, 以及书败姑姑都是死在李玄手里, 他现在一副温良公俭的模样, 等坐稳了地位, 难免会回头一一清算当年的旧账, 李玄虽然死了, 但是他二孙满堂, 长安城里就有不少李玄的后人, 我看这些人将来都难逃, 这位玄门皇帝的屠刀, 听到这里, 林昭大皱眉头, 他停下脚步, 看向郑通, 皱眉道, 二舅, 道兄他, 生姓纯良, 应该不至于吧, 生姓纯良? 郑通冷笑一声, 当年你外祖进长安, 在长安城里待了三年, 就是为了看长安城里, 有没有生姓纯良的皇子, 最后他选择了当时的五皇子, 楚王李玄, 结果呢? 郑通眯了眯眼睛, 短短十年时间之后, 温良公俭的楚王, 就对我们家挥起了屠刀, 当年, 这位楚王殿下, 在张明太子面前, 可是瑟瑟发抖, 话也不敢说的懦弱性子, 三郎你且看着吧, 郑通语气笃定, 你选定的这位生姓纯良的道士, 只要他有本事做吻皇位, 不出十年, 便一定不会再是现在这个模样了, 听到郑通这番话, 林昭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郑大观人颇为开心, 他对着林昭咧嘴一笑, 你另外两个舅舅, 还有郑雅等人, 过几天必要到长安来了, 到时候, 我要跟他们好好喝一杯, 提前庆祝李渊一戏绝色, 林昭无奈摇头, 他看向郑通, 开口道, 二舅,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可能就要回青州去了, 如今青州一带十余州, 以及原先的泛阳九州, 彤彤在我平庐节度十佛之下了, 那边现在很缺人手, 郑家如果有赋闲的, 可以送一些到青州去, 我给安排差事, 郑通文言, 呵呵一笑, 郑家人倒是有不少, 只是咱们这一脉的人, 却不是很多, 离家近三十年, 行阳那边的郑家人, 很多我都不认得了, 一时半会之间, 也很难给三郎你找到人手, 说到这里, 郑大观人对着林昭挤了几眼睛, 开口道, 说起来, 三郎你那个岳父家里, 应该有许多人闲着, 三郎可以去一趟清河, 抓一抓崔家人的壮丁, 提起崔家, 林昭闷哼了一声, 人家千年世家, 桥外生不上, 崔家不给我面子, 我也懒得给他们面子, 将来总有他们求我的时候, 郑通哑然一笑, 清河崔氏是这样的, 早年行阳有一个堂兄, 娶了个崔家的女儿为妻, 这个堂嫂便鼻孔朝天, 在家教导我们, 有时候也爱搭不理, 生舅俩说了好一会话之后, 郑通因为有些事情要忙, 便离开了岳王府的郑堂, 林昭把他送到了郑堂门口,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书房里, 林某人思寸许久, 最后喊来赵成, 嘱咐道, 去, 把裴剑, 齐盛, 赵府平三位将军, 请到我这里来谈试, 赵成连忙低头, 快马去叫人去了, 平卢军的动作很快, 只大半个时辰之后, 三位平卢军的最高级别将领, 便来到了林昭的书房门口, 齐盛因为刚刚伤愈, 才从洛阳来到的长安, 林昭见到他之后, 先是询问了一番他的伤势, 得知无碍之后, 林昭才回到了自己的主位上, 扫视了一眼三个将军, 然后缓缓开口, 三位将军, 如今朝廷即将稳固下来, 平卢军也差不多要返回青州去了, 三位, 有谁愿意留在长安为官? 三个将军对视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裴剑与林昭关系最后, 他大咧咧地上前, 对着林昭笑道, 王爷, 我等留在长安, 能有个什么官职? 不知道,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我尽量给你们争取, 级别应该不会低, 如果顺利的话, 可能, 可能可以掌握长安禁军。 禁军, 在泛阳之乱时, 被作乱的康东平, 打得稀烂, 正因为如此, 这支拱卫长安二百年的军队, 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当然了, 禁军没有很快恢复元气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当初掌控长安的三位节度时, 不太愿意看到长安禁军迅速恢复战斗力。 不过, 随着将来林昭与七师道退出长安城, 京畿以及洛阳这边的兵力空虚, 长安禁军一定会得到迅速补充。 虽然这种兵员补充, 在短时间内基本上不可能形成战斗力, 但是, 禁军的人数一定会撑起来。 因此, 也会有人过来瓜分禁军这个蛋糕。 不过, 林昭之所以要派遣手下的将军到禁军去, 并不全是为了瓜分这个蛋糕。 因为, 只要贫如军先脚离开长安城, 林昭的话在长安便不再像现在这样好使。 不管他现在在长安给手下安排了什么职务, 别人想要拿掉,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因此, 在禁军里安插人手, 就有了另一层用意。 那就是, 试探朝廷的态度。 李玄通如果正常四位, 那么在朝廷本就孱弱的情况下, 哪怕这个小道士登基之后立刻变脸, 至少三五年之内, 朝廷还会跟林昭保持蜜月期。 也就是说, 三五年之内, 林昭在长安安排的人手, 基本上不会有变动。 一旦林昭在禁军里安排的人手, 被朝廷撤换了, 那么就代表着朝廷的风向已经正式转变。 更要命的是, 林昭准备在禁军这种要害到不能要害的地方, 安插人手。 这就导致了, 哪怕朝廷想要表面一套, 背面一套, 也很难做到。 因为, 朝廷想要与林昭翻脸, 肯定要用禁军当作本钱。 而不拿掉林昭安排的人手, 想要用禁军与平卢军作对, 又不太现实。 所以这个时候, 林昭必须要在禁军里放一个人。 这一手对于林昭来说, 有百列而无一害。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留下来的这个人, 必须对林昭保持绝对的忠诚, 而且是长时间的忠诚。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平卢军的这三个将军, 都是跟着林昭一路打出来的。 林昭把他们三个人之一, 留在长安。 哪怕这个人被朝廷给迅速腐化了, 要导向朝廷。 他说的话, 朝廷也未必会信。 而且, 经过与司公台的接触, 再加上林昭在长安城的影响力, 此时童前卫已经在长安深深扎根。 虽然现在童前卫的情报能力, 依旧比不上司公台, 但是假以时日, 超过司公台,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林昭也不担心, 留下来的这个人会背叛自己。 三位将军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裴姐挠了挠头, 对着林昭说道, 王爷, 你是知道我的, 我跟长安这些狗才相处不来, 留在长安多半要惹事, 我就不留下来了。 裴姐这个人, 在军事方面很有天赋, 但是在人情事故上, 着实不怎么样。 当年他身为禁军中郎将, 甚至想去刺杀中宗皇帝李源, 由此可见这个人, 肚子里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弯弯绕绕。 林昭点头, 开口道, 如今幽州那边契丹人不安分, 裴将军还要统领幽州军, 便不留在长安了。 他看向齐盛与赵府平, 缓缓说道, 二位将军, 你们两个人商量商量, 留一个下来。 这两个人, 都是朔方军出身, 被其师道调牌给林昭的将领, 而且都是青州老乡。 文言两个人用青州话商量了一番, 最终年纪稍大一些的赵府平上前, 对着林昭拱手道, 王爷, 末将与其将军商量过了, 由, 由末将留在长安。 林昭看了看两个人, 微笑道, 理由呢? 赵府平微微低头, 没有说话, 齐盛则是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王爷, 末将毕竟姓齐, 与其大将军乃是同族, 为了避嫌, 也不方便留在长安。 赵将军虽然也是朔方军, 出身的青州人, 但是他之前连齐大将军的面都没有见过, 他留在长安, 王爷能当心一些。 林昭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竟然用二位当平卢军的将军, 你们从前朔方军的身份, 我便已经都忘了, 至于姓齐不姓齐的, 也无关紧要。 咱们与朔方军, 仍旧是同僚, 又不是什么水火不容的关系。 赵甫平低头, 开口道, 正因为王爷信任, 我等才要更谨慎一些。 末将愿意替王爷留在长安。 王爷回到青州之后, 平卢军中若有冒头的将领, 再派来长安替代末将就是。 林昭威威点头, 看向裴俭, 裴叔以为呢? 裴俭咧嘴一笑, 这两个齐老三带出来的, 都是难得的好苗子。 老实说我一个都不舍得留在长安, 不过非要留下来一个, 那就还是赵将军留下来吧。 相比较之下, 赵将军性格更沉稳一些, 也更有耐心, 他留在长安, 能够与那些官老爷们周旋。 那就这么定了。 林昭起身, 来到赵甫平面前, 微笑道, 晋军大将军的位置, 我尽量给你争, 不过这个位置, 现在是宋王李旭在座, 不太好拿到。 即便拿不到, 你最少也是晋军的副将。 赵甫平毕恭毕敬地对着林昭拱手行礼, 末将, 多谢王爷栽培。 谈不上栽培, 林昭淡然一笑, 咱们都是互相成全而已。 赵将军你留在长安, 我也不要你做什么别的事情。 你身上的差事, 需要做什么? 你便做什么, 只每个月给青州写一封信, 上报金矿即可。 赵甫平点了点头, 他犹豫了一番之后, 小声道, 王爷, 您需要控制禁军吗? 林昭摇头, 你一个人, 做不来这种事情, 还是安分一些, 在禁军里该做什么便做什么, 不要做出格的事情。 说到这里, 林某人淡淡一笑, 莫说, 现在禁军只有三四万人, 就是恢复从前十几万人的规模, 五年之内也很难形成战斗力。 五年之后, 最多也就恢复到泛阳之乱之前的水平而已。 说到这里, 林某人淡淡一笑, 到了那个时候, 禁军多半已经不被我放在眼里了。 平卢军现在, 零零散散的兵力加在一起, 再加上沈辉在后方新征募的新兵, 总兵力已经接近十万。 当然了, 这十万人里, 真正有边军水平战力的, 也就是林昭带出来的这些人。 除了这些平卢军老族之外, 应该就属幽州那些, 被赵歇带领着抵抗契丹人的幽州军了。 而到了五年之后, 有现在幽州北边的契丹人做陪练, 平卢军现在的所有兵力, 都能够形成不逊色于边军的战斗力。 那个时候, 平卢军的火药火器, 平卢军这些歪瓜裂走, 林昭还真不看在眼里了。 说到这里, 林某人背负双手,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他看向三位将军, 举起手中酒杯。 平卢军的未来, 还都要仰仗三位。 来, 岳王殿下端起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满饮此杯, 正式堂礼。 因为喜德林儿, 已经许多天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的岳王爷, 再一次来到正式堂议室。 相比较来说, 只有不到十个人参加的正式堂会议, 重要性要远远胜过长安大部分官员参加的大朝会。 大朝会, 更多的作用是用来宣布已经做出的决定。 正式堂里, 同样许多天没有参与正式的骑士道, 也在林昭的邀请下, 来到了正式堂。 五位宰相彤彤在座。 林昭看了一眼在座的六个人, 缓缓说道, 主公, 如今新的储君已经定下, 只等新君登基四位, 大周便有了新的天子, 朝廷也能扑而厚历, 重现旧日威严。 大周至今二百多年, 朝廷一直由禁军巩固, 然而, 禁军在泛阳之乱中, 被康贼打散, 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先帝在位时, 虽然也想恢复禁军, 并且让宋王担任禁军大将军, 但是宋王殿下, 毕竟腿脚不太方便, 以至于禁军至今空有人数, 但是无有战力。 我的意思是, 在贫如军与朔方军离开长安之前, 尽快让禁军形成战斗力, 以免再有歹人窥似神器。 林昭是这一次会议的发起人, 他说的这番话, 就是给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 他说完之后, 看了几个人一眼, 便不再说话。 同事节度使得骑士道, 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昭, 然后问道, 岳王的意思是, 林昭对着骑士道淡淡一笑, 泛阳之乱, 打散了禁军的元气。 按我的意思, 我与大将军各派一个手下的将军, 负责把禁军带起来。 骑士道微微皱眉, 岳王爷要留平卢军在长安。 此时此刻, 这位朔方节度使, 已经有些生气了。 因为林昭先前说好了, 只要李玄通登基, 平卢军将会全部离开长安。 但是现在看来, 这位平卢节度使, 分明还想要在长安安插自己的人手。 这, 已经有食言之嫌。 不, 林昭摇头, 缓缓说道, 平卢军自我以下, 只留一个人在长安, 负责给禁军练兵, 其人如果在禁军做得不好, 朝廷竟可以罢处, 与平卢军无有干系。 说着, 林昭对骑士道微笑道, 大将军最好也留一个人在禁军, 免得朝野上下, 说林某人妄图控制禁军。 骑士道皱眉思索, 五位宰相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林昭看了一眼众人的脸色, 低眉道,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 要与诸公商议。 曹松可嗖了一声, 挤出了一个笑脸, 出来打圆场。 岳王爷请说, 康贼在大洲作乱三年之久, 杀伤大洲无数百姓的性命, 同时窜朝谋逆, 乃是我大洲十恶不赦的罪人, 如今他虽然逃到了土藩去, 但是身上的罪孽却无法消灭。 我的意思是, 朝廷应当派兵征讨, 尽快将康贼拿回长安问罪。 骑士道目光闪动, 看向林昭, 岳王爷该不会想要带平卢军征讨吐蕃吧? 当然不是。 林昭摇头道, 吐蕃在西, 我平卢在东, 讨伐也轮不到平卢军来讨伐。 他看向骑士道, 微笑道, 朔方在大洲西北, 应该由朔方军连同北亭节度使一起, 讨伐吐蕃, 将康贼拿回京城问罪。 骑士道深呼吸了一口气, 目光微宁。 岳王爷应该知道, 我朔方经过泛阳之乱后, 元气大伤, 至今没有恢复编制, 而且朝廷大乱, 刚回中返皇都没有多久, 恐怕也无力承担征讨吐蕃的钱粮, 骑士道话音未落, 一旁的曹松便苦笑着说道, 沁王爷说得一点不错, 如今的朝廷, 只是勉力维持, 能够收支平衡已经不易, 五年之内, 休想之称任何一场战事, 林昭没有理会曹松的诉苦, 淡淡地说道, 大洲除了吐蕃这个隐患之外, 西北的契丹人也屡屡泛边, 我回到青州之后, 便着手征讨契丹, 说到这里, 他看向曹松, 呵呵笑道, 征讨契丹之事, 平卢君不用朝廷一点钱粮, 如何? 契丹人袭扰大洲东北,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长安城里的这些相爷们, 也都心知肚明, 听到林昭这番话, 几个宰相都神色微变, 曹松看向林昭, 面露感慨之色, 岳王爷真是宫中体国, 如能替朝廷解决契丹的编幻, 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林昭点头, 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地图, 铺在了众人面前, 他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下, 开口道, 自这里以东以北, 都要作为平卢君屯田之用, 诸位相公以为可否, 林昭画的地方, 其实就是现在平卢节度石府, 实际上控制的周郡, 加在一起有二十多周, 也就是说, 基本上把大洲的东北, 统统画走了, 要知道, 朔方君屯田的周, 也就是三个周而已, 当年嚣张跋扈的康东平, 手下的屯田周, 也就是九个, 林昭这么一画, 他就是大洲有史以来, 地盘最大的节度石了, 几个宰相都面露难色, 曹松转头看向骑士道, 低声道, 亲王爷, 您看, 骑士道目光看在林昭手里的地图上, 注视了许久, 然后他看向几位宰相, 声音沙哑, 诸位相公不点头, 这些周郡也不会是朝廷的, 言下之意, 就是林昭给你们面子, 才跟你们商量, 不给你们面子, 连招呼都不用打, 便直接哗啦走了, 曹松等宰相, 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 尤其是曹老头, 在心中暗骂, 这种事情, 自己霸占了倒还好一些, 偏偏要拿到明面上来说, 岂不是打朝廷的脸面, 本来这种东西, 哪个宰相点头, 哪个便是大洲的罪人, 好在林昭给这些宰相, 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那就是北边的契丹人, 有打契丹人作为理由, 多画几个屯田周, 也就能够说得过去了, 几个宰相聚在一起, 林昭面前的地图, 缓缓开口, 契丹葫芦, 平平扰边, 非杀一杀, 他们的锐气不可, 既然岳王爷要征讨契丹, 朝廷自然要亲力支持, 林昭面露笑容, 从袖子里取出早已经拟好的文书, 递在曹松手里, 曹相, 这是林某你的, 征讨契丹的文书, 请诸位相公批准, 几个宰相聚在一起,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不肯在这份奏书上签字盖印,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由曹松前后, 五个人统统署名盖印, 随着最后一个宰相用印, 大洲东北二十余周,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改名异性了, 而这一份小小的文书, 也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未来的天下格局, 岳王爷满意地收回文书, 面露笑容, 多谢诸位相公支持, 林某一定替朝廷, 讨贼诸匿, 重振大洲军威, 其实拿到或者不拿到这份正式堂的文书, 对于林昭来说并不重要, 或者说, 对于现在的林昭并不重要, 毕竟这些地方, 现在都在他实际掌控之中, 朝廷的文书与废纸无异, 之所以要弄到一份这个东西, 是为了将来做准备, 有了这份东西, 只要大洲朝廷还存在, 朝廷与其他节度使, 就没有主动找凭卢军麻烦的理由, 同时也避免了将来的岳王府, 与朝廷产生激烈冲突, 当然了,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什么样的文书都十分苍白, 弄到这么一份文书, 将来争起了冲突, 岳王府也站着理, 站着道理, 便出师有名了, 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林昭现在, 不管是刘兆府平在京城, 还是弄到了这么一份文书, 都是为将来埋下后手, 随着林昭与其师道, 以及郑士堂的几位文官领袖达成妥协, 再加上李玄通本人, 也同意了登基的事宜, 朝廷的皇权顺地成绪, 很快被再一次启动, 当了半辈子道士的李玄通, 被宰相曹松等人, 迎进了太极宫, 脱去道袍, 换上了紫衣, 同时, 郑士堂代朝廷理智, 昭告天下, 新帝江泽良辰吉日, 登基四位, 这些程序走完, 小道士只要不突然暴毙, 皇位就已经安稳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林昭只是在暗中推动, 并没有适事出头, 将来史书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多半会写当今郑士堂五位宰相迎奉新军, 而占据长安的两位节度使, 对此持默认态度, 随着长安格局修炼定型, 朔方节度使其师道, 开始履行他与林昭之间的约定, 朔方军驻扎在长安的一万军队, 率先离开长安, 返回了北边的萧关, 其师道之所以这么做, 当然不是要把长安完完全全地让给林昭, 而是在暗示林昭, 平卢军也该到了退场的时候了, 不过林某人是个厚脸皮, 对于其师道的暗示视而不见, 平卢军的大营依旧驻扎在城外, 没有分毫动弹, 时光如梭, 很快就来到了永德八年的最后一个月的十五号, 按照青天间推算的黄道吉日, 新帝将在腊月十九在太极宫登基四位, 同时在皇城登坛几天, 以告天地, 也就是说, 距离新帝登基只剩下四天时间, 因为进了腊月, 长安已经十分寒冷, 街道上的行人匆匆忙忙, 不愿意在外面酒呆, 而穿着一身皮草的月王叶, 便没有挨动的烦恼, 他迈步行走在长安城里, 惬意自在, 一个穿着寻常衣衫, 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瘦高个, 站在月王殿下左手边吐出一口白气, 林公子, 我师父便托付给你照看了, 他低声道, 以后便不太方便见他了, 如果他留在长安, 还有可能被有心人利用, 说到这里, 他看了看林昭, 开口道, 假如, 假如我真有本事, 坐稳这个位置, 等过个两三年, 你再把师父送回长安来, 我在宫里, 给他盖一座道观, 林昭停下脚步, 看了看这位大洲未来的皇帝陛下, 呵呵笑道, 先帝便是沉迷大兴土木, 才导致朝政失察, 陛下还未登基, 便想着在宫里见道观了, 很显然, 这个跟林昭一起在长安城里散步的, 便是大洲未来的皇帝陛下了, 算一算时间, 他已经在宫里憋慢了好些日子, 今天实在是憋不住了, 便让人请林昭进宫, 然后让林昭把他从宫里带了出来, 在外面散散心, 李玄通闻言, 很是尴尬地挠了挠头, 林公子, 你还是不要叫我陛下了, 你这么一叫, 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林昭呵呵一笑, 陛下早晚要习惯的, 说着, 林昭看向了朱雀大街路边的一个小摊, 伸手指给李玄通看, 然后微笑道, 陛下, 李玄通急了, 低声道, 林公子, 你再这么叫, 我便走了, 林昭摇头微笑, 不过按照他的意思改了称呼, 笑着说道, 面摊, 长安城里不是随处可见, 不一样的, 岳王爷微笑道, 从前我在太学读书的时候, 安人坊门口, 有一家面摊很是好吃, 我常常去他的摊子上吃面, 只可惜, 后来经过了泛阳之乱, 长安城里讨生计的人就少了许多, 一直到现在, 我也再没见过那个小面摊, 但是前些天, 我在雾本方附近, 找到了这家面摊, 林三郎一边说话, 一边带着李玄通走了过去, 在摊子上坐了下来, 店家, 两碗油泼面皮, 他对着摊主招呼, 这家面摊的摊主, 是个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林昭前几天在这里吃面的时候, 已经问过了他, 他是安人坊那家面摊老板的儿子, 他的父亲, 在泛阳之乱时, 依旧在长安摆摊, 泛阳君底层的一些小兵, 在他的摊子吃面喂给钱, 摊主气不过, 与那些小兵争论, 结果被打断了腿, 至今还躺在床上, 卧床不起, 不出意外的话, 那个老摊主这辈子都很难再站起来了, 现在出来摆摊的是他的儿子, 也算是紫成副业了, 很快, 两碗面皮就被端了上来, 林昭也不客气, 低头扒拉了一大口, 心满意足地瞇了瞇眼睛, 虽然不如十年前那样好吃了, 但是好歹还有七八分味道, 道兄快尝一尝, 李玄彤从小吃苦, 跟着他那个不靠谱的师傅, 有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一顿饭, 自然不会看不起油泼面皮, 于是也低头吃面, 很快, 一碗面就被这位大洲未来的天子, 吃了得干净, 两个人吃完之后, 林昭起身拍了拍肚子, 伸手排出几个钱, 替李玄彤结了账, 年轻摊主点头致谢, 林昭笑呵呵地离开了这家面摊, 走出十几步之后, 他才回头看了看这家小面摊, 有些不舍地说道, 吃一顿少一顿了, 以后再想吃,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李玄彤挠了挠头, 开口道, 实在不行, 林公子, 你让府上的厨子, 来跟摊主学一学, 那倒也不便, 岳王爷微笑摇头, 还是留些遗憾比较好, 天天吃, 可能会坏了心中的念想, 两个人在朱雀大街上并行而走, 一起看着长安城里的众生百态, 李玄通走在林昭右侧, 一边叹气, 一边跟林昭抱怨, 那些白胡子老头, 非要让我改名, 说要把通字去掉, 让我改名李玄, 小倒是颇有些烦恼, 这名字, 是我师父取的, 改了名字, 他老人家说不定会不高兴, 李家这百年以来, 宗室子弟大多都是一字, 况且玄通两个字乃是道号, 李玄通做了皇帝, 当然是要改名字的, 岳王殿下看了看小道士, 微笑道, 只要道兄在心里记得玄通二字, 便没有人能够改得了你的名字,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缓缓开口, 只是自古以来, 权威二字最是摩人, 不知道道兄, 将来还能不能保持本来面目, 永德八年腊月十八, 距离新天子四位, 只剩下最后一天, 林昭并没有出门, 而是留在家中陪老婆孩子, 这个时候, 崔芷晴基本上已经可以正常行走, 抱着孩子在房间里走动, 将着孩子哄睡, 好容易孩子睡了过去, 崔芷晴才走到林昭面前, 轻声问道, 夫君, 明日新天子就要登基了, 咱们, 什么时候离开长安? 林昭本来正在书写一些什么, 文言停下手中的毛笔, 看了一眼崔芷晴, 然后微笑道, 这个时候动身, 就要在路上过年了, 我的意思是年后在动身, 林某人面色平静, 开口道, 从长安到青州去, 会路过青河, 到时候带老二去见一见他的外祖, 崔芷晴微微低眉, 叹了口气, 夫君, 切身知道, 你心里对崔家有气, 不必为了切身勉强自己, 咱们便不去青河了, 去还是要去的, 林昭微笑道, 看在六娘你的面子上, 我就算心里再如何不痛快, 也不会对崔家怎么样, 既然哭过青河, 总是要去看一看的, 说到这里, 林某人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崔氏自崔相之后, 在朝中便无重臣了, 而且以后朝廷孱弱, 天下不宁, 泛阳之乱可能随时再起, 青河崔氏左右无一, 这个时候, 只要我那位岳杖没有昏了头, 对咱们的态度应该会好许多, 青河所在的贝州, 虽然不是平卢军的屯田州, 但是紧挨着平卢军的屯田州, 可以说是平卢军的势力辐射范围, 如果是太平时期, 但是泛阳之乱之后, 朝廷虽然勉强安定了下来, 但是肉眼可见的处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 谁手里有兵, 谁就是说话声音最响亮的人, 从前, 林昭路过青河, 那个老丈人虽然也对他客客气气, 但是明里暗里, 还是看不起他这个小门小狐出身的军头, 但是等林昭再一次嫁邻青河的时候, 即便是身为青河崔氏族长的崔盈, 也要对他这个女婿客客气气, 崔芷晴把怀里的孩子, 放在房间里的木质摇篮里, 然后搬了把椅子坐在了林昭面前, 轻声道, 夫君, 咱们一家人这一去, 将来恐怕再没有回长安的时候了, 他是自小在长安长大的, 在长安野住的习惯, 他们这一次离开长安, 将来估计就很难回来了, 林昭看着崔芷晴, 轻声笑道, 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只要青州那边有一个信得过的人主事, 咱们即便两三个人回长安来, 朝廷还是要对我们客客气气的, 平鲁军大军横沉在大洲东北, 在未来五年时间里, 规模应该可以到十五万到二十万, 当然了, 以一州之地养一万将士, 还是有些吃力的, 因此, 平鲁军最终的规模, 应该就是在十五万人左右, 到时候, 凭借着二十多个州郡, 以及生意遍布天下的大通商号, 再加上林某人脑子里, 那些稀奇古怪的构想, 可以把十五万平鲁军养得肥肥的, 只要有这十五万人在, 青州那里再有一个靠得住的人主侍, 凌昭即便孤身一人回到长安, 长安朝廷还是要对他客客气气, 不过不管怎么样, 外人都不一定能够完全靠得住, 最好是等到凌昭自己的两个儿子成年, 能够在青州主侍的时候, 才能够完全放心的下, 催止清张了张口, 还要说些什么, 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凌昭看向房门, 开口道, 什么事? 门口的赵成低声道, 王爷, 二公子来了, 凌昭微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他从椅子上起身, 回头看了一眼崔止清, 微笑道, 七叔家里的二郎来了, 我与他好久未见, 出去见一见他, 崔止清点头, 开口问道, 夫君, 切身要去, 见一见二叔吗? 你还在坐月子, 就不必去了, 凌昭轻声道, 你好生歇息就是, 说吧, 凌昭对着崔止清笑了笑, 离开了里屋, 朝着王府的前院走去, 很快, 他就在前院客厅里, 见到了正在喝茶的凌湛, 凌湛进京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早在大半个月前, 他就收到了岳州那边的书信, 说凌湛要到长安来, 闯荡一番, 岳州距离长安足有两千里, 如果是坐马车的话, 最少要走两三个月, 没想到凌湛只大半个月时间, 就到了长安, 凌昭见到凌湛之后, 爽朗一笑, 许久未见了二郎, 凌湛也站了起来, 神色有些激动, 不过还是对凌昭规矩矩的低头行礼, 兄长, 他们两个人上一次脸面还是在青州, 后来凌俭返乡, 这位凌二少也跟着去了岳州, 算算时间, 他与凌昭已经两三年时间未见了, 凌昭狠狠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笑着说道, 两三年未见, 二郎厚实了许多, 看起来像个大人了, 凌湛苦笑一声, 我比兄长小不了多少, 当然是个大人, 说着,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书信, 递在凌昭手里, 开口道, 兄长, 这是父亲让我带给你的书信, 凌昭伸手接过, 收进了袖子里, 并不着急拆开, 而是笑着看向凌湛, 开口道, 七叔在先前的书信里, 已经与我说了, 让我在长安给二郎谋个差事, 说到这里, 岳王殿下呵呵一笑, 要我说, 七叔他老人家虽然英明, 但是也未必事事正确, 如今的长安, 与二郎你从小长大的那个长安, 大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 凌湛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凌昭, 轻声道, 我刚来来崇仁方的路上四下看了, 与从前也没有什么分别, 现在的长安水深, 二郎你未必混得下去, 凌昭呵呵一笑, 说不定什么时候, 你就被人给算计了, 不如跟着维兄去青州去, 干个两三年, 维兄给你弄个刺史做作, 如何? 不成, 凌二少连忙摇头, 低声道, 三哥, 我爹想让我在长安找个差事, 一来是磨练磨练我, 二来, 咱们家在长安的宅子, 是外公花了大价钱买的, 不住着实可惜了, 凌家在平康坊那座宅子, 当年花了凌夫人娘家数十万贯钱, 还托了不少人情关系, 最终才买到手, 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京城豪宅, 当年凌俭带凌昭第一次来到长安, 便与凌昭说过, 这座宅子如何如何贵重, 凌某人哑然一笑, 二郎与我到青州去, 维兄让人给你起一座更大的宅子, 如何? 凌湛心里暗暗撇嘴, 青州的宅子如何与长安的宅子相比, 他还想要说些什么, 岳王殿下拉着他的衣袖, 笑道, 罢了, 先不说这些, 咱们去吃饭, 等明天登基大典之后, 咱们兄弟再慢慢细聊, 平如节度师傅, 现在依旧很需要人才, 尤其是需要文官, 毕竟天下间只要读了一点书的, 都想取中近识, 然后货卖帝王家, 没有货卖节度史的道理, 的确有一些在吏部选世不过的近识们, 投靠各地的节度史, 节度史之下的屯田舟, 也就是三四个四五个, 只要找十来个读书人, 就可以组建起文官班底, 但是林昭现在治下的周郡, 就有二十个多个之多, 也就是说, 保守估计, 他也需要二十多个文官, 来担任这些周郡的刺史, 再加上别价, 以及各县的县令, 岳王府现在面临巨大的人才缺口, 目前, 这些周郡的衙门, 大多仍旧由原先朝廷委派的刺史, 以及官员掌控, 以沈徽为首的节度史衙门, 因为实在是没有人手, 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上, 影响这些周郡, 没有办法直接掌控, 因此, 林昭一直想拐一点人到青州去, 替他这位青州大老板打工, 除了拉拢岳州临世的本家兄弟之外, 林昭还准备去一趟清河, 从自己那个老丈人那里, 划拉一些人手, 毕竟他的岳王府, 想要在青州幽州长久地发展下去, 一定要保证基层衙门能够顺利建成, 然后良性运转, 否则即便有一支可以横扫天下的军队, 也只会像康东平那样威风一时而已, 但是像林昭这种, 自小在长安长大的人, 心里肯定是不愿意跟着林昭去青州当官的, 兄弟两个人当天喝了整整两壶酒, 林昭也没能把林昭成功忽悠到青州去, 到了第二天一早, 天色还没有完全亮起来, 林昭便从床上爬了起来, 因为岳王府里有乳娘, 因此夜里夫妻俩不需要自己带孩子, 林昭起身之后, 崔芷晴也就跟着醒了过来, 他也知道, 今天是新皇登基的日子, 因此便准备起身帮着林昭更衣, 他现在还在坐月子, 林昭便没有让他起来, 而是自己开始穿衣服, 不过今天是大日子, 需要穿亲王朝服, 朝服这种东西很是繁琐, 自己独立穿戴很是困难, 只能让岳王府的两个丫鬟过来帮忙, 两个丫鬟一起忙活了小半个时辰, 才帮林昭穿戴起整, 穿戴整齐之后, 岳王殿下带上自己的九珠勉流, 站在崔子晴面前转了一圈, 笑着说道, 六娘, 为夫威风否? 林昭少年时身材有些瘦弱, 后来入世之后就慢慢将补了回来, 现在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壮汉, 他原本就比崔子晴高出不少, 此时身着潮服, 头戴免留, 着实是威风无比, 崔子晴站在林昭面前, 愣愣出神, 一时间竟有些吃了, 恍惚间, 早年丹阳长公主府后花园里的那个, 一身月白袍子的少年人, 摇身一变, 成了现在这个身着蟒袍, 头戴免留的王者, 威风, 崔子晴走到林昭身边, 帮着他整理衣服, 上了一些细微褶皱, 轻声道, 这一身人臣极致, 穿在夫君身上, 再威风不过了, 天子十二诸免留, 亲王九诸免留, 林昭这一身, 的确确是人臣极致, 岳王殿下看向崔子晴, 呵呵一笑, 我倒是不怎么喜欢这身衣服, 繁琐的景, 是不是人臣极致, 也不靠这身衣服来衬托, 说完, 他与崔子晴又聊了几句, 眼见时辰差不多了, 便上了自家的马车, 离开了重人坊, 此时, 天色仍旧没有大量, 当林昭来到皇城太极宫门口空地之时, 东方才开始蒙蒙亮, 此时, 群臣已经在太极宫门口聚齐, 众臣全都身着巢服, 场面很是庄重, 人群之中, 同样佩戴九诸免留的庆王骑师道, 十分显眼, 林昭迈步走了过去, 对着骑师道微微欠身, 笑着说道, 师叔早到了, 骑师道看了一眼林昭, 低头还礼, 岳王爷客气, 我也是刚到没有多久, 说到这里, 骑师道顿了顿, 开口道, 岳王爷, 我寿方军已经全部离开了长安, 现在长安的寿方卷, 只剩下我还有我身边二三十个亲卫, 不知平如军何时离京, 明日便开始陆续离京, 林昭低眉道, 老实说, 我也不想在长安久待, 北边的契丹人, 已经扰边一年了, 我要尽快赶回幽州去, 好好跟那些契丹人过过手, 说到这里, 他看向骑师道, 笑着问道, 师叔有没有确定, 是硕方的哪位将军留下来, 指点长安进军, 骑师道看了看林昭, 刚想开口回话, 太极公正殿突然宫门大开, 一身紫色袍服的大太监周震, 缓缓来到众臣面前, 高声唱道, 圣人御驾, 百官入朝, 即位与登基赤两码事, 这位新帝, 早在登基之前, 就已经在先帝临前即位, 成为了大洲的天子, 因此, 此时那个在山野之中长大的小道士, 便已经是大洲的圣人了, 临昭与骑师道对视了一眼, 然后微微一笑, 师叔, 咱们进去观礼吧, 骑大将军只是淡淡点头, 然后两只手拢在前秀里, 迈步进入了太极公正殿, 临昭也是两只手拢在秀子里, 跟在骑师道身后, 两位异姓王毅前一后的, 进入了太极公, 很快, 文武百官便按照大朝会的站位, 在太极公里站定, 按照登基大典的流程, 大太监周震, 先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宣读的圣人的登基诏书, 登基诏书又丑又长, 周震足足念了展察时间, 才把这封诏书念完, 随后, 面无表情的新帝李玄, 便坐在地位上, 接受百官朝拜, 临昭与骑师道两位异姓王, 也跟着文武百官下拜, 太极公里, 响起了一阵万岁之声, 声音隆隆, 如同雷震, 等到群臣纷纷下拜之后, 地座上的皇帝陛下, 很不自然地抬起了手, 努力轻着嗓子, 声音微颤, 众卿, 平身罢, 两位节度使率先起身, 然后几位宰相也站了起来, 文武群臣这才纷纷起身, 对着地座上的天子齐声道, 多谢陛下, 皇帝陛下咽了口口水, 看了一眼站在身旁的周震, 声音中仍然是遮掩不住的颤抖, 周震, 除了登基诏书之外, 一般还要封赏群臣, 大赦天下, 李玄通让周震宣读的, 便是封赏群臣的诏书, 周震躬身英式, 展开手里的文书, 缓缓开口, 首先, 是比较常规的大赦天下, 大赦天下之后, 便是对文武百官的封赏, 周震看向两位异性王, 声音有些奸细, 寿方节度使沁王旗师道, 平庐节度使岳王灵昭, 堪乱平叛, 于国于民, 具有莫大功劳, 封, 周震顿了顿,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封上诸国, 上诸国, 已经是武勋极致了, 从前, 骑士道与王府两个人, 都是大将军衔, 骑兄骑士道, 原本就是诸国的武勋, 但是近世出身的林昭, 身上只有一个平庐节度使的官职, 是没有武勋的, 现在, 朝廷直接赤封他为上诸国, 以后说出去, 林某人也是朝廷的诸国大将军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武勋, 比林昭身上这个原本不该有的阅王, 还要难得, 只有大周开国时期, 那位扫灭诸国的大周战神, 才授封了上诸国, 论功劳, 林齐二人虽然功劳不小, 但是顶天了, 也就是封个诸国, 能够授封上诸国, 完全是因为中央朝廷孱弱, 两位异姓王, 先后下败, 谢过了朝廷的封赏, 除了封赏了两位异姓王之外, 朝廷里, 只要是有头有脸的官员, 都被新帝家关禁绝, 这是每一任天子登基之后, 都要做的事情, 先把手下的员工哄好了, 才好开展工作, 登基大典持续了一个上午, 到了正午的时候, 新天子在礼部官员的安排, 在几位宰相陪同之下, 与太极公登坛祭天, 祭告天地之后, 登基大礼就算是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 就是在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了, 终于, 到了快傍晚的时候, 一切流程才基本上走完, 皇帝在太极公集仙殿里摆宴, 今日所有道场文武官员, 在集仙殿里, 统统都有作词, 林昭与其师道两个人, 无疑是地位最高的, 为赐甚至在正式堂五位宰相的前面, 此时集仙殿里的人很多, 许多大臣互相寒暄, 显得颇为嘈杂, 林昭懒得与这些官员们客套, 自顾自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吃菜喝酒, 林湛坐在林昭身边, 身头左顾右盼, 硬是一口菜都没有敢吃, 他看着林昭一口接一口吃饭, 眨了眨眼睛, 三哥, 我听说现在长安城里有人要害你, 你就, 你就不怕有人给你下毒啊, 林昭白了一眼自家这个堂弟, 有些无语地说道, 我说你怎么半天一口菜都没有吃, 原来是怕有人下毒, 林二少缩了缩脖子, 我听说别人说, 三哥你现在是长安的, 大奸臣了, 跑到皇宫里吃饭, 当然要担心有没有人下毒了, 小弟年纪还小, 可是惜命得很, 岳王殿下眯了眯眼睛, 微笑道, 我的平如军还没有离开长安呢, 现在有谁要害我便与自杀无益, 我死在长安, 长安的官员便统统要给我陪葬, 说到这里, 林昭瞥了一眼林湛, 微笑道, 朝廷的人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 况且现在宫里为凶还有不少人手, 被人下毒的几率不高, 林二少眼珠子转了转, 这才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夹了一口菜, 他吃了几口之后又喝了口酒, 然后小声嘀咕, 三哥你不知道, 岳州城里的那些人已经在传闻说, 你要造反当皇帝了, 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连我都有些信了, 林昭微笑道, 七叔信了位, 不知道, 林二少老老实实地说道, 爹又不像我这样到处跑, 他每天在带园里读书种菜, 说不定还没有听到这些风言风语, 林昭呵呵一笑, 微兄既然已经成了朝廷的大奸臣, 那二郎你留在长安, 岂不是危险, 跟我一起去青州吧, 微兄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林昭有些异动, 不过还是摇头道, 算了吧, 我怕父亲揍我, 林昭的青州, 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朝廷, 而且是那种与朝廷貌合神力的小朝廷, 如果林昭孤身一人, 多半就跟着林昭一起干事业, 去了, 但是他是林昭的儿子, 便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了, 毕竟他的政治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会代表着老爹的政治倾向, 他老爹林昭, 可是这儿八经的大周忠臣, 岳王殿下哑然失笑, 咱们都姓林, 我要是做了反贼, 你与七叔都逃不脱反贼二字, 林二少闻言, 微微叹了口气, 算了, 我也不想着在长安做官了, 等三哥你离开长安, 小弟也转到回岳州去, 跟我爹一样, 在家里耕田读书, 林昭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呵呵一笑, 二郎要实在不愿意与我去青州, 便在岳州也行, 微兄过段时间准备成立一个临时商号, 到时候岳州附近的生意就交给你来打理, 大通商号毕竟是大通商号, 根子上还是姓郑的, 不可能突然就姓林了, 因此, 林昭前几年就有自己搞商号的念头, 只是因为军事上面的问题, 时时没有开始行动, 等他回到了青州去, 他的临时商号很快就可以做起来, 到时候凭借着大通商号的商业渠道, 再加上他林某人脑子里的那些朝前的思想, 就可以把大量财富掠夺到岳王府, 有了钱, 平卢军补强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我被读书人, 如何能够行商骨之事, 林二少看向林昭, 痛心疾首, 三哥, 你堕落了, 林昭翻了得大大的白眼, 我好歹是近视出身, 可以说自己是读书人, 你小子连个正经公民都没有, 哪里能算是读书人, 说到这里, 林昭淡淡地看向林战, 开口道, 二郎, 将来临时商号, 应该会有数百万贯钱的规模, 这笔钱最好是咱们姓林的来管, 你要是不愿意干, 我就只好找我那个小舅子谢靖来干这件事了, 谢靖是林昭发妻谢坦然唯一的一个弟弟, 林昭的这个小舅子, 早年被林昭带进长安之后, 便拜了太学的太学博士周昌明为师, 只不过, 他实在是没有什么读书的天分, 周昌明教了他几年, 他硬是一点考中的迹象都没有,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他就跟着周昌明学写画本, 学画画, 这方面的本事谢靖学得很快, 在林昭就任青州刺史的时候, 谢靖已经可以在长安写颜色画本挣钱了, 大有清出于兰儿胜于兰的趋势, 后来长安动荡, 谢靖便跟着父母还有姐姐一起, 同正通一起离开了长安, 后又辗转跟着谢旦然一起到了青州去, 现在, 他在青州已经待了一年多了, 将来, 林昭的临世商号, 其中一部分就要交给谢靖来打理, 之所以会有这种安排, 一方面是给谢靖找点事做, 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世子林青的母族不至于太弱, 林二少撇了撇嘴, 我虽然不是读书人, 但是也不愿意去做投机之事, 这个时代的士族对于商人有发自骨子里的鄙视, 他看向林昭突然眼珠子转了转, 小声道, 三哥, 要不然你动动关系, 把我送回越州去做越州刺史罢, 实在不行, 做个山音宪令也成, 林昭正在与自己的族地商量临时商号的时候, 同样做次靠前的宋王李旭, 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林昭的桌子面前, 然后坐在了林昭对面, 这位宋王殿下看向林昭, 问得很是直接, 三郎, 准备何时离开长安? 岳王殿下微笑道, 明日开始, 平如君将会陆续离开长安城, 至于我, 恐怕要到年后才能动身, 说着, 他对着李旭笑了笑, 我好歹在长安也有宅邸, 师兄总不能不许我在长安过年吧, 李旭摇头也露出了一个笑容, 只要平如君离开长安城就好, 至于三郎你, 常住长安都没有问题, 那还是算了, 林昭看向一旁的林湛, 微笑道, 我家二郎, 刚才吓得连饭也不敢吃, 生怕宫里有人给我下毒, 我要是依旧待在长安, 将来恐怕也会像他这样, 听到林昭这句话, 李旭才看到林昭身边坐着的年轻人, 他目光微动, 对着林湛笑了笑, 原来是二郎到长安来了, 恩师身子可还好, 林俭是李旭的授业恩师, 早年林俭住在长安城任户布侍郎的时候, 李旭还常常到平康芳拜访他, 只是那个时候, 林二少年纪还不大, 与现在的模样有些出入, 因此李旭第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林湛面对林昭的时候, 还是笑嘻嘻的, 但是看到了李旭之后, 还是规规矩矩的低头行礼, 见过宋王爷, 家父一切都好, 多谢王爷挂念, 李旭大皱眉头, 你父亲是我授业恩师, 咱们便如亲兄弟一般, 连你三个见我都称呼一声师兄, 怎么二郎你去生分了? 林湛扭头看了一眼灵招, 见后者没有表示反对之后, 便再一次低头, 开口道, 见过师兄, 李旭这才满一点头, 他伸手拍了拍林湛的肩膀, 微笑道, 你三哥过不久就要离京了, 到时候, 二郎独居在长安, 闲来无事, 可以到宋王府坐一坐, 咱们师兄弟一起吃酒, 林湛低头道, 若能留在长安, 小弟自当从命, 李旭面露笑容, 二郎婚佩否, 林湛愣了愣,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愣神了片刻之后, 摇头道, 在越州纳了两个妾, 但是并未成婚, 这个时代的男性, 尤其是士族出身的男性, 是可以先纳妾再成婚的, 林湛没比林昭小上多少, 他现在也已经二十三四岁了, 只不过林二少生性比较浪荡, 再加上朝廷这些年, 经历了那么大的动荡, 以至于林俭夫妇俩, 未曾给他张罗婚事, 因此, 林二少只在越州纳了两个漂亮女子为妾, 至今无有正妻, 李旭呵呵一笑, 那二郎就先在长安住下, 为兄回头给你张罗张罗, 在宗室或者巷门之中给你寻个婆仪, 如何? 林湛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林昭, 没有答话, 岳王殿下低头喝了口酒, 然后淡淡地说道, 二郎他未必就会久住长安, 而且成婚的事情, 也要七叔与七叔母点头, 就不劳师兄费心了, 李旭之所以想要拉拢林湛, 根本目的是为了拉拢 还在越州重地的林检, 他很清楚, 林昭十分敬重这个同族的叔叔, 如果能把林检重新请回长安为相, 那么林检在一天, 平如君便会安分一天, 这对于朝廷来说, 无疑是莫大的好事, 李旭看向林昭, 正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一身紫袍的大太监周震, 一路小跑跑了过来, 来到了林昭面前, 恭敬低头弯腰, 岳王爷, 林昭起身, 神色平静, 周公公和事, 陛下启明去内殿相见, 此时, 文武百官包括两位异性王在内, 都是在吉仙殿的外殿, 而那位新登基的皇帝陛下, 只在开场的时候露了个面, 然后就消失无踪了, 林昭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林湛, 对着周震微笑道, 周公公, 我足地生性跳脱, 在这里待着, 恐怕会不太安分, 能让我带着他一起面圣吗? 周震愣了愣, 随即点头, 应该, 应该可以, 林昭点了点头, 扭头看向林湛, 声音中带着一些沙哑, 二郎, 随我去面圣, 林二少没有办法, 只能起身对着李絮拱了拱手, 然后跟在林昭身后, 走向吉仙殿内殿, 他一边走, 一边还在小声嘀咕, 三个, 你去面见圣人, 自己去就是, 小弟还没有吃饱呢? 你再留在那里, 就要被宋王哄骗的, 找不着北了? 林某人瞥了一眼林湛, 面无表情, 你要是真成了李家的驸马, 或者骏马, 我不说你, 七叔也要罚你, 林湛闻言, 苦笑道, 三哥你太小看父亲了, 如果真有这种事, 那便不是罚这么简单了, 小时候我读书不用工, 家里的戒齿, 都被他打断好几根, 兄弟俩说话的功夫, 已经跟在周震身后, 到了吉仙殿的后院, 周震推开帘子, 对着林昭公进弯身, 王爷请, 公子请, 两兄弟一前一后, 进了吉仙殿的内殿, 内殿的一处软榻上, 一个一身黑色袍芙的帝王, 正半靠在床榻上, 睡得很是神尘, 此时, 这位皇帝陛下, 已经退去了祭天时穿戴的滚服, 浑身上下轻便了不少, 不过他今天从凌晨便起床, 一直忙到了现在, 估计是累坏了, 歪在床榻上便睡了过去, 林昭默默走林, 也没有打扰他, 而是在后殿里, 找了把椅子坐下来, 耐心等待, 林湛坐在林昭对面,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软榻上熟睡的天子, 最终, 林二少咳嗽了一声, 对着林昭小声道, 三个, 这位新天子, 有些黑呀, 李玄通自小在民间长大, 而且跟着老关主一起, 经常风餐露宿, 因此, 一身皮肤都偏屈黑, 与正常那些细皮嫩肉的宗室子弟大不一样, 林昭白了灵战一眼, 不要乱说话, 咱们这位皇帝陛下, 可是玄门出身, 小心他化妆服, 把你给皱死, 林二少脸色一白, 低着头再不敢说话了, 整个越州林氏, 就属这位林二少, 最是昔命, 兄弟俩等了一会儿之后, 沉睡的皇帝陛下, 终于醒了过来, 他先是揉了揉眼睛, 看到了在不远处桌子上喝茶的林昭, 顿时响了起来, 他在睡过去之前, 曾经让周震去把林昭请过来, 见到林昭之后, 天子很麻利地, 从软榻上跳了下来, 三两不来到镜前, 然后拉着林昭的衣袖, 咬牙切齿, 林公子, 你可害苦我了, 今日, 还不到武功我就被人喊了起来, 一直忙活到现在, 我听说, 将来每一天都会是这个模样, 大周圣人咬牙切齿, 这样, 哪里有我以前做到事时, 想睡多久, 就睡多久, 来得痛快, 林昭看向这位丝毫不顾及形象的新帝, 呵呵一笑, 陛下如果想摆脱这个身份, 倒也容易, 明月便下旨, 让人静秀女进宫, 多生一些龙子龙孙, 将来随便选一个儿子当皇帝, 陛下自己做太上皇, 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极闲殿后殿之中, 已经正式登记的大周天子, 拉着林昭在一张矮桌两边坐下, 无助诉苦, 他早年当也到事的时候, 虽然日子过得苦了一点, 但是的确不用早起, 相比于现在要自由不少, 岳王殿下面带微笑, 听着皇帝吐苦水, 等皇帝说得差不多了之后, 林昭才微微低眉, 开口道, 道兄, 皇帝这个位置, 想要坐好不容易, 但是想要混日子却不难, 这其中的尺度, 你自己好好把握就是, 李玄通低头喝了口酒, 苦笑道, 莫名其妙成了皇帝, 总不能全部做事, 如果可以, 我还是想替百姓做点事情的, 林昭低眉, 如果道兄想做事, 那我可以交易教道兄如何做事, 林三郎看了一眼李玄通, 缓缓开口, 西北有朔方君, 未来五年时间, 西北的事情都交给朔方君去做, 让他们与土拨人周全, 而东北的契丹人, 林昭微笑道, 我来替道兄处理, 除了这两处编换之外, 北边的突厥人, 暂时形成不了威胁, 道兄道不必太过担心, 至于长安城里的问题, 林某人微微低眉, 开口道, 宗室之中, 宋王是可用的, 但是道兄用他, 主要是让他在长安城里保护道兄, 其人有眼高手低之嫌, 不可大用, 至于郑氏堂, 林某人看向李玄通, 微笑道, 现在的这个以曹松为首的郑氏堂, 道兄要想办法全部换掉, 只有道兄亲自组建郑氏堂, 将来才能够政令通达, 当然了, 短时间之内, 道兄还没有办法离开曹松这一届郑氏堂, 林某人低头喝了口酒, 淡淡地说道, 曹松这老货, 虽然贪拳, 但是玉事畏首畏尾, 将来有一天, 道兄要拿了他郑氏堂首魁的位置, 他心里即便不高兴, 也不会反抗, 说到这里, 林昭突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对了, 他有个大孙子待在身边, 十分宠爱, 道兄想要换人的时候, 可以给他这个孙儿安排一个差事, 他多半就会心甘情愿地退了, 小道士坐在林昭对面, 听得很是认真, 见林昭说得差不多了之后, 李玄通眨了眨眼睛, 开口道, 林公子, 我这些天住在宫里, 不少人与我说, 林公子你是朝廷的对头, 如何会, 林昭闻言也不反驳, 只是哑然一笑, 道兄能与我实话实说, 我还是很高兴的, 他低头饮酒, 然后看了一眼李玄通, 微笑道, 自泛阳之乱以来, 我所作所为, 乃一桩不是朝廷的末大功臣, 只是现在, 我已经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 又不愿意自负手脚, 这才引人诟病, 这其中是非厉害, 需要道兄自己分辨, 岳王殿下看向李玄通, 微笑道, 我花了那么多精力, 将道兄送到地位上去, 就是不想与朝廷的关系太差, 我若真是朝廷的对头, 此时根本不必离开长安, 只要平如君在长安一日, 长安城里所有人, 都要看我的脸色, 李玄通微微点头, 若有所思, 泛阳之乱后, 天下已经元气大伤, 需要休养生息, 林昭看向天子, 微微叹了口气, 道兄, 希望你我都能够坚守本性, 不要再心兵活,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道兄只要不从我手中夺刀, 咱们便是一世君臣, 此时的李玄通, 还听不明白林昭话里的这些政治隐喻, 不过他还是迷迷糊糊地点头道, 如果不是林公子, 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当上皇帝, 林公子不动手害我, 我自然不可能害林公子, 他看向林昭, 眨了眨眼睛, 哪一天林公子真的想当皇帝了, 就在回上安来, 我主动把这个位子让给你, 林三郎哑然失笑, 古往今来, 像道兄这样的豁达的天子, 真是闻所未闻, 他举起酒杯, 与皇帝碰了碰, 来道兄, 你我喝一杯, 李玄通点了点头, 端起酒杯, 与林昭狠狠碰杯, 君臣二人推杯换盏, 小道士从小到大没怎么喝过酒, 没过多酒, 就被林昭喝翻在地, 林某人摇了摇头, 缓缓起身, 看向一旁陪坐的林二少林湛, 淡淡地说道, 好了二郎,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回家去吧, 林湛连忙低头, 跟在林昭身后, 离开了极限殿, 走出了极限殿之后, 这位林二少才咽了口口水, 对着林昭竖竖起了大拇指, 三哥真是厉害, 林某人只有两三分醉意, 还很是清醒, 他扭头看了看林湛, 眯了眯眼睛, 何以见得, 那可是天子, 小声道, 我见到圣人, 一句话都不敢说, 三哥你, 却能侃侃而谈, 甚至还, 甚至还占了上风, 林昭微微摇头, 他现在还不是皇帝, 依旧是我十年前认识的那个小道士, 说到这里, 林某人回头, 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身后的极限殿, 微微摇头, 只是不知道, 我这位道兄, 能够在这个位置上, 维持多久本色, 时间如水, 很快, 时间就来到了大年初一, 新的一年, 万象更新, 朝廷因为有了新的皇帝, 自然也改了新的年号, 在大年初一这一天, 朝廷张贴榜文, 改元宏道, 这一年, 便是大洲的宏道元年, 改元之后, 刚刚登基没多久的皇帝陛下, 也对先帝留下来的清卷, 做出了处理, 先帝留下来的妃嫔之中, 有皇子的, 可以继续留在宫中, 等皇子成年之后风绝出去, 与皇子一起居住, 无有子嗣的, 一律遣送出宫, 分派到道观之中做了女官, 皇帝本人亲自下令, 年纪不大的妃嫔, 出宫之后可以再嫁, 这一举动, 导致朝廷内外赞赏纷纷, 毕竟现在, 长安城里大部分人, 都已经知道了这位新帝的绅士背景, 他, 可是被中宗皇帝杀了全家, 如今这个时候, 他还能善待中宗皇帝的后人, 着实是仁善之君, 当然了, 也有人对此时不同意见, 一部分人觉得, 新帝之所以仁德纯善, 是因为他还没有坐稳地位, 等他什么时候坐稳了地位, 中宗皇帝的后人们, 便不会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了, 正因为, 有这种风言风语, 一些中宗皇帝, 已经分番出去的子嗣, 已经主动上书请求, 要到外地就翻, 除了这些宗室的事情之外, 进入到了宏道元年之后, 一直赖在长安不走的岳王灵昭, 也准备搬家离开长安了, 从年初三开始, 岳王府便开始收拾东西, 一辆一辆马车, 从崇仁方出发, 离开长安城, 至于岳王殿下本人, 也准备在年初五, 正式动身离开长安, 大年初五, 岳王府一辆通体黑色的马车, 缓缓离开了重人坊, 马车里坐着一家三口, 这个时候, 崔芷晴已经出了月子, 正抱着墙包里的孩子, 哄他入睡, 林昭把他揽在怀里, 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儿子, 微微叹息, 孩子刚足月, 就让你们母子赶路, 是我对不住你们, 小儿已经睡着了, 崔芷晴抬头看了看林昭, 微微摇头, 夫君这是什么话, 咱们是一家人, 你去哪里, 咱们母子便跟你去哪里, 再说了, 崔芷晴轻声道, 继续留在长安城里, 咱们一家人都战战兢兢, 早点回青州去, 也是好事情, 说着, 崔芷晴忽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对了夫君, 你的封地是在越州, 咱们家要不要在越州也起一座王府, 将来闲了, 可以回越州住一住, 顺便, 顺便也让全儿跟着学艺学越州话, 林昭与谢战兰都是越州人, 再加上林昭的母亲林二娘, 平日里也说越州话, 因此, 青州的那座节度史府里, 大部分时间都是用越州话交流, 想学越州话, 在家里学就是了, 林昭轻声道, 以后, 让母亲教她说越州话, 至于在越州起王府, 她摇了摇头, 缓缓说道, 还是算了, 咱们近几年都没有办法回越州去, 平白无故起一座王府, 说不定会让一些人招摇撞骗, 林昭所说的招摇撞骗之人, 自然就是他那两个便宜哥哥了, 因为少年时期与那一边的矛盾实在是太深, 一直到现在, 林昭都看那边的人很是不爽, 崔芷晴握着林昭的衣袖, 轻声笑道, 说起越州老家的人, 上一次夫君让我教训教训他们, 我便派了两个人到了越州, 如今, 他眼睛弯成了月牙, 微笑道, 如今, 夫君在越州弄的那个故事会已经停刊了, 林家兄弟俩还因为这件事, 欠了外面不少钱, 现在估计正烧头烂额呢, 当年林昭在越州, 为了给林简平氏, 弄出来了一个名叫故事会的刊物, 这个刊物在他离开了越州之后, 便交给了父亲林清源打理, 后来林昭飞黄腾达了, 家里的另外两个兄弟, 还在越州无所事事, 林清源就开始用故事会的收入补贴家里, 甚至让林氏兄弟开始打理故事会, 再后来, 林昭完全不再理会越州故事会的事情, 甚至谢家也看不上这玩意了, 越州故事会的收入便都给了东湖镇林家, 林昭文言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崔芷晴, 六娘如何做到的, 花了点钱而已, 崔芷晴微笑道, 我让人去越州, 将他们那个书铺里的故事会买了不少, 连续买了半个月, 后来, 又跟他们说要买十万册, 拿到南方去售卖, 还交付了定金, 林昭这才明白了过来, 微笑道, 然后六娘派过去的人跑了, 没有兑现订单, 嗯, 崔芷晴点头道, 他们已经印了一小半出来, 又从纸商那里采买了许多纸, 订单没了, 便亏了一大笔钱, 说到这里, 崔芷晴微微皱眉, 不过林氏兄弟在越州似乎非常蛮横, 欠了那个纸商的钱, 因是拖着不给, 官府碍于夫君的名声, 也不敢管他们, 这就是麻烦之处了, 尽管林昭与那两个便宜哥哥, 有各种矛盾, 但是不管怎么说, 都是亲兄弟, 越王殿下的亲哥哥, 当地官府, 当然没有人敢管, 听到这里, 林昭眯了眯眼睛, 闷哼一声, 过些日子, 我自己找一个人到越州去认刺使, 正一阵越州的风气, 古斯班林昭是越王, 理论上来说, 整个越州都是他的封地, 当然了, 大洲封绝不封国, 越州还是朝廷的越州, 但是林昭这个地主, 如果向朝廷举荐越州刺使, 朝廷即便不给他面子, 也会给十万平如君面子, 夫妻俩说话的功夫, 马车已经来到了长安西门, 因为林昭要离京, 此时城门口有不少人相送, 宋王李旭, 其师道一家, 以及郑士堂守魁曹松, 皇帝陛下的车拈, 也到了西城门口, 前来相送大洲的越王, 本来, 林昭在朝廷里的人际关系, 并不是很好, 朝廷里的官员会来送他的, 不会很多, 但是皇帝陛下都亲自到了, 朝廷里能够数得招的人, 基本上也都来到了西城门, 送别越王, 等林昭的马车出了西城门之后, 他掀开车帘看了看, 然后跟身边的崔芷晴打了声招呼, 轻声道, 六娘, 外面有不少人送我, 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崔芷晴温柔点头, 一身黑衣的越王殿下, 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迈步跳下了马车, 他环顾四周, 然后就看到了天子的碾架, 以及天子碾架后面的一众熟人, 林昭夺步上前, 来到了天子碾架之前, 对着碾架微微欠身, 臣见过陛下, 碾架的车帘被掀开, 身着紫袍的皇帝陛下, 上下打亮了一眼灵昭, 然后很麻利地从龙脸上跳了下来, 他来到灵昭面前, 微微叹息, 此次一别, 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了, 灵昭微笑道, 等陈平定了契丹, 就再来长安面圣, 天子点了点头, 把灵昭拉到一边, 低声道, 林公子, 我师父, 跟你一起去青州, 你替我好生照顾好他, 这是灵昭一早就硬下李玄通的事情, 当即微微点头, 开口道, 陛下放心, 灵昭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看向皇帝, 低声道, 陛下, 火药制备之法, 你可以用, 但是不可以轻易交助于人, 必须要交给一个你完全信得过的人, 否则可能会给你自己招货, 这天底下, 知道完整火药方子的, 目前就只有李玄通师徒以及灵昭三个人, 当然了, 现在帝州火药署的那些匠人们, 也有不少人知道了, 火药这东西, 目前最大的用途还是用来守城, 对于整体的战斗力提升, 不会特别巨大, 如果李玄通很轻易地把这东西交出来, 说不定就会有人期待心, 至于李玄通的火药方子, 会不会让长安禁军咸鱼翻身, 灵昭对此持乐观态度, 火药只是一系列科技术的基础科技点, 另一个世界的火药, 从发现火药到军事化的过程, 用了数百年, 即便是数百年后, 火药都没有能够完全替代冷兵器, 而青州的火药, 已经在灵昭的指引下飞速发展, 远不是单单一个火药可以比拟的, 天子愣了愣, 然后微微摇头, 那东西杀业太重, 我已经下了决心, 不会再弄了,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灵昭, 灵公子最好也少用此物, 岳王殿下哑然一笑, 用还是要用的, 我还要用它, 替陛下镇守东北, 扫平气丹呢, 崔芷晴轻声道, 火药这东西, 目前灵昭在世界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可见的未来里, 平卢君的这种优势, 可能会持续十年乃至于二十年, 在这种情况下, 灵昭绝对不可能因为一些圣母的念头, 去自费武功, 与皇帝交流了一番之后, 灵昭离开了天子的年假, 开始跟送行的人一一道别, 等到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告别了一遍, 灵昭来到了站在最后面的大将军, 骑士道面前, 对着骑士道微微欠身, 微笑道, 师叔, 我要走了, 齐大将军深深地看了一眼灵昭, 微微低眉道, 三郎能够信守承诺, 我心里很高兴, 岳王殿下微微眯着眼睛, 微笑道, 齐大将军轻声开口, 明日, 灵昭笑了笑, 也不用这么着急, 师叔可以在长安多待一些时日, 陪一陪长公主, 齐大将军露出一口白气, 声音沉重, 按照三郎的安排, 我要去西北准备应付吐蕃人去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开口道, 那位出生胡族的北亭节度使, 也派人进京恭贺新皇登基了, 说明他还是大洲的臣子, 如果他肯全力配合朔方郡, 说不定还真有把康东平捉回长安的机会, 十大节度使之中, 北亭节度使忽延准, 是突厥人出身的胡家, 因为他的出身原因, 在康东平造反之后, 这位手握重兵的北亭节度使, 一直按兵不动, 没有任何动静, 态度很是暧昧, 如今, 这位姓忽延的节度使, 也向朝廷派了使者恭祝新皇, 那么说明, 还是有可以合作的可能的, 凌昭低眉, 微笑道, 这是好事情, 康东平这丝在关中作念那么多, 绝不能让他在吐蕃逍遥法外, 师叔努力一些, 尽快将此人拿回长安问罪, 齐大将军声音低沉, 我尽量就是, 两位节度使聚在一起, 说了差不多一炷香之后, 凌昭对着, 骑士道拱了拱手, 开口道, 师叔, 时辰不早了, 再不上路, 便快要到中午了, 青山不改, 咱们也俩来日再相见, 说吧, 凌昭对着骑士道, 深深意义, 齐大将军面色凝重, 对着凌昭也深深低头拱手, 三郎保重, 凌昭行礼之后, 对着骑士道笑了笑, 朔方军的兵权, 现在应该都是二郎在打理, 师叔将来可不要厚此薄笔, 亏待了齐兄, 齐家两兄弟, 老大齐轩喜好读书, 老二齐平也喜好武士, 这段时间, 齐士道离开朔方, 进入长安, 朔方军便一直是邵将军齐平在打理, 齐大将军微微摇头, 开口道, 这一点三郎放心, 老二很敬重他的兄长, 他们兄弟会和睦的, 凌昭不置可否,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与骑士道拱手作别, 这个时候, 长安来送他的人, 凌昭都已经告别得差不多了, 于是便来到了自己的马车面前, 对着众人拱手, 然后翻身上了马车, 这辆通体黑色的马车, 在凌昭上车之后, 缓缓启动, 越走越远, 渐渐消失在长安城东的官道上, 帝脸上的皇帝陛下, 目送着凌昭的离开, 然后吐出一口气, 缓缓开口, 回宫罢, 大太监周震连忙低头, 摆了摆手, 命令小太监们抬轿, 脸家刚刚起轿, 里面的天子忽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去请宋王来, 宋王李旭, 也在送别凌昭的队伍之中, 新帝召见, 他很快来到了帝脸面前, 对着碾架毕恭毕敬的下跪行礼, 陈李旭叩见陛下, 碾架里的李玄通叹了口气, 开口道, 王叔不必客气, 紧来说话吧, 很快, 李旭便进入了碾架之中, 坐在了天子对面, 他看了看面前的皇帝陛下, 微微低眉, 为之陛下召见, 是有些事情, 要与王叔谈一谈, 天子看向李旭, 缓缓说道, 岳王离京之前, 与朕说过, 整个长安城里, 宋王叔是最宫中体国之人, 正在长安城毫无根基, 将来还需要王叔多多扶持, 不敢, 李旭连忙摇头, 开口道, 左驻朝廷乃是仁臣本分, 陛下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 臣力所必尽, 天子点了点头, 开口笑道, 阵前半生流落民间, 现在初登地位, 一时半会, 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这段时间, 王叔多来宫里走一走, 交易纠正, 宋王点头, 陛下吩咐, 臣自当听命, 皇帝陛下与李旭说了一些客气话之后, 突然看了一眼后者, 轻声问道, 王叔, 你觉得岳王其人如何? 李旭神色微变, 他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缓缓低头, 琢磨不定, 臣也看不透他, 李旭吐出一口浊气之后, 开口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 如今长安城能够重新恢复稳定, 朝廷能够重新恢复秩序, 岳王功不可没, 而且李旭缓缓开口, 他在长安的这段时间, 臣曾经数次要杀他, 他也察觉到了, 宋王迪没到, 按理说, 臣要杀他, 他也应该要杀了臣, 但是他却没有动手, 还向陛下举荐了臣, 这种气度, 臣大约是比不上的, 当初在武功县, 以及后来的长安城里, 李旭的确数次对林昭动了杀机, 并且已经付诸了行动, 林昭赶走了王府之后, 便在长安城大权独揽, 以当时的情况, 他可以杀长安城里的任何人, 甚至包括身在长安的骑尸道, 自然也就包括李旭, 不过, 林昭出于种种原因, 并没有动手, 皇帝陛下低头想了想, 然后微微点头, 朕与岳王也相识十多年了, 其人的确让人琢磨不透, 他缓缓说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现在的朝廷而言, 他与李家有功, 总是不会错的, 李旭低头乘势, 这位宋王殿下沉默了片刻, 突然抬头看了看皇帝, 开口问道, 如果臣知道的不错, 陛下的那位老师, 应该是跟随岳王一起去了青州吧, 李旭缓缓问道, 这是他约束陛下的手段吗? 李旭通愣了愣, 然后哑然失笑, 市政请求他, 把师父带出长安的, 皇帝陛下眨了眨眼睛, 深深地看了一眼李旭, 师父如果留在长安, 恐怕会成为旁人约束症的手段, 乌飞吐走, 春去秋来, 转眼间已经是红道三年, 从红道元年到红道三年, 朝野难得地安定了三年, 这位来自于民间的天子, 很能体会生命极苦, 因此, 这三年时间, 已经战乱数年的观众, 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再加上李旭通这个人, 不怎么爱折腾, 这三年时间里, 要么是在甘露殿里读书, 要么就是在正式堂里, 跟几位宰相学习如何处理正式, 不过虽然他经常在正式堂, 但是却基本上不怎么插手正式, 只要正式堂几位宰相, 做得不是很过分, 皇帝陛下一概点头答应, 正因为此事, 长安城里一些好事之人, 私下里把新帝称作点头天子, 当然了, 点头天子, 也有点头天子的好处, 在这种特定的时期, 一个不折腾的天子, 比起那位喜欢大兴土木的先帝, 要好了不知道多少, 最起码, 曾经一片乱象的长安城, 现在已经渐渐恢复了一些生机, 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青州城, 也迎来了第二次扩建, 这一次扩建, 规模极大, 青州的岳王府召集了数万名夫, 将青州城的城区, 又向外扩张了一倍有余, 事实上, 因为青州城这些年发展迅速的原因, 城里的空间早已经不太够用了, 即便没有扩城, 城外也已经搭建了许多简陋的木屋, 之所以, 会有这么繁荣的场景, 主要是因为, 青州城里的那位岳王爷, 大肆发展商业的原因, 因为大通商号的原因, 青州的商业底子, 本来就不弱, 临朝回到青州之后, 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临时商号上, 同时大力发展商业, 以至于现在, 青州的商业极其繁荣, 要知道, 这个时代, 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 林俭的小儿子林湛, 哪怕是回岳州耕田, 也不愿意替林昭打理临时商号, 可想而知, 其他地方的商人地位, 又该如何低下? 事实上, 即便是那些在长安东西二世里, 挣了大钱的富商, 在长安城里, 也挤不进上层圈子里, 而岳王爷, 便很重视商人, 他从长安回来之后, 便在岳王府里, 宴请青州商人, 已经在岳王府里摆宴十余次, 请这些青州商人吃饭, 同时, 岳王府下属各州郡, 也都有扶持商人的政策, 以至于现在的青州城, 成了大州东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没有之一, 更重要的是, 青州是靠海的, 洪道两年的时候, 青州的港口就已经建了起来, 如今已经成了大州东部最大的港口, 每日来往商船数十辆, 这天是洪道两年的二月初时, 岳王府里再一次张灯结彩, 设宴邀请青州城里的乡身, 富商以及青州小巢亭里的一些重要官员, 平卢军里一些重要将领, 也都一一到场, 今日, 岳王府弄瓦之喜, 岳王妃在一个月前生下了一个郡主, 今日是小郡主的满月宴, 这是岳王爷的第三个孩子, 前两个都是儿子, 大儿子, 也就是岳王府的世子林青, 已经接近九岁, 小儿子林全也已经满了三岁, 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女儿, 岳王爷很是开心, 每日抱着这个大闺女不离手, 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岳王府前院大雁冰棚, 岳王爷抱着自己的女儿出去转了一圈, 便回到了后院, 把孩子放在了谢坦然手里, 微笑道, 夫人, 你来抱一会儿, 这个女儿是岳王妃谢坦然所出, 也是他们夫妻俩的第二个孩子, 此时的谢坦然已经与林昭成婚近十年了, 他伸手接过这个孩子, 然后温柔地看了一眼林昭, 轻声道, 夫君有公事要处理, 林昭点头, 刚才昭明先生让我过去一趟, 公事要紧, 谢坦然温婉一笑, 你去忙吧, 林昭点了点头, 刚走出两三步, 便回头看了看谢坦然, 苦笑道, 对了, 清儿昨天又把家里的先生气个半死, 我说话他不肯听, 只有夫人说话才好用, 等会夫人好好教训教训他, 谢坦然微微白了林昭一眼, 轻声道, 还不是你, 平日里惯得他太厉害, 弄得他全部叛逆了, 林昭微笑道, 也不是惯, 这小子虽然顽皮, 但是毕竟没有犯什么大错, 你呀, 谢坦然抱着小女儿起身, 轻轻地瞥了林昭一眼, 轻横道, 你再这样放纵他, 将来如何能够成妾, 你看人家二郎, 刚满三岁, 便可以被签字文了, 个人秉性不同, 林昭微笑摇头, 要我看, 老大要比老二, 要灵性一些, 说完这句话, 林昭便迈步离开了后院, 没过多久, 他就来到了节度使衙门之中, 林昭现在虽然在青州有一座月王府, 但是月王府与青州没有关系, 青州幽州, 以及二十多个州郡的上级衙门, 是平卢节度使府, 因此, 除了月王府之外, 青州还有一座节度使衙门, 这座衙门距离月王府不远, 只有几十步距离, 平日里是掌使沈辉主持, 到了节度使衙门之后, 林昭很快在班房里, 见到了沈辉, 昭明先生, 林昭对着沈辉拱了拱手, 满脸笑容, 沈辉沈昭明, 现在是青州绝对的二号人物, 当然了, 之所以他是青州的二号人物, 并不在青州, 如果陪捡赵歇都在青州, 沈辉的第二的地位, 便不太安稳了, 沈辉连忙起身, 对着林昭低头拱手, 王爷, 林昭看着沈辉, 微微一笑, 昭明先生找我什么事情, 有些事情, 需要王爷决断, 沈辉低头苦笑, 本来应当去王府求见王爷的, 只是今日王爷弄瓦之喜, 青州上下的官员, 大多不在其位, 属下这里实在是太忙, 脱不开身, 林昭摇了摇头, 有些不太好意思, 是我给先生惹麻烦了, 他一边说话, 一边伸手接过沈辉递过来的两份文书, 一一展开, 第一份文书, 是幽州的战况, 三年前, 林昭带兵返回青州, 然后青州开始大报兵, 至今, 平卢军的人数明面上是十万人, 但是暗地里有多少, 恐怕只有林昭与裴检两个人心里清楚, 兵力增上来之后, 林昭并没有急着出兵与契丹人决战, 而是分批次派遣新兵到幽州去, 在裴检的带领下殴打契丹人, 三年时间下来, 契丹人已经替林昭训练出了大量优质的新兵, 而这份情报是裴检送来的, 大概的意思是, 契丹人在一个月前大败突厥人, 如今已经占据突厥大量土地, 势力暴增, 林昭皱了皱眉头, 打开了第二份文书, 这份文书是长安送来的, 信封并未拆开, 看起来是刚送到没多久, 林昭看向信封上的玄通二字, 目光微动, 李玄通这个名字是天子曾经用的名字, 在他重新回归宗室之后, 写在宗府经册上的名字便不再是李玄通, 而是李玄, 天子李玄, 如今, 天下人谁都知道长安的圣人名叫李玄, 李玄通这个名字已经被埋在了时光的尘埃里, 如今, 居然在长安的书信上又看到了这个名字, 更奇怪的是, 如果是皇帝寄过来的书信, 应该即便不是圣旨, 也应该与圣旨没有多大区别, 应当是长安的太监们亲自送来, 不应该一声不响地出现在节度使衙门里, 林昭瞥了一眼沈辉, 问道, 先生, 这封信是如何送来的? 与兵部公文一起送来的, 沈辉微微低头, 苦笑道, 因为幽州战士, 兵部常有公文过来, 属下原先还以为是普通的公文, 直到看到信封上的名字便赶紧让人请王爷过来了, 林昭微微点头, 伸手拆开了这封信, 信里的内容不长不短, 内容也很简单, 林昭看完之后, 神色有些复杂, 沈辉站在林昭身后, 低眉问道, 王爷, 是陛下的书信吗? 李玄通这个名字, 虽然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早年李玄通曾经到过青州, 帮着林昭弄火药, 那个时候, 沈辉已经是青州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了, 因此, 他认得李玄通也记着这个名字, 林昭微微点头, 是陛下的私信, 沈辉小声问道, 内容可说否, 可说, 没什么不可说的, 林昭把信放回了沈辉手里, 淡淡地说道, 三年前, 陛下刚刚登基的时候, 怕长安城里, 有人拿他师父的性命相邪, 便请我把他师父带到了青州来, 好生照顾, 那时候我与他约定, 什么时候他能控制长安局势了, 便写信给我, 让我把他师父送回去, 说到这里, 林某人眯了眯眼睛, 眼神有些复杂, 一转眼, 三年时间过去了, 沈辉站在林昭身后, 微微有些诧异, 听说咱们的这位陛下, 在长安城里, 被人称为点头天子, 如何能够控制长安局势, 不险山不露水的人, 才是最是厉害, 林昭看了看沈辉手里的书信, 微笑道, 他能给我写这封信, 说明他对掌握长安城, 有一定的把握了, 他是被他师父带大的, 如果没有把握, 不会给我写这封信, 沈辉点了点头, 他看了林昭一眼, 问道, 那王燕宁, 要不要把老人家送回长安去, 说到这里, 沈辉顿了顿, 低声道, 如果老人家与陛下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留在青州或许有用, 这倒不必, 岳王殿下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淡淡地说道, 我当年应承他的事情, 当然要信守承诺, 况且如今的青州, 林某人自信一笑, 也不需要依靠一个老人家, 来做些什么, 说到这里, 林昭扭头, 看向长安城方向, 似乎远隔千里之外, 看到了那位坐在长安城里的天子, 让我有些好奇的是, 三年时间, 他信中所说的掌控长安, 到底掌控到哪种地步了, 沈辉微微欠身, 开口道, 王爷, 长安城的事情倒可以放一放, 幽州那边的事情有些召集, 要您来拿方向, 他沉声道, 契丹人这一次大败突厥, 锐气更胜, 裴将军说, 他们在幽州之外大量集结, 准备强攻幽州, 兑现当年康贼许给他们承诺, 他扭头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 缓缓说道, 这三年时间, 我一直小心翼翼, 生怕一次打疼了他们, 他们就不肯替我们来练兵了, 说到这里, 岳王殿下眯了眯眼睛, 眼中凶光影线, 突厥人已经日落西山, 吃败仗并不奇怪, 如果这些契丹人敢大肆进攻幽州, 我会让他们好好记住这个教训, 说完这句话, 林昭看向沈辉, 微笑道, 这件事, 回头我亲自给裴将军写信安排, 昭明先生就不要过问了, 林三郎笑容平和, 先生, 还有别的事情吗? 还有, 省灰面露难色, 低声道, 王爷您, 上两个月交代下来的事情, 让各州郡以考试取官吏, 这件事已经传到了长安去, 长安城里的官员, 御史, 都在骂王爷您私涉苛口, 说您有, 有割据立国之嫌, 什么叫割据之嫌? 岳王爷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咱们从永德五年长安陷落开始, 不就已经开始割据了吗? 沈灰面露苦笑, 王爷, 这些话, 是不能放在明处的, 无论如何, 平庐节度师府, 依旧是大州的官署, 朝廷里那么多人弹劾王爷, 毕竟对咱们不利, 没什么不利的, 林昭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地说道, 他们不嫌废纸, 就让他们弹劾去, 朝廷真要是拿我们有办法, 本王现在已经死了几十次了, 说到这里, 林昭突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问道, 对了, 赵府平在长安如何? 上好, 沈灰低声道, 赵将军仍是禁军副将, 平日里负责禁军的训练, 如今关中渐渐恢复了生息, 朝廷的禁军人数也近十万人了, 说到这里, 沈灰顿了顿, 继续说道, 赵将军今年已经两次来信, 说想要返回青州了, 林昭想了想, 摇头道, 既然他在禁军过得不错, 那就继续留在长安吧, 看向沈灰,微笑道, 现在咱们手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阔城的事情, 城外数万民夫不能断了粮食, 也不能亏待了他们, 岳王殿下轻声道, 这一次阔城弄得好了, 以后青州城就是天下除长安洛阳之外, 有数的几座大城之一了, 沈灰也跟着笑了笑, 即便是现在, 青州的人口已经距离洛阳不远了, 这位年过半百的读书人轻声感慨, 属下是土生土长的青州人, 王爷宁到青州, 不到十年的时间, 青州便已经天翻地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属下是绝对不敢相信的, 非我一人之力, 临昭青声道, 重要的是, 那些在青州做生意的商人, 他们带来了财富, 带来了人口, 也带来了繁荣, 青州城的商人, 替咱们养活了一半平如君, 沈灰微微点头, 青声道, 属下从前觉得, 商人都是借尖巧夺名利的小人, 如今看来, 这些商人的确能够繁荣一地, 话说到这里, 沈灰长长地叹了口气, 只不过天下之鼠有数, 商人无非买东卖西, 是损别的以利青州, 这就是这个时代, 士大夫对于商人的看法了, 邻昭微微摇头, 大商人可以聚集资源, 集中生产, 效率是要高尚不少的, 岳王爷伸手拍了拍沈灰的肩膀, 微笑道, 天下之鼠未必有数, 况且, 天下除了吃饭, 还要穿衣, 商人虽然逐利, 但用得好了, 也可以利国利民, 在节度石府处理了一些杂事之后, 邻昭便换上了一身便服, 来到了青州城里, 此时青州城的外围正在扩建之中, 街道上免不了尘土飞扬, 一路走来颇有些狼狈, 从前邻昭在长安的时候, 不管是去哪里, 身边总会有数十个敬畏陪伴, 但是现在是在青州, 他的大本营里, 铜前卫遍布青州上下, 他在青州城里, 基本上就是绝对安全的, 在节度石府外行走了没多久, 邻昭便在一处到关门口停了下来, 现在, 青州城已经接近十万户, 这个规模的城市, 在整个大州可以稳稳排进前五, 甚至可以排进前三, 正因为如此, 城里自然而然衍生出了种种产业, 其中就包括道观与佛寺, 邻昭来到的这个道观, 是长安城御清关在青州的分关, 早年是御清关那位赵天师, 亲自在青州建立起来的, 这座道观建成之后, 赵天师主持了几年, 便飘然远去了, 三年前, 邻昭带着纯阳关的老关主来到青州, 因为不知道如何安置他, 便索性让他住在这座道观里, 这座道观规模不小, 罐中的道士有二三十人, 邻昭本来想让他当这座道观的观主, 但是老道士蜿蜒谢绝, 就在这座道观里, 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老道士, 每天除了与观里的道士们一起讨论单道之外, 便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练单, 三年时间, 这位老观主弄出了五六次爆炸, 来到了这座道观之后, 赵天师的徒弟很快迎了出来, 对着邻昭毕恭毕敬的行礼, 王爷, 我要见李道长, 这群道士立刻低头, 毕恭毕敬的说道, 王爷随平道来, 没过多久, 林昭就在这些道士的带领下, 来到了道观后院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里, 领头的道士对着林昭低头苦笑, 王爷, 李道长平日里喜欢炼丹, 经常, 经常炸开, 没有办法, 只好让他一个人单独居住, 我知道了, 林昭挥了挥手, 你们且退下吧, 一群道士恭敬低头, 然后纷纷退了下去, 林昭走到小院子门口, 敲了敲门之后, 很快就在院子里, 见到了精神头还算不错的李老头, 月王殿下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夺步走了进去, 看向老道士, 老观主进来可好, 老道士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林昭, 微微低头, 老道到青州之后, 吃得好, 睡得好, 最怕见到的就是王爷你, 如果王爷不来找老道, 老道就一切都好, 林昭看了看老头, 缓缓摇头, 老观主大抵是觉得, 我会用你来威胁长安的天子, 如果真是这样想, 岳王殿下在院子里, 镜子坐下, 然后淡淡一笑, 事实上, 我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威胁陛下的, 老道士在林昭对面坐了下来, 深深地看了一眼, 这位已经奔三的岳王殿下, 微微低头, 那王爷今天亲自来, 是为了林昭没有说话, 伸手从袖子里, 取出那封长安送来的书信, 淡淡地说道, 老观主请看, 你的那位弟子, 想要把你接回长安了, 老道士接过这封天子的亲笔信, 来回看了好几遍之后, 神色变得更加复杂, 陛下他, 心思醇厚,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在三年之内控制长安, 这封信, 多半是他被人哄骗了才写出来的, 我原先也这么想, 林昭坐在老道士对面, 淡淡地说道, 我猜会不会是宋王想要把老观主接回长安, 然后借老观主之手, 来控制圣人,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可能性不大, 岳王殿下眯了眯眼睛, 看向老道士, 从宏道两年, 也就是去年开始, 朝廷的宗府开始对宗室严加管控, 短短一年时间, 宗府已经将十几位宗室夺绝, 贬为庶人,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缓缓说道, 这十几个宗室当中, 有三位是中宗皇帝的皇子, 当今圣人, 与中宗皇帝一戏是有血海深仇的, 因为圣人的祖父祖父, 生父生母都是死在中宗手里, 死在中宗朝的司公台手里, 三年前当今圣人刚即位的时候, 林昭的旧父郑通便跟他说过, 这位皇帝只要能够坐稳地位, 早晚会清算旧院, 虽然现在弄不清楚, 天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就目前的现状看来, 天子对于中宗一戏的报复已经开始了, 虽然还没有见血, 但是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不管是在朝廷主政的宰相曹松, 还是一心辅佐皇帝的宋王, 都与中宗皇帝一戏有莫大渊源, 曹松本就是中宗朝的宰相, 而宋王李旭虽然不算是中宗一戏, 但是他早年与先帝交好, 关系莫逆, 如果皇帝没有在长安取得一定程度的主动, 那么这些宗室应该就不会被处理, 老关主神色微变, 他抬头看向林昭, 皱了皱眉头, 难道近三十年时间, 老道还看不透一个人? 那也未变, 林昭摇头, 缓缓说道, 三十年当然足够看透一个人, 只是时依时依了, 如今玄通道兄已经不再是纯阳官的那个小道士, 心中想的自然与从前不一样, 他看向老道士, 微笑道道长愿意回长安否? 如果道长愿意, 我这就派人送道长回长安, 老道士神情微动, 老实说他心里肯定是想回长安的, 倒不是说为了什么荣华富贵, 而是他从小把李玄通养大, 两个人之间情同父子, 他现在年纪也大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一命呜呼, 自然想着去长安看一看李玄通, 老道士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老道若是想回去, 王爷肯放我回去吗? 这个当然, 岳王爷不假思索地说道, 当年他要我应承照顾道长的事情, 不然不肯登基, 我既然应下来了, 自然要说道做道, 林昭微笑道, 道长想什么时候回长安, 便什么时候回长安, 那好, 老道士吐出一口浊气, 开口道, 老道, 年纪大了, 今年只觉得腿脚也不太灵便了, 说不准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 既然王爷肯送老道回长安, 老道, 也想回去看一看长安人物, 他本身就是关中人, 不然当年也不会被选进东宫, 此时, 他当然想要落叶归根了, 那好, 明天我便派人, 把道长送回长安去, 林昭看向老道士, 微笑道, 道长回了长安之后, 面见陛下, 记得替我转告陛下, 就说, 林昭信守了当年的承诺, 没有食言, 老道士滴眉道, 假使能活着见到陛下, 老道一定转达, 李玄通究竟有没有掌控长安城, 对于平卢军来说, 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即便现在整个朝廷的力量加在一起, 也比不过平卢军, 而且李玄通这个人, 即便有了替父祖报仇的心思, 多半也没有南征北战的心力, 他坐在地位上, 平卢军可以安心发育, 就以现在平卢军发展的速度来说, 再过两年, 平卢军的战斗力就会达到全胜, 到时候, 林昭在与契丹人掰手腕的同时, 还可以奋兵出去, 把太原的王府给平了, 平卢军仍旧是大洲的军队, 因此其他的截度时, 林昭是没有办法碰的, 不过王府现在已经是大洲的叛臣, 林昭去打太原, 名正言顺, 当然了, 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摆在林昭面前的另外一件大事, 是即将准备入侵的契丹人, 他离开了道观之后, 先是吩咐了一番赵成, 让赵成安排人手, 送老道士回长安, 安排好了这件事之后, 他便回到了岳王府, 来到了自己的书房之中, 整个岳王府里, 就树林昭的书房面积最大, 书房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书, 以及节度师傅送过来的一些, 需要他亲自处理的重要文件, 岳王府的这个书房, 就是整个青州小朝廷的核心, 整个岳王府里, 也就林昭的两个夫人, 能够随时进出书房, 帮着他整理一些文书, 当然了, 谢戴然毕竟从小没有接触过这些, 对于些文书也不明胆, 平日里负责林昭秘书工作的, 主要是岳王府的侧妃崔芷晴, 回到了书房之后, 林昭坐在了自己的椅子上, 准备提笔给幽州的裴检写信, 他刚提笔写了几十个字, 便觉得有些不妥, 将废纸捏成纸球, 丢进了一旁的直楼里, 林昭一连写了三四遍, 都觉得不太合适, 全都变成了废纸, 在这个时候, 一身淡紫色宫装的崔芷晴, 端着一碗热茶走了进来, 他把热茶放在林昭身边, 轻声问道, 什么事情, 让夫君这样烦心? 林昭伸手接过茶水, 喝了一口之后, 微微摇头苦笑道,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契丹人不太安分, 现在正在幽州城外集结, 估计再有半个月, 幽州将会有一场大战。 崔芷晴站在林昭身边, 帮着他研磨, 然后轻声道, 咱们家在幽州的兵力, 应该不至于惧怕契丹人才是, 怕到不至于怕。 林昭迪没到, 平卢军的一半兵力都在幽州, 那边的火器营都有一万多人, 真打起来, 我们不但不会吃亏, 甚至还能给契丹人来一下狠的, 只是, 崔芷晴很懂林昭的心思, 站在一旁轻声笑道, 只是这样一来, 夫君藏桌三年的功夫, 就白费了, 是不是? 林昭哑然一笑, 六娘简直像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三年前, 平卢军占据长安的时候, 林昭的势力, 就已经让长安城里所有人忌惮, 因此, 他回到青州之后, 刻意韬光养晦了一段时间。 这三年时间里, 平卢军的兵力数量一直沉迷, 只有林昭与裴检两个人知道。 除此之外, 幽州那边的驻军, 几乎隔几个月就会换成新兵, 因此, 幽州抵御契丹人的战绩, 不会太好看。 而那些被战火淬炼过的新兵, 在成为老族之后, 便会被林昭从幽州调集, 转移到其他地方训练。 在铜前卫细致的情报工作下, 这些兵力虽然不能完全隐藏, 但是足以让其他势力看不透了。 更因为平卢军的兵力, 常常莫名其妙地消失, 也会让其他势力误判, 觉得平卢军在应对契丹人的过程中, 伤亡惨重。 岳王殿下微微低眉, 开口道, 这几年, 咱们藏头鹿尾, 终于变得不怎么起眼了, 可是契丹人大举来功, 又不得不等。 如果咱们打退了大股契丹人, 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的忌惮, 说到这里, 林某人目光微宁, 我还准备等过两年, 悄悄摸摸地拿下太原呢。 按照林昭原先的计划, 等凭卢军的战斗力接近巅峰的时候, 到时候可以明面上在幽州与契丹人死磕, 被地里奋兵前往太原, 将河东郡的地盘吃下。 王府的地盘, 是与原先泛阳九州接壤的。 林昭现在实际控制的周郡, 远胜当年的范阳军, 他的地盘自然与王府接壤。 如果能够拿下河东郡的地盘, 那么林昭就可以把另一个关口握在手里, 到时候, 他就是真正掌握整个大州的东北。 与此同时, 他也能真正直面契丹人与突厥人两股一族。 到时候, 他也不用再担心王府这老家伙, 北上投靠突厥人了。 崔芷晴站在林昭旁边, 低眉道, 夫君, 如果咱们兵力足够的话, 现在也可以试一试。 他声音轻柔, 让赵歇将军带兵在幽州, 正常抵御契丹人, 然后命令陪将军领兵, 从定州, 横州, 直扑太原。 林昭微微摇头, 这个法子我也想过, 但是这一次突厥人来都不小, 两面作战的话, 对于咱们来说, 有些吃力, 拿不拿得下太原倒是两说, 可一旦幽州失手, 被契丹人闯了进来, 我这个平庐节度使, 便对不住幽州百姓了。 此时, 林昭面前的茶水已经空了, 夫君,这些东西你在书房里一个人想, 是想不出什么头绪了, 切身觉得应该请军中的诸位将军坐在一起, 这样才能知道到底能不能打。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点头, 是这个道理。 他低头想了想之后, 沉声道, 也好, 我许久不曾去幽州了, 明日便动身去一趟幽州。 说着, 他又低头喝了口茶, 然后抬眼瞥了一眼崔芷晴, 轻声道, 六娘啊。 崔芷晴温婉一笑, 夫君你说, 听说, 你已经在逼着全背签字文了。 林昭摇头苦笑, 他才三岁, 会说话都没有多久, 如何能这样崔逼, 还是要温和一些的好。 崔芷晴在林昭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看向林昭, 轻声道, 切身也是没有办法。 按现在天下的局势来看, 将来咱们岳王府, 多半要面对天下诸侯, 全多一些本事, 也能替他兄长分担一些。 再说了, 崔六娘偷偷地看了一眼林昭, 轻声道, 我听母亲说过, 夫君你三岁的时候, 不仅可以被签字文, 都可以读经书了, 全是你的儿子, 应该不会太差才是, 听到这里, 林昭有些无语了。 他的母亲林二娘, 老喜欢跟两个媳妇, 说他小时候的事情, 他刚出生, 便有一个成年人的灵魂, 与普通的小孩, 自然不一样。 大儿子早年背书的时候, 谢旦然与现在的崔芷晴, 一般无二。 但是这种事情, 是解释不清楚的。 岳王殿下微微摇头, 开口道, 还是莫要崔逼太甚, 让全儿开心几年吧。 崔芷晴目光转动, 温婉一笑, 都听夫君的。 因为事情有些紧急, 这一次, 林昭没有坐马车, 而是领着百渔骑, 一路骑快马, 从青州赶往幽州。 青州到幽州并不是很近, 足有八百余里, 好在众人不必爱惜玛丽, 在第三天下午, 才勉强赶到了幽州城。 此时的幽州城, 也与当年范阳军治下的幽州城, 不太一样了。 幽州, 是林昭麾下最为重要的周郡, 几乎没有之一。 早年在康东平治下的时候, 这里就是一个军阵, 如今除了军阵的作用之外, 还充当了与契丹人交易中转的责任。 虽然这几年来, 双方屡有摩擦, 甚至还动过不少刺手, 但是林昭并没有禁绝与契丹人的贸易。 他的临时商号与大通商号, 一直在跟契丹人做生意, 主要是跟他们采买动物毛皮, 以及药材等等。 现在的幽州城, 也有六七万户人, 比起从前康东平治下的时候, 要繁荣不少。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是边镇, 常有战士, 这里的人口甚至可能会超过青州。 因为事先打了招呼, 林昭还没有到幽州, 裴检与赵歇两个人, 就远远地把他迎进了军营里。 到了军营之后, 裴检便把林昭请进了帅杖之中坐下。 众人都落座之后, 这个大胡子将军满脸笑容, 对着林昭憨后一笑, 王爷, 契丹人虽然来势汹汹, 但是咱们幽州尽可以应付得下, 您不用亲自跑一趟。 林昭没有说话, 又看向了一旁的赵歇。 赵歇, 现在自然是裴检的副将, 不过裴检带兵西进的时候, 他在幽州主持了很长时间的军务, 因此在幽州的地位, 并不比裴检差上多少。 赵歇这个人, 性格要严肃一些, 他微微低头, 开口道, 王爷, 契丹人近年人口暴增, 这一次, 他们估计会纠结近五万人进攻幽州, 这些契丹人战力强横, 正面已经完全不输突厥精锐, 不过如裴将军所说, 咱们聚成而守, 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岳王爷目光微宁, 没有直接说战事的问题, 而是开口问道, 幽州新上任的刺史, 与你们配合得还好吧? 幽州刺史, 应该是整个青州小朝廷里, 除了省会之外, 最重要的文官了。 前些年, 因为幽州是前线的原因, 必须军政合一, 因此, 幽州刺史是赵歇在兼任。 但是随着这些年青州小朝廷的局势稳固, 在省会的建议下, 节度石府在宏道元年的年末, 向幽州派遣了一个刺史。 这个刺史姓周, 单名一个福字, 乃是省会省昭明的童年近史, 同样也是青州人, 与省会相交莫密。 在永德年间, 周福便在青州小朝廷为官了, 不过那个时候, 他是在青州左近的来州做刺史, 省会的建议下被调任幽州。 不提起这个幽州刺史还好, 提起这个幽州刺史, 裴俭立刻变黑了脸, 就连性格沉稳的赵歇, 也目光闪动。 林昭坐在主位上, 将两个主将的表情看在眼里, 他继续问道, 怎么? 他与二位配合得不是很愉快。 裴俭闷哼了一声, 看向赵歇, 我嘴笨, 你来说。 赵歇点了点头, 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开口道, 王爷, 这位新任刺史就任幽州, 已经差不多一年半时间了, 别的方面倒没有什么, 就是形式太过古板, 幽州军的钱粮, 一般是幽州刺史府之取, 不够的再从其他州军调用, 但是这个周刺史, 每一次运送钱粮, 点验之后就不肯再出一点粮食了, 有时候, 咱们多抓了一些俘虏, 军中的粮食便不够吃了。 说到这里, 赵歇顿了顿, 开口道, 再有就是, 刺史府对于幽州军过于苛刻, 他就任以来, 刺史府已经抓了咱们军中近百将士了, 军中将士, 差点就跟刺史府起了冲突, 说到这里, 赵歇微微低眉, 开口道, 总之, 这位周刺史, 虽然适事按规矩办事, 但是这一年多来, 幽州军远, 没有从前那样舒服了, 不少将士还跟末将告过状, 临朝点了点头, 他低眉道, 从前赵将军兼任幽州刺史的时候, 幽州军需要幽州, 冀州, 潭州, 以及龟州四周的钱粮供养, 有时候还需要从其他周军再调钱粮过来, 但是周夫人刺史以来, 只幽州一周, 便可以供养幽州军八成钱粮, 赵歇脸色微变, 立刻起身, 半跪在林昭面前, 低头道, 王爷, 这是因为幽州近两年以来, 人口增长, 再加上, 林昭摆了白手, 打断了他的话, 赵大哥, 你是五人出身, 李正若一些是正常的, 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只是, 林昭上前, 把赵歇扶了起来, 开口道, 只是这位周刺史, 打理政务的确有一套, 即便幽州军有些不舒服, 我也希望二位将军克制一些, 毕竟, 林昭微笑道, 毕竟他也没有短过幽州军一粒粮食, 裴剑与赵歇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心里多少明白了一些林昭的意思, 当即立刻点头, 莫将遵命, 林昭看了看两个人的表情, 笑了笑, 不过既然幽州军有些不舒服, 那么从今以后, 我让林氏商号每个月再送一千弹粮食, 送到幽州军来, 一千弹粮食, 可以让一千多将士, 饱饱地吃一个月, 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已经不算少了, 两个将军都面露喜色, 连忙对着林昭低头致谢, 岳王爷重新坐回了帅仗礼, 看向两个将军, 缓缓开口, 好了, 接下来, 我们说正事, 他看向帅仗礼的护卫, 沉声道, 你们都出去, 在仗外候着, 帅仗礼的人很快都统统离开, 只剩下林昭与幽州军的两位, 将军坐在帅仗礼, 等所有人都走完之后, 林昭低头端起热茶, 喝了一口之后, 看了看两个将军, 沉声道, 二位, 我连夜从青州赶过来, 不只是为了城外的契丹人, 说正事之前, 我想问一问二位, 这一次抵御契丹人, 最少需要多少人? 两个将军对视了一眼, 最终陪捡看向林昭, 低声道, 王爷, 咱们幽州军现在差不多在四万人左右, 想要守住契丹人, 怎么也要三万人才成? 裴检苦笑道, 这还是要在火药充足的情况下, 毕竟那些契丹人打起来实在是太凶狠了, 那就留三万人在幽州, 林昭看向赵仙, 开口问道, 赵大哥, 你带三万人留守幽州, 守得住吗? 赵仙目光凝重, 起身对着林昭深深低头, 王爷, 末将可以守住。 好, 岳王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转身看向裴检, 咧嘴一笑, 裴叔,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裴检愣了愣, 然后情绪有些低落, 已经年过花甲了, 岳王爷呵呵一笑, 花甲老将, 尚能战斧。 林昭的部将之中, 目前驻守青州的青州将军齐胜, 算是各方面都比较均衡的, 而裴检与赵仙两个人, 就是特征鲜明了。 裴检这个人, 完全不懂得如何打理戏物, 幽州军中的戏物, 都是赵仙在打理, 裴检心里想的, 只有两个字, 打仗。 而相比较来说, 赵仙这个人性格沉稳, 甚至能够在幽州兼任好几年的刺史, 却没有让幽州的政务出大问题, 是个难得的守将。 林昭与裴检西进长安的时候, 就是他在幽州驻守, 那个时候的幽州, 只有两万人左右, 但是在他手中, 依旧固若金汤。 裴检听到林昭这番话, 目入金光。 他豁然起身, 直接看向林昭, 神情有些激动。 小相公, 你要造反了? 林昭有些无语, 他苦笑摇头, 不是要造反。 岳王爷伸手敲了敲自己面前的桌子, 沉声道, 而是要娶太原。 太原的何东郡, 就在咱们卧榻之侧。 而且早年, 咱们在关中, 跟他们结了仇, 这段因果, 怎么也是要有个了断呢? 林三郎面无表情, 缓缓地说道, 何东郡在, 咱们便如同睡在一张狭窄的床上, 无法翻身。 灭了平卢君, 便畅快得多了, 不仅可以亲自把握东北门户, 将来是进是退, 都在我们。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本来这件事情, 我是准备再过两年再办, 因此这几年时间, 平卢君一直在尽力隐藏战力, 以免被旁人所忌惮, 但是这一次契丹人全力进攻, 咱们又不得不防, 一旦显露战斗力, 大洲朝廷以及其他节度使, 都会盯着我们, 不如索性借着这个机会, 把这件事给办了。 林昭声音低沉, 契丹人大举进攻,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出兵太远, 咱们正是要这个出其不意。 岳王爷看向裴俭, 缓缓说道, 裴叔, 你敢打这场仗吗? 敢? 有什么不敢的? 裴俭爽朗一笑, 开口道, 我已经六十多岁, 说不定哪天就身腿瞪眼了。 前些天我还跟赵大说, 这辈子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打大仗, 小相公这就来寻我了。 赵歇是赵家寨同辈之中的大哥, 因此被他叫做赵大, 打完这场仗, 死了也不枉此生。 临招伸手, 拍了拍裴俭的肩膀, 笑道, 裴叔可不能死, 你家的那个儿子今年才几岁, 我还等着裴叔把他培养成将军呢。 裴俭原先是没有儿子的, 他年轻的时候陪在郑温身边, 后来在禁军做了一位中郎将,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比较混, 经常喝酒, 青楼倒是没少去, 就是没有正经成家。 裴俭做一位中郎将之后没多久, 郑温就出事了, 于是他就更没有了成家的念头, 一门心思想要给郑温报仇, 后来事发坐了牢, 许多年之后才被郑通救了出来, 辗转到了青州, 成为林昭的部将。 到青州的时候, 他就已经五十多岁了, 见他无儿无女, 林昭便给他在青州找了个会照顾人的女人, 前些年生下了一个儿子, 算是老来得子。 他的儿子至今也就六七岁, 有小相公在, 我不担心, 裴俭爽朗一笑, 我死了, 小相公也会替我把他看大。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闲话, 林昭咳嗽了一声, 看向两个将军, 既然二位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商量一下具体的章程, 取地图来。 眼下的幽州军, 已经不是刚成立之时, 一穷二白的模样, 军中自然有很精细的地图, 照歇起身, 很快就找来一张很大的地图, 平铺在帅长之中的地上。 林昭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 然后用手指着太原府的方向, 沉生道, 从幽州到太原, 要经过一州, 定州, 其中, 一州与定州都是咱们地方, 只要小心一些, 分散行军, 被发现的几率不大。 不过恒州现在, 还在朝廷手里, 这就有些麻烦了。 裴简咧嘴一笑, 王爷放心, 最多两天时间, 末将就能拿下恒州, 打自然是能打得下来的。 林昭咒没道, 只怕会惊动河东军。 河东军那次在关中, 被林昭与骑士道围攻, 元气大伤, 回归太原之后, 虽然睁目了新兵, 但是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更要命的是, 河东军除了太原府之外, 就只有新、 带、 兰三州作为屯田州, 即便恢复元气, 兵力上限最多也就是四五万人而已。 这点兵力, 正面打林昭, 是绝对可以吃得下的, 就怕提前惊动了王府父子, 让他们给逃了。 林昭指了指太原府北方, 迪梅道, 他们的北边就是突厥, 一旦被他们提前发现, 我们大军压境, 这父子俩多半会北逃, 投靠突厥人。 岳王爷声音低沉, 咱们这一次的目的, 除了拿下河东军的地盘之外, 更重要的是, 吃掉河东军, 不能让他们北上, 成为新的威胁。 突厥人已经不负一百多年前的凶悍, 如今甚至被刚兴起的契丹人追着打, 如果王府父子带兵逃到北边去, 一定可以在北边占据一块地盘, 到时候久而久之, 就会变成新的威胁。 照些盯着地图上的恒舟, 有些出神。 王爷, 这件事可以从恒舟刺史身上做文章。 林昭点头, 同前卫已经动身胆往恒舟了。 除了恒舟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林昭看向裴姐, 声音沙哑。 这场仗, 动作一定要快, 最好在半个月乃至十天之内, 打掉河东军。 如果再慢一些, 朝廷那边就会反应过来, 多半要插手进来, 甚至朔方军可能都不会袖手旁观。 赵歇咒眉道, 王爷, 河东王府, 不是朝廷的反贼吗? 朝廷如何会帮他们? 林昭冷笑道, 王府与太子一起刺杀先帝, 这件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王府逃回太原之后, 朝廷只夺了他的绝, 却没有定他的罪, 到现在依旧态度暧昧。 朝廷一来是奈何不了河东卷, 二来也是想用摆在中间的河东卷, 来牵制我们。 如果朝廷知道了我们兵进太原, 不太可能袖手旁观。 裴大将军咧嘴一笑, 长安城里的那个倒是皇帝, 不是与小巷公交好吗? 他会因为一个河东郡, 与小巷公翻脸。 临招摇头, 一旦到了这种关乎朝廷核心利益的时候, 就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做决定了。 到时候, 朝廷要做什么? 他这个皇帝多半也左右不了。 不管怎么样,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低声道, 只要我们能在半个月内吃下太原, 朝廷即便有所动作, 也不可能来得及。 到时候, 他们捏着鼻子也会认下这件事。 说到这里, 临招看向裴俭。 这一次兵进太原, 我从幽州军抽掉一万, 青州军里抽掉两万, 帝州, 苍州这边零零散散, 也能凑出一万多人。 裴叔有把握否? 拿下太原肯定没有问题。 裴俭看向临招, 微微低头, 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小巷公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能拍胸脯保证拿下太原, 但是半个月时间就有只有五六分把握了。 说着, 裴俭顿了顿,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即便朝廷知道我们去打太原, 应该也不会派兵, 裴将军微微一笑, 即便朝廷派了兵, 他们那个新组建的长安禁军, 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 再说了, 禁军的副将, 不还是我们的人吗? 临招面色平静, 没有说话。 赵歇低头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王爷, 不管怎么样, 平卢军还是大州的臣子, 咱们无有朝廷文书, 便去打太原, 恐怕会与人以化病。 这个容易。 临招面色平静, 开口道, 我会你一份奏书, 等到我大军开到太原城下, 再派人送到长安去。 他看向自己麾下的两个部将, 淡淡地说道, 二位将军只负责打仗的事情就好, 朝堂上的事情, 我来负责。 两个人这才恭敬点头秤势。 接下来, 这三个平卢军的最高决策层, 坐在帅仗里, 整整商议了一整天。 在商议的过程中, 三个人都没有离开帅仗, 只是让人送了点韭菜进来, 边吃边谈。 到了很晚的时候, 三个人才各自回营帐里休息。 第二天一早, 裴俭带着林昭的腰牌, 以及平卢节度师傅的文书, 带领一百旗离开了幽州。 他是要去帝州以及苍州调兵。 而林某人则是留在了幽州, 来到了幽州城墙上, 看向城北的契丹方向。 照些毕恭毕敬地站在林昭身后。 其实, 幽州并不是大州的真正边界, 幽州往北的潭州, 营州才是大州的边疆, 只不过契丹人近几年频频扰边, 这两州都不太安宁, 林昭已经把大部分谈州营州的州人迁移到了南边。 青州与幽州的人口暴增, 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林昭主持的人口迁移。 林昭看向北边, 回头瞥了一眼赵歇, 开口道, 契丹的那个新统领耶律卓, 似乎年纪不大吧? 是不大。 赵歇帝没道, 耶律卓是永德两年才继任契丹部首领, 那个时候他才18岁, 算起来, 其人与王爷年纪相仿。 这个耶律卓, 很是了不起。 赵歇帝没道, 他接手契丹的时候, 契丹虽然已经有兴旺之相, 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部族, 短短十年时间对突厥人是数战数胜, 强略了大量突厥人口, 以至于现在的契丹部人口暴涨。 这个人, 野心勃勃。 赵歇这几年都在与契丹人打交道, 因此, 对于契丹人很是了解。 他屡屡扰边, 目的是想趁着大洲虚弱, 拿下大洲的幽燕, 有了幽燕之地, 他们契丹人才有立国的本钱。 这一次, 他们兵进幽州, 几乎是举足之力了。 城墙上的岳王爷, 目光深邃。 他在想, 如果自己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现在的大洲东北, 应该会是什么模样? 康东平无力并吞中原, 如果没有自己, 以及没有平卢君, 那么康东平应该能够支撑到现在。 不过他, 即便可以支撑到现在, 也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但是, 大洲内部诸侯混战的情况下, 肯定无力顾及东北边疆, 如果这个时候, 契丹人大举南下, 还真有可能给他们拿下幽燕, 取得所谓的立国之机。 想到这里, 林昭眯了眯眼睛, 一个部族有兴旺之乡当然是好事, 只可惜他们挑错了对手。 赵将军, 赵歇恭敬低头, 末将在, 在幽州城上, 悬挂我的王岐,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告诉这个契丹人, 我来了。 赵歇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便恭敬低头, 末将遵命。 很快, 幽州城上挂起了树面大旗, 有的大旗上秀林字, 也有大旗上秀岳字, 旗面有镜两丈, 迎风招展。 挂起了王旗, 就说明, 林昭本人到了幽州。 这不只是挂给城外的那个契丹人看的, 也是挂给长安城里的那些人看, 挂给所有盯着林昭的人看。 林某人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 自己到幽州了, 并且要亲自迎战契丹人。 这其实并不是林昭从前的行事风格。 他是个很低调的人, 凡事如果不用, 自己出面, 他就不会出面。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他必须要高调一些, 把那些人的目光, 都吸引到幽州来, 吸引到他身上。 在王旗挂出来之后, 赵歇亲自部署了林昭的个人安保工作, 在原先护卫的基础上, 新增派了一个校尉营, 十二十尘轮值, 保护林昭的安全。 从前的岳王爷, 行踪都是隐蔽的, 一般人想要知道, 他在哪并不容易。 因此, 安保工作就要轻松一些, 但是现在林某人已经明牌了自己的行踪, 自然要增强守卫。 毕竟林昭, 回到青州的这三年来, 就面对了不下五十次的刺杀。 天底下,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他死。 林子王旗挂在幽州城墙上之后, 岳王爷亲临幽州督战的消息, 很快便传天下, 自然也传到了北边契丹人的耳朵里。 关外柳城之中, 一个满脸落三胡的粗壮汉子, 正在大帐之中大口喝酒, 手里握着一根鹿腿, 用嘴巴狠狠地扯下了一块肉。 一个周人模样的伤骨, 跪在这个汉子面前, 毕恭毕敬, 大汉,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两天前, 幽州城悬挂林子王旗, 那位坐镇平庐的岳王, 应该是亲自到了幽州, 准备, 这个中年商人顿了顿, 然后深深低头, 准备抵挡大汉冰封。 这个粗壮大汉, 就是契丹部现在的首领耶律卓。 耶律卓在红道两年大败突厥人, 便不再受突厥人的气, 开始自称克罕。 但是这个称号, 至今没有受到大洲以及突厥的认可, 目前还处于自嗨阶段。 耶律卓把手中的鹿腿甩在一边, 用手扣了扣牙缝里的肉丝, 瞥了一眼这个中年商人, 淡淡地说道, 是州人里的那个很年轻的藩王。 中年商骨低头, 开口道, 回大汉, 这位岳王, 年纪应该与大汉仿佛。 哦? 耶律卓咧嘴一笑, 我还以为你们州人的大官, 都是一些胡子花柏, 走不动道的老头, 不成想居然也有一些年轻人, 这样也好。 等老子推平了幽州, 打进青州城, 再把那个什么岳王捉来我帐下听用。 你们州人便知道我们气单人的厉害了。 忽彦卓站了起来, 看向幽州城方向, 冷笑道, 只希望这个岳王, 不要像之前的那些州江一样, 只会缩在城里当乌龟。 三年前, 林昭带兵西进长安的时候, 平卢军只是勉强成行。 甚至就连他带去长安的那些兵马, 在最开始出兵的时候, 也只是一半老族, 一半新兵, 并且还一路收编, 一直到打进长安之后, 他带着的三万多平卢军才勉强成军。 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 他从长安回到青州之后, 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发展青州的商业, 平卢军的战斗力。 如今平卢军名面上就有十万兵马, 而且全都是成战斗力的编制, 尤其是幽州的这四万多幽州军, 战力已经全然不逊色于当年的泛阳军。 更重要的是, 现在临昭麾下的平卢军, 每一个都卫营, 都会配备一个校卫营编制的火器营。 也就是说, 平卢军里, 有四分之一的兵力, 是火器营。 这个比例, 基本上就是这个时代, 火器营能够占总人数最多的比例了。 虽然火药至今, 已经暴露在世人面前五年的时间, 其他节度史, 或者其他势力, 多多少少可以弄出来一些威力不等的火药, 但是想要像林昭这样, 有规模地形成战斗力, 还差得很远。 林昭从永德三年来到青州之后, 就开始琢磨火药。 虽然正式配备军队, 只有五年时间, 但是他研究这个已经超过八年。 毫不夸张地说, 平卢军就是这个时代的火药大师, 论对火药的理解, 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比拟平卢军。 虽然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在可见的未来里, 十年二十年后, 这些平卢军出身的火药匠人、 匠师或者一些善用火药的底层将领, 可能会被其他势力用大代价挖过去, 奉为上兵,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火药技术并没有大规模泄露。 林昭仍然有绝对的优势, 因此, 在这场应对契丹人的战争中, 守住幽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区别只在林昭想不想取得更大的战果。 幽州城头上, 林子王岐飘扬五天之后, 营州聚集了超过一万契丹人, 作为契丹人的先锋军开始向幽州推进。 身为契丹英主的耶律卓, 也跟着契丹的先锋营一起, 朝着幽州推进。 又过了三天, 契丹先锋营兵临渝阳城下。 这位契丹可汗在渝阳城下扎营, 并且派使者向幽州送信, 大概的意思是想要在打仗之前跟林昭见一面。 林昭接到了这封信之后, 只是考虑了一会儿便同意了耶律卓见面的请求, 双方约定在渝阳城里见面。 渝阳曾经也是一座边城, 在一百多年前大洲国力全胜的时候, 在东北设立了松墨都督府与饶勒都督府, 那个时候渝阳算是边城之中一座规模不小的城市。 只是从林皇帝之后, 大洲国力便急转直下, 对很多边城失去了实际控制。 康东平在泛阳的时候, 谭州营州就已经不再控制。 林昭接手泛阳之后, 因为需要韬光养晦一段时间, 不好表现得太过强势。 因此, 他主动把谭州营州的百姓南迁, 近几年对于边关的态度就是能守则守。 这样, 渝阳就属于两不管的地方了。 约定好了之后, 林昭便叮嘱赵歇固守幽州, 他带着两个都尉营赶往渝阳。 耶律卓这个人也很守信, 按照信上的约定, 命令先封营后退五十里, 他只带着一千齐单将士, 在渝阳城下等着林昭。 双方首领见面, 一般都是不会在城里的, 大部分都是在平地搭一个卢棚, 免得对方设服。 契丹人先到, 耶律卓便在卢棚之中等待林昭。 林昭的贴身护卫赵城, 先带着几百人绕着卢棚附近跑了一圈。 紧接着, 同前卫确定了四周安全之后, 林昭才在赵床的陪同下来到了卢棚之中。 卢棚下坐着一个敞怀的大汉, 身材粗壮, 满脸落腮糊。 相比之下, 一身紫袍的月王也就显得有些单薄了。 林昭刚走进卢棚, 原本坐着的耶律卓便豁然起身, 他上下打亮了林昭一眼, 露出了满口黄牙。 你就是周人的月王? 耶律卓不仅身材壮, 个头也比林昭高出一些, 他猛然站起来, 立刻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感。 林昭不慌不忙地走进卢棚, 也打亮了一番耶律卓, 微微一笑, 我大周太宗皇帝早年设松墨都督府, 你家先祖, 便归属松墨都督府管辖, 便是松墨都督府的都督见到本王, 也要磕头行礼, 怎么气单传到你这一代, 这样不晓礼数? 耶律卓瞪了林昭一眼, 然后一屁股坐了下来, 眯了眯眼睛, 本汉不晓礼数, 你岳王便晓得。 本汉听说, 岳王前几年在长安私行费力之事, 已然是周人的宁臣, 一个宁臣, 也配与本王说礼书二字。 耶律卓这番话, 是没有说错的。 假如大周朝廷能够再一次忠心, 并且掌握旧日的势力范围, 拿回自家的东北, 重新成为大一统王朝, 那么再过个两代人, 林某人多半会被写在宁臣传礼。 岳王也不生气, 镜自在忽颜卓对面坐了下来, 对着这个自封的可汗笑了笑, 你汉话说得不错, 居然懂得什么是宁臣。 护彦卓闷哼了一声, 你们周人都是自高自大之辈, 不把他族放在眼里, 不会说汉话, 在你们眼里便是蛮夷。 早些年, 也有不少蛮夷在朝为官。 林三郎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淡淡地看向耶律卓, 原先统领泛阳的节度使康东平, 便不是汉人, 不是一样在朝廷官居二品。 听到康东平这个名字, 耶律卓怒视林昭, 冷声道, 你不提康东平, 本汉险些忘了。 永德四年, 康东平亲自道我不来见本汉, 他当时承诺本汉, 只要我弃丹部三年不南下, 三年之后, 他占据中原一统天下, 便把幽艳十数周, 统统敬献给我弃丹。 耶律卓站了起来, 冷冷地看向林昭。 你们周人不是最讲诚信吗? 康东平当时可是周臣, 他的承诺, 你林昭认识不认, 岳王爷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本汉方才已经说了, 康东平虽然是周臣, 但是并不是汉人。 我们汉人讲诚信, 康东平却未必讲。 林昭抬头看向耶律卓, 淡淡地说道, 眼下康东平在吐蕃人哪里讨食吃, 耶律首领如果想要忧烟, 不妨去吐蕃找他兑现沉默。 一直到现在, 林昭都不肯承认 耶律卓的可汗之位, 只称呼他为首领。 耶律卓狠狠地瞪着林昭, 不指望你们能够守信, 既然你们不愿意给, 本汉便亲自去取。 本汉大军已经在渔阳集结, 最多五日就能抵达幽州, 到时候踏平幽州城, 亲自把幽烟取回来。 如鹏下面的两个人, 针锋相对。 如果单单按年纪来算的话, 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林昭可能还要比耶律卓大上一岁, 但是因为生长环境不同, 两个人的长相差距甚大。 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林昭一就是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而身材粗壮, 严形粗犷的耶律卓, 单从模样上来说, 反而有些像是林昭的长辈。 面对耶律卓的威吓, 岳王也只是淡淡一笑。 耶律首领亲本王到这里来, 不会只是为了说这些吧。 如果是为了说这些, 那你我也没有什么可谈了的。 过些日子, 我们战场上见。 说完这句话, 林昭竟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准备离开。 耶律卓坐在椅子上, 看着林昭远去的背影, 还是咳嗽了一声。 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商量。 林昭停下两步, 淡淡地瞥了一眼后者。 耶律卓伸手敲了敲桌子, 帝媒道, 幽烟之地是当初康东平承诺给我的, 我也信守了承诺。 三年时间对幽州秋毫无犯, 不管怎么样, 你们周人总是欠我一些人情的。 这样吧, 岳王你每年给我送十万弹粮食, 卷布, 丝绸各两万品。 当初我与康东平的幽烟之约便就此作罢。 他看向林昭, 声音诚挚。 你我, 就此欲为兄弟之帮, 将来岳王你, 如果要造理家人的反, 只需要给我打一声招呼。 气丹布仍旧会对幽烟秋毫无犯。 说不定, 耶律卓微笑道, 说不定本汉还能帮一帮岳王。 已经走出数步的林昭, 停下了脚步。 他回头似笑非笑地打量了一遍耶律卓, 然后哑然失笑。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耶律首领提出来的, 应该是战胜之后才能提的条件。 现在你我打都没有打。 他看向耶律卓, 问道, 关外的一族, 当真一点脸皮都不要吗? 耶律卓立时就怒了, 他起身怒视林昭。 林三, 本汉现在好好与你说话, 你不要不识台卷, 他日本汉马踏青州的时候, 你不要后悔。 林昭冷笑道, 气丹人被突厥人踩了一百多年, 替突厥人木马放羊, 也就近二十年才慢慢有了一点起色。 近些年, 你们气丹人抢掠了不少人口, 如果不是本王在幽州与你们气丹人互逝, 恐怕耶律首领连族人的肚子都填不饱吧。 从洪道元年年底开始, 林昭的林氏商号与大通商号, 便带着一众商人在幽州与气丹人做生意, 主要是用粮食布匹以及盐等货物, 换取气丹人的毛皮, 药材还有牲畜等等。 近几年, 气丹人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 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林昭的幽州护士, 而耶律卓之所以这么急着要拿下幽州, 也是因为气丹人的粮食渐渐的不够吃了, 而单纯与周人做生意, 他们又觉得有些吃亏。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粮食他们想要, 但是牲畜他们不想给。 因此, 耶律卓才有了南下幽州的心思。 本来, 你我双方互逝, 乃是互利互惠之举, 既然耶律首领这样不识抬举, 从今天开始, 幽州护士将会关闭。 至于什么时候再开, 林昭冷冷地看了一眼耶律卓, 冷声道, 等你我打过一场之后再说。 说完这句话, 林某人拂袖而去。 耶律卓一个人留在炉棚之下, 看着慢慢走远的林昭, 微微皱眉。 这一次的谈话, 与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他从前也接触过不少周人, 但是这些周人中, 态度最强硬的康东平, 对他也十分客气, 并且很慷慨地送了不少东西给他。 当初康东平为了保证自己后方安宁, 亲自带了一些礼物, 去契丹部拜访。 这些礼物中包含了近百个美人, 数千蛋粮食, 还有一些布匹, 盐铁。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东西, 契丹人多半不会老老实实的三年时间, 一动不动。 而林昭对契丹的态度, 已经不能用强硬两个字来形容, 反而是有点挑逝的意思。 一直到林昭走出很远之后, 耶律卓仍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微微皱眉。 他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 如果这个岳王是这个态度, 他就没必要来见我。 古怪, 另一边, 林昭已经与赵成等人离开。 赵成跟在林昭身后, 拍着马屁, 王爷真是霸气, 那个气单蛮子被王爷唬得都不敢说话了。 赵成是林昭创业之初就跟在他身边的人, 如今两个人已经可以算是朋友, 听到他这番话, 林昭哑然一笑, 放两句狠话而已, 让你去做你也能做得来。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对了, 谢静什么时候到? 赵成连忙低头道, 回王爷, 谢主事昨天已经到了幽州, 现在正在朝咱们这边过来, 等再晚一些, 应该就能到了。 林昭点头, 等他到了, 立刻带他来见我。 赵成连忙点头硬下, 鱼羊距离幽州不近, 一天时间是没有办法返回去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 林昭等人只能找地方扎营。 等扎营完毕, 生火造饭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林昭坐在自己的大帐里, 吃着赵成送来的饭食。 大帐的帐子被掀开, 一个二三十岁, 皮肤略有些发黑的年轻人, 在赵成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见到了林昭之后, 年轻人笑呵呵地对着林昭拱手行礼, 姐夫, 我来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谢静, 林昭发妻谢坦然唯一的弟弟, 也是岳王府世子林昭的亲娘舅。 从红道元年林昭开始组建林氏商号开始, 他就安排谢静慢慢接手这个商号。 最开始的时候, 谢静因为什么都不懂, 只能跟在韩餐以及郑通身边学习如何做生意。 WW, 即便他不怎么懂, 在岳王府庞大资源以及大通商号渠道的加持下, 林氏商号依然迅速发展壮大, 现在已经低进大通商号的规模了。 而谢静, 也因为主持林氏商号, 在青州城的地位慢慢抬高。 这是林昭刻意造成的局面。 毕竟他那个大儿子, 母族实在是太弱了, 必须硬生生给他弄一个有影响力的亲娘就出来才行。 林昭瞥了一眼谢静, 低头扒了口饭, 吃饭了没有。 谢静摇了摇头, 还没有。 赵诚, 赵诚立刻低头, 属下在, 去给他也弄份饭来。 说完这句话, 林昭瞥了一眼谢静, 淡淡地说道, 呃, 着了他, 他姐姐要寻我麻烦的。 赵诚微笑点头, 属下这就去。 等到赵诚离开之后, 林昭瞥了一眼谢静, 淡淡地说道, 让你调集粮食到幽州, 办得怎么样了。 谢静低头道, 正在往幽州运量, 已经先后运了几万弹了, 只是, 只是幽州存粮不少, 按理说, 让你办事便办事, 不要多问。 岳王爷又扒了口饭, 缓缓说道, 跟大通商号对接一下, 让他们也往幽州运量。 无论干什么事情, 粮食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如果只是守城, 现在幽州这边的存粮, 是足够实用的, 但是现在林昭不止要守卫幽州, 还要攻击征讨太原的军粮。 除了裴姐那边的钱粮之外, 更重要的是, 林昭这一次应对契丹人, 并不准备固守,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他想要, 出关去契丹人那里看一看。 假如真的要出关, 那么需要的粮食, 与守城的粮食相比, 就要多出许多了, 毕竟长途奔袭, 供给线会大大拉长。 相比于林昭的那些下属来说, 谢静在林昭面前, 就要随意许多, 毕竟他与林昭在前的七年就认识了, 而且, 两个人年纪相仿, 他又是林昭的小舅子, 不用像其他人那样约束。 听到了林昭的话之后, 谢静笑道, 只要姐夫跟大通商号那边打招呼就行, 我已经找了不少车队, 随时可以运送粮草。 说到这里, 谢静顿了顿, 然后他看向林昭, 小声道, 姐夫, 临时商号这两年越来越大了, 下面许多事情, 我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 您看, 能不能, 能不能从大通商号, 借掉几个大掌柜过来, 帮我打理商号, 等他们帮我们培养出几个合格的掌柜, 再还回去就是了, 林昭皱了皱眉头, 扭头看向谢静, 摇了摇头, 不成, 我出到青州的时候, 已经用了大通商号的许多资源, 这几年搞临时商号, 就是为了与大通商号区别开来, 如果纠怜不清, 当初干脆直接用大通商号, 岂不是好? 谢静小声嘀咕了一句, 郑家与姐夫不是, 不一样的。 林昭微微摇头, 郑家是世家大族, 而且是千年世家, 虽然遭了劫难, 但是底蕴还是在的, 前几年立有未待, 不得不用大通商号, 但是现在, 我手中有余力, 就尽量要自己来弄。 说到这里, 岳王爷淡淡地说道, 别的不说, 平庐节度师府, 下属二十多个周郡, 已经有五个行阳正式的刺史, 其他各级官吏也不少, 不能让他们两头全战了, 这样不太好。 说到这里, 林昭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其实倒不是他想与郑家做什么分割, 只是有些事情, 必须要在源头上弄清楚, 不然现在可以靠人情, 靠林昭本人的威望来约束, 但到了下一代人, 便说不清楚了。 就拿大通商号来说, 现在, 林昭的三个舅舅都在世, 也都是通勤里的人, 不管什么事情, 跟他们打个招呼, 都能很好的办妥, 但是这三个亲娘舅, 也都五十多岁了, 在这个时代, 并不算很年轻, 尤其是三舅郑姚, 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 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大通商号的工作, 一旦这些老人过世, 或者退到二线去, 郑家的那些小辈, 结果大通商号, 到时候很多事情, 就都不好再做分割了。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实在人手不够, 可以让岳丈暂时帮一帮你, 他老人家做了一辈子买卖, 在这方面, 应该能帮不少忙。 青州以及幽州, 都有不少商人聚集, 这段时间, 我会让同前卫帮忙物色一些人才, 考察得差不多了, 便交给你去用。 说到这里, 林昭伸手拍了拍谢静的肩膀, 弟妹道, 我给你的这个差事, 你要好好办, 不要觉得从商倾鉴, 这个商号办得好了, 不比冲锋陷阵差到哪里去。 谢静点了点头, 轻声笑道, 姐夫放心, 我姐姐跟我说过, 你很重视伤势, 我爹就是书伤, 咱们家都是商人, 哪里会觉得倾鉴? 对了, 林昭想起了一件事, 开口道, 你手下应该还有一些堪印的作坊, 回头我把约见契丹首领的过程写上去, 你多印一些, 发到各地去。 林某人低眉道, 要让天下人知道, 我言辞拒绝了契丹人的拉拢, 并且马上就要跟契丹人打仗了。 之后, 幽州军与契丹人交战的过程, 也要统统写上去, 尽量发行天下。 谢静挠了挠头, 这个没有问题, 我这就去安排, 见他欲言又止, 林昭微微摇头, 让你办什么事情, 你就去办, 不要老是问为什么, 这一点, 你可以跟韩参好好学学, 说到这里, 林昭轻声道, 韩参这个人, 做事很稳妥, 这么多年, 一直是他在打理后勤, 你有什么不懂的, 便去问他, 他看在我的份上, 会认真教你的。 谢静连忙点头, 笑着说道, 这两年, 韩大哥已经教了我许多东西了, 林昭恩了一声, 不再说公务, 而是对着谢静说道, 你从青州来, 夫人还有孩子们都还好吧, 都好。 谢静挠了挠头, 开口道, 就是柿子, 好像不太喜欢读书, 天天跟家里的那些护卫, 一起鼓弄刀剑, 把姐姐气得不轻, 动手打了好几回了, 林昭哑然一笑, 武刀弄剑,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姐呀, 苛求太甚, 我姐说, 都是姐夫你太惯着了, 谢静小声道, 她私下里跟我说, 二公子读书就很好, 林昭微微叹了口气, 罢了, 家务事比军务还要复杂, 不去想了, 幽州那边的事情, 你亲自去盯着, 不要出什么差错, 粮食一律送到幽州城里, 交给刺史周福调派, 不要出什么岔子, 谢静点头, 应了一声, 姐夫放心, 我吃完这顿饭, 就赶回幽州去, 林昭白了这嘶一眼, 天都黑了, 你上哪里赶路去, 就会在我这里卖乖, 吃完饭好声睡一觉, 明天与我一起回幽州, 谢静咧嘴一笑, 知道了姐夫, 当天晚上, 谢静就跟林昭睡在一个大帐里, 四日清晨, 才动身离开, 赶往幽州, 到了傍晚时分, 一行人回到幽州, 林昭没有进城, 直接进了幽州军大营, 赵歇把林昭迎了进去, 一边走路, 向林昭汇报幽州这边的情况, 进了率仗之后,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赵歇, 裴将军那里, 弄得怎么样了, 赵歇左右看了看, 然后微微低头, 小声道, 苍州那边的兵马, 已经在向幽州集结了, 陪将军人在帝州调兵, 估计过几天就能回到幽州来, 林昭缓缓点头, 到时候, 陪将军带兵去取太原, 我留在幽州, 与你一死迎战契丹人, 说到这里,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按照契丹人的进度, 他们到幽州, 也就是五天左右的时间了, 这些异族太过猖狂, 岳王爷闷哼了一声, 目露凶光, 这一次, 即便吃不了他们, 也要彻底打疼他们, 让他们知晓平如君的厉害, 契丹人的动作, 比林昭预料的还要早一些, 在四天之后, 他们就到达了幽州的陆县城外, 陆县是幽州最东边的一个县城, 也是距离契丹人最近的一个县城, 这个县城人数不是很多, 只有不到五千户, 此时, 陆县的百姓已经被撤离了七七八八, 但是城中却并没有空着, 整整五个都卫营的幽州军驻扎在陆县之中, 甚至就连林昭本人也清零陆县, 县城里的一处宅子里, 赵歇站在林昭面前, 微微低头, 与契有些着急, 王爷, 这里太过凶险了, 要想伏击契丹人, 末将在这里就行了, 您留在这里, 是绝对不成的, 赵将军的神色极为严肃, 明日一早, 契丹的先锋军就会攻陆县, 今天晚上, 末将一定要护送您离开陆县, 从前, 赵歇主政幽州的时候, 面对契丹人的骚扰, 他都是弃守县城, 全力固守幽州州城, 也就是济县, 像路线这种县城, 一来是城墙低矮, 没有办法拒城而守, 二来是地理环境不太好, 没有什么地理可言, 就作战常识而言, 这种城市, 一般都是被放弃掉的,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路线的百姓, 在半个月前, 就被幽州刺史, 州府派人, 迁移到了济县附近, 此时的路线, 已经是一座空城, 更妙的是, 幽州刺史府, 迁移路线百姓的时候, 是在大白天进行的迁移, 而幽州军的这五个都卫营, 则是在半夜偷偷进城, 进城之后, 便潜伏了起来, 咒服夜出, 因此, 这座县城在契丹人看来, 是一座空城,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座县城太小, 如果藏太多人, 便会暴露在契丹人的探子眼中, 因此, 这座县城里, 只藏了五个都玉营, 也就是五千人, 此时已经是深夜, 但是林昭与赵歇附近都没有点火, 只借着天上的月光事物, 听到了赵歇的话之后, 林昭看了看头上的月亮, 微微摇头, 赵将军放心, 路线距离季仙并不远, 明天一走, 这边一动手, 你从季仙立刻派兵过来, 我这里有五千人, 契丹人的先锋军也不过万语余, 再加上我们在岸, 契丹人在明, 有心算无心, 偷袭之下, 是一定能支撑到你感到的, 赵歇脸色难看, 您是千金之躯, 不应该犯险, 伏击的战术已经定下来了, 我留在这里, 一是想给那个契丹蛮子看, 二是给天下人看, 更可以激励士气, 你留在这里做什么? 林昭微微摇头, 幽州那边还需要你来指挥, 这一仗, 咱们不再是手势,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好了, 你再不走, 就有些来不及了, 快走, 林昭伸手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陈生道, 明天一早, 我在路线与将军一同庆功, 赵歇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昭, 神色复杂, 不过略作挣扎之后, 他还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林昭恭敬低头抱拳, 末将, 遵命, 就这样, 趁着夜色, 赵歇带着他的卫队, 悄悄地离开了路线, 等到赵歇离开之后, 林某人行走在月色里, 看着正在月色下忙碌的火器营, 声音沙哑, 多埋一些, 统统埋在城东, 几个都尉营的都头都小声回话, 末将遵命, 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 天降破晓, 在城外四五十里外扎营的契丹人, 很快开始整备军队, 朝着路线进发, 先前他们数次袭扰幽州, 路线都是被幽州守军放弃的, 契丹人可以轻易进入路线整备, 所有契丹人, 包括这位契丹的英主耶律卓在内, 都没有把这一座县城放在眼里, 大约数百个契丹人, 作为契丹人的先锋, 骑着马,大摇大摆地进了路线, 准备接收这座他们情报之中的空城, 事实上, 也很顺利, 城里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只能偶尔听到一两声狗叫,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 为首的契丹人骑在大马上, 扫视了一眼这座县城, 然后冷笑一声, 这些周人就是软骨头, 见我们来了, 便望风而逃了, 说着, 他大咧咧地回头, 开口道, 据报知可汗, 就说城中没有异样, 请可汗进住, 这些契丹人从路线的东门进城, 而此时路线的东城的确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因为几乎所有幽州军都按照林昭的吩咐, 藏在西城, 只有零星几十个, 需要引爆火药的火气营将士, 冒险藏在东城, 路线虽然不大, 但是半个县城藏几十个人,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很快, 越来越多的契丹人进入路线, 这座县城并不大, 而且契丹人进城之后, 也开始检索全城, 排除路线之中的隐患, 于是很快, 就有一些契丹人来到了路线的西城, 西城里, 有整整五千幽州军, 这些人在晚上还能够藏得住, 但是在白天, 肯定是藏不住的, 此时, 已经有近两千契丹人进了路线, 林昭身边, 一个身材壮瘦的大汉, 微微低头, 王爷, 差不多了, 这个大汉姓刘, 名叫刘伯, 是幽州军陪捡麾下的一个都尉, 当年曾经跟着林昭打进过长安城, 如今算是幽州军里的老牌都尉, 只等着一个机会, 就能够在幽州军中更进一步, 林昭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上了一座木楼, 在木楼的二楼, 轻轻推开一个窗户缝, 透着这个缝隙, 林昭可以清楚地看到, 距离他们最近的契丹人, 已经只有几十步了,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目光之中引现杀气, 只可惜, 耶律卓还没有进城, 这会儿, 只有两千人左右的契丹人进了路线, 那位契丹人的首领还在城外, 没有来得及进城, 岳王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放响剑, 刘伯目光兴奋, 立刻应了一声, 大踏步冲了出去, 他先从腰上解下一枚响剑, 点燃之后高高举起, 响剑羞的一声飞上半空, 在天上炸开, 声音响亮, 这是帝州火药署, 近几年按照林昭的要求弄出来的, 算是烟花的雏形, 在另一个世界, 他还有个名字, 叫做窜天猴, 随着第一个响剑乍响, 附近一百多米外, 又一个响剑升天, 这是林昭发下去的命令, 为了行动统一, 看到响剑之后, 附近的校尾便也会发射响剑, 防止远处的人看不到指令, 一声声响剑, 在这座不大的县城里, 一一乍响, 已经进城的契丹人, 全都抬头看着天上, 疑惑不解地挠了挠头, 就在这些契丹人, 还在疑惑的时候, 突然, 一声巨响传来, 这一声巨响, 并不是来自于天上, 而是, 来自于地下, 地动山摇, 瓦砾飞剑, 随着火药的炸响, 路线之战打响了, 地动山摇, 林昭提前两天就到了路线, 这两天晚上, 他每一天晚上都没有怎么睡觉, 而是在指挥火器营的将士们埋炸药,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 这个时代没有地雷, 也没有遥控炸药, 想要用这种法子暗算敌人, 只能把火药埋起来, 然后就禁引爆, 这种法子, 在大城里是不好用的, 因为大城的城里, 一般都铺了青砖, 即便没有青砖, 一般也会铺上石板, 就算能够挖开, 也会留下特别明显的痕迹, 而路线不一样, 路线人数本来就不多, 也是个小县城, 城里绝大部分是土地, 不过城里的道路, 也被县城的人日积月累给踩实了, 不太好挖开, 因此这一次伏击, 除了在一些松软的土地上挖坑埋火药之外, 幽州军干脆就把一些火药桶上, 随便盖一块破布, 在路边隐藏起来, 这种藏法, 本来是藏不住的, 好在契丹人大多没见过城桶的火药, 再加上他们能够进城搜查的时间不久, 因此, 幽州军藏匿的火药, 只有三四桶被发现了, 发现了这些火药桶之后, 这些契丹人也没有怎么当回事, 以为是幽州军守军撤离的时候, 遗落下来的, 然后, 这些埋在地下的火药, 放在路边的火药, 便炸了, 在一声声窜天喉的指令下, 这些火药被一一点燃, 点燃这些火药之后, 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火器营将士, 开始往契丹人的人堆里扔桃罐, 只一瞬间, 进城的契丹人便阵行大乱, 不少契丹人直接被火药炸飞, 当场去世, 林昭身边的都尉刘伯目露金光, 目光里全是兴奋, 他身材壮硕, 在幽州军里本来就是猛将兄的角色, 每一次只要有战士, 他一定冲在下属前面, 身先士卒, 当年打进长安城, 他就立了不小的功劳, 只可惜这个刘伯, 虽然打仗比较汉勇, 但是平时也喜欢惹事, 这几年在幽州军中, 没少跟同袍打架, 整个幽州军里, 就连赵歇他都不怎么服气, 只有裴检能够压得住他, 而他怕裴检的原因也很简单, 打不过, 刘伯今年刚满30岁, 正当壮年, 曾经挑战过裴检, 只几个呼吸就被放倒在地, 鼻青脸肿, 从那之后, 他便对裴检心服口服了, 此时, 这位憋了好几天的刘伯头,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他放完响剑之后, 从腰间抽出一把大刀, 两只手握在手里, 一声怪叫, 弟兄们, 与我冲, 刘伯头目光通红, 全是兴奋之色, 让这些蛮子, 知道咱们幽州军的厉害, 进城的契丹人, 本来就没有什么防备心, 被火药偷袭了之后, 已经全无阵形可言, 刘伯如同虎入狼群一般, 冲进了契丹人人堆里, 手起刀落, 只一刀就砍翻了两个契丹人, 但是, 契丹人也不是等死的羔羊, 这些与野兽搏斗, 与突厥人正面碰撞的猛人, 在短暂的猛圈之后, 这些契丹人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抽刀反击, 不得不说, 这些契丹人十分彪悍, 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 只用了片刻时间就回过神来, 开始组织反击, 而这个时候, 幽州军的火器营开始显露威力, 此时的火器营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 不只有专门投掷陶冠的投手, 火冲手也已经职业化, 随着一个个陶冠, 以及火冲激发的铅弹落在契丹人的人堆里, 刚刚组织起来的契丹人再一次陷入混乱, 此时林某人正站在路线的一处九楼的二楼, 隔着窗户查看城中的战况, 不过他也只敢隔着窗户看, 因为距离太近了, 这些契丹人除了凶悍之外, 最出名的就是骑射功夫, 几十步的距离, 一般契丹人都能够轻易射中目标, 大致了解了城中的情况之后, 林昭背负双手, 对着一旁的赵诚沉声道, 吩咐下去, 横推过去, 全肩这些进城的契丹人, 赵诚立刻低头, 下去传令去了, 随着赵诚下楼, 林昭也走下了楼梯, 在卫队的护卫下, 岳王爷来到了战场的最前线, 此时路线之中, 血腥味已经非常浓厚, 林昭目光深邃, 似乎隔着战场, 看到了那位还在东门外面的耶律卓, 而此时, 正在东城外的耶律卓, 面孔已经有些扭曲了, 他完全没有料到, 林昭会在这么个小县城里设服, 周人不是应该蜷缩在大城里吗? 周人不是从来都不敢跟他们正面碰撞的吗? 就这么个不大不小的县城, 那个小白脸王爷, 他怎么敢? 一个部将来到了胡彦卓面前, 低着头, 用气单话说道, 大汉, 城里有周人的埋伏, 先进城的兄弟们已经死伤惨重, 胡彦卓目光凶狠, 城里有多少周人? 不知道, 这个部将摇头, 有些胆怯地低下了头, 是, 事先, 我们完全没有察觉, 这座城里有人, 事发突然, 现在也没有办法弄清楚, 里面有多少人, 大汉, 这个部将低头道, 要不要增派人手进去, 周人孱弱, 正面应敌, 绝不是我祖勇士的对手, 耶律卓目光盯着眼前的这个小县城, 脸色阴晴不定, 许久之后, 这个已经统一了气单诸部的首领, 才深呼吸了一口气, 恶狠狠说道, 传我命令, 统统退出路线, 敌人数量不明, 再留下去, 会伤亡更重, 先撤出来, 说到这里, 耶律卓目光更加雄狠了, 再传练, 围了路线, 这座县城里的人, 一个也跑不脱, 本汉, 要他们统统死在这里, 是, 气单人的军事素质不低, 随着耶律卓的命令下发, 路线里的气单人, 开始缓慢退出路线, 不过这种退出, 是有代价的, 城里的幽州军, 正在疯狂追击气单人, 狠狠咬住了他们的尾巴, 不让他们轻易逃脱, 每一刻, 都有气单人倒下, 一身甲皱的都头刘薄, 手持大刀, 在人群之中横行无际, 只一个多时辰时间, 就有近二十个气单人死在了他手里, 这位都头浑身是血, 大呼痛快, 等到一个多时辰之后, 路线里的气单人, 才全部退了出去, 此时, 城中最少留下了一千人以上的气单人尸体, 这已经是数十年来, 大洲应对气单人所取得的最大战果, 要知道, 即便是林昭接手范阳, 接手幽州之后, 照些在幽州面对气单人的战略, 也只是固守不出, 在固守不出的情况下, 基本上不可能对气单人造成太大杀伤, 这也是耶律卓为什么敢肆无忌惮, 直接推到幽州的原因, 而现在, 不到半天时间, 气单人已经阵亡过千了, 这对人口本来就不多的气单人来说, 已经是很难承受的伤亡了, 随着最后一个逃出路线的气单人, 被幽州军射杀, 路线简陋的城门被缓缓闭合, 耶律卓狠狠盯着这个小县城, 面孔扭曲, 眼神似乎要责任而逝, 一身甲咒的月王眼, 缓缓登上路线的东城墙, 城墙并不高大, 反而有些低矮, 只是此时气单人已经尽数退出了路线, 林昭得以, 在城楼上, 摇看城下的狼狈逃窜的气单人, 此时, 林昭与那位雄心勃勃的气单可汗, 相距不过二百步, 月王爷微微一笑, 开口道, 替我传话, 军中有专业的传令兵, 各个都是雷鸣般的大嗓门, 林昭吩咐之后, 很快有十几个传令兵站到了城墙上, 月王爷面无表情, 耶律首领, 还要遂共否? 他这一句话说得轻巧, 但是十几个传令兵齐齐, 放声大喊, 立刻声传数百步, 正坐在马匹上的耶律镯, 甚至不用人传话, 便听到了城墙上幽州军的传话, 这位气单可汗, 气得脸色胀红, 气血上冲之下, 险些直接从马上跌下去, 还好他自小在马背上长大, 一把钻住马鞍之后, 身子才平稳了下来, 一个气单的步将, 骑马上前, 怒声道, 大汉, 周人欺人太甚, 方才他们只是偷袭之下, 才占了便宜, 大汉让末将点两千人马, 末将给大汉踏平了路线, 耶律镯目光炯炯, 狠狠看向远处的路线, 正准备下令攻城的时候, 突然看到, 远处的小县城上, 旗帜飘扬, 一面巨大的林子王旗, 在县城上迎风飘扬, 紧接着, 又一面岳王旗高高举起, 两面王旗在城墙上立了起来, 城墙上的幽州军立刻战以昂扬, 在城墙上嗷嗷叫, 岳王旗, 耶律镯脸色有些难看, 他咬牙道, 灵招道了, 方才那句话, 是他说的, 想到这里, 耶律镯脸色更加难看, 虽然他现在已经极度恼怒, 但是关键时候, 他还是一把捉住了身边的部将衣袖, 咬牙道, 周人的岳王亲自道了, 城中的兵力不会太少, 先,先摸清楚周人的兵力, 再做决断, 此时此刻, 耶律镯展现了一个雄主应有的沉着冷静, 一地而处, 如果是裴俭站在耶律镯的位置上, 都不一定能够忍得住, 多半会直接带兵冲阵, 毕竟摆在他们面前的, 只是一个城墙低矮的小县城而已, 但是, 在两面王旗的震慑下, 耶律镯还是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在战场上, 侍后们有自己的一套确定人数的法子, 比如说, 远远地观看吹烟, 观看银杖数量, 甚至通过行军的痕迹, 也能大致断定人数, 但是像现在这样, 幽州军在城里, 契丹人在城外, 想要精准确定人数, 就不太容易, 不过契丹人的斥候, 还是按照耶律镯的命令, 开始对路线绕城查探, 这些都是契丹人里经验丰富的斥候, 他们先是派一百多人, 尝试性地靠近路程, 引得路线城墙上的弓手, 张弓射箭, 然后通过城墙上弓箭手轮换的速度, 断定每一面城墙上弓手的数量, 再用弓手在军中的数量占比, 估算城中军队的人数, 大概付出了一百多人的伤亡之后, 这些契丹斥候, 终于估算出了城中幽州军的大概兵力, 一个斥候首领, 喘着粗气来到了耶律镯面前, 低头道, 大汉, 已经估出来了, 城中州人的兵力, 约莫在四千到六千之间, 最多, 这个斥候深深低头, 最多不会超过六千五百人, 听到这句话, 耶律镯立刻目入凶光, 他冷冷地看向路线, 冷笑不止, 区区五六千人, 就赶在这么一座县城, 伏击我契丹勇士, 传令, 耶律镯怒吼道, 两个时辰之内, 给本汉推平路线, 城中无论男女老少, 一个不留, 最近几年, 契丹人在与突厥人的战斗中, 数战数胜, 他们的士气以及信心, 都膨胀到了极点, 任何一个契丹人, 都不会认为自己在正面冲突上, 会输给周人, 至于路线的城墙, 路线的城墙低矮, 最矮的地方不到一丈, 这种高度的城墙, 基本上是聊胜于无, 基本上没有任何据成而守的条件, 正因为不可能有人会守路线, 契丹人才在这里中了招, 被灵招伏击, 也因为这个原因, 在路线与契丹人打仗, 与平原野战基本上没有区别, 非要说有什么区别, 最多也就是从野战变成了巷战, 论正面碰撞, 现在的契丹人自信不输给任何人, 在耶律卓的怒吼之下, 契丹人很快劣震, 朝着路线进发, 而路线的城墙上, 一直在观察契丹人动向的灵招, 抬头看了看自己面前的两面王旗, 眯着眼睛笑道, 这两面王旗, 唬住了耶律卓整整一个时辰, 刘伯, 都尉刘伯, 立刻上前, 半跪在灵招面前, 生如雷震, 末将在, 路线无险可守, 这个时候, 只能与契丹人硬碰硬, 你怕是不怕, 刘伯满脸兴奋, 怒吼道, 王爷, 朱砂蛮夷, 末将有死而已, 好, 林某人抬头看了看时辰, 低头估算了一番, 开口道, 这会儿大概是刚到五时, 咱们的援军, 最快也要到喂食墨, 或者身时才能到, 差不多两个时辰, 支撑的祝福, 刘伯大声道, 末将只怕两个时辰太短, 还没有杀够契丹狗, 援军便到了, 很好,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生道, 正面碰撞, 没有任何战术策略可言, 兄弟们, 他环顾四周, 开口道, 十几年来, 契丹人一直扰边, 袭扰我大洲百姓, 今日, 到让他们还债的时候了, 这一仗打痛他们, 大洲东北, 至少有二十年太平, 说着, 林昭抽出腰间的王剑, 长剑指天, 岳州林昭, 与诸位同在, 刘伯拔出腰间配刀, 高声怒吼, 兄弟们, 与我杀契丹狗, 他话音刚落, 便带着自己身后的都尉营, 率先迎了上去, 与契丹人碰在了一起, 这是林皇帝以来, 大洲边军, 第一次与关外一族正面硬碰硬, 随着双方将士正式碰撞在一起, 坐镇中军的岳王, 深呼吸了一口气, 火器营? 火器营注意邪同, 切记, 近身十步之内, 立刻抽刀迎敌, 火器营不只是操持火器这么简单, 这个时代的火器, 威力还不够强大, 一旦被人近身, 便没有还手的余地了, 因此平卢军火器营, 除了配备火器之外, 还人人配刀, 并且全都要练习近战, 十步以内, 便要抽刀迎敌, 火器营齐生应命, 城外的契丹人, 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崛起的不足, 而城里, 则是近十年才崛起的平卢军, 两股新生而强壮的力量, 在路线城外, 轰然碰撞, 喊杀之声, 几乎震耳欲聋, 这一仗, 是平卢军的态度, 更易之战, 至今日开始, 平卢军守卫边疆, 不再只是一位依靠大臣固守, 而是要主动出击, 主动与契丹人碰一碰, 本来, 这种转变是要推迟两年的, 如果不是耶律卓突然大举进兵, 林昭还能再讨会两年, 到时候, 平卢军就拥有了全面双线作战的能力, 林昭甚至可以调集一半平卢军, 把敢于进犯幽州的契丹人统统吃下肚中, 不过即便是现在, 幽州军在火器营的加持下, 也有不逊色与契丹人的战力了, 更重要的是, 跟随林昭到达路线的这五千幽州军, 都是幽州军之中的精锐, 尤其是都尉刘伯所带的那个都尉营, 在幽州军中被称为封营, 以打仗不要命出名,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第一波碰撞就十分惨烈, 刘伯一马当先杀进敌阵之中, 大刀横扫, 把一个契丹人砍下马来, 与此同时, 一根羽箭从敌阵之中射出, 正中他的胸腹, 好在, 这枚羽箭的距离太远, 刘伯这种都尉又都是身着铁甲, 箭矢破甲之后, 只勉强入肉, 伤到了一些皮肉, 刘伯凶向毕露, 呃狠狠拔出自己胸甲上的羽箭, 怪叫一声冲向了契丹人的人堆里, 在侧翼斜同的火器营, 也开始对契丹人的阵型, 进行火器攻击, 此时, 因为没有地理可言, 火器营能够发挥作用的, 主要是扔在人堆里的桃冠, 以及初步形成战斗力的火冲兵, 不过在没有制高点可以占据的情况下, 这些火器营将士, 在丢出三四个桃冠, 以及激发两次火冲之后, 敌人就进入到了十步之内, 这些火器营将士毫不畏惧, 放下手中的火器, 拔刀出鞘, 与契丹人站在一处, 这个时候, 火药的一部分弊端就显露了出来, 至今, 火药已经出现在世人面前五年时间了, 五年时间, 即便其他势力没有搞到火药的方子, 也对火药有了很详尽的认知, 比如说, 他们知道这玩意儿, 应该怎么应对了, 即便是弃丹人, 也多少知道了一些应对火药的方法, 比如说, 只要有陶罐扔到他们附近, 这些人几乎是立刻毫不犹豫地握倒在地, 把尖埋在地上, 规避火药带来的伤害, 陶罐之所以能够伤人, 主要是爆炸产生的陶片可以轻易划伤, 乃至于扎进身体之中, 但是只要握倒在地上, 就可以规避绝大多数的伤害, 也就是说, 就连弃丹人都知道如何应对火药了,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弃丹人虽然知道如何应对火药, 但是, 但是这些弃丹人严重缺铁, 他们亦没有铁甲, 而没有头盔, 绝大多数弃丹人都穿着一身简单的皮甲, 就上阵了, 没有护具保护, 只凭肉身硬扛, 即便是握倒在地上, 也会被逃遍伤到, 就这样, 在敌人没有办法一股脑涌进路线, 以及火气营的辅助之下, 短时间内, 路线里的幽州军竟然大战上风, 冲进城里的弃丹人, 在幽州军的攻势之下, 甚至被逼着往后退了一部分, 在城外观战的耶律卓, 气得两眼通红, 这位弃丹可汗, 怒吼一声, 把本汉坐骑牵来, 很快, 有人给他牵来了坐骑, 这位气丹可汗, 翻身上马, 静直朝着路线冲去, 他身上是有甲皱的, 相对安全了许多, 一人一马, 直接冲进了幽州军的军阵之中, 大刀挥舞, 立刻砍伤了数个幽州军将士, 而幽州军那边也不示弱, 被逼退之后没多久, 便组织了一次冲锋, 把这个欲驾轻征的气丹可汗, 给逼退数十丈, 双方你来我往, 战斗极其激烈, 这场战争, 从四十末五十出, 一直到了未十末深十出, 幽州军自陪检以下, 最汉勇的都尉刘伯, 被人从战场上抬了下去, 这位幽州军都尉, 此时身上插着七八根羽箭, 铠甲也被人砍出了一道窝口, 不过他的伤势虽然看起来害人, 但是因为铁甲的原因, 却没有什么致命伤, 被人抬下去的时候, 这位刘独头还生龙活虎地叫嚷, 说自己还能再去冲阵, 不过他受伤不清, 还是被人强行抬进了伤兵营里, 进行包扎, 等他伤口差不多处理完了, 同样这假的铃钊, 来到了刘伯床前, 看着浑身是血的后者, 岳王殿下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你这个家伙, 一打仗就没脑子了, 直接朝着契丹人堆里冲, 要不是我派位队把你抬出来, 十个你也死了, 方才的战斗之中, 铃钊一直在一旁观战, 他看到刘伯身陷敌阵的时候, 便皱了皱眉头, 让赵承带着十来的亲卫, 才把刘伯抢了出来, 刘独头看着林昭,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王爷, 两军交战, 最重要的就是勇于, 兵再谋不再勇, 说着, 林昭瞥了一眼刘伯, 开口道, 没记错的话, 四五年前, 咱们平鲁军牺牲长安的时候, 你便是平鲁军的都尉了, 但凡你能遇事多动动脑子, 也不至于四五年时间在都尉的位置上动弹不得, 刘伯这个人, 林昭是很看重的, 毕竟裴俭已经老了,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 再如何能够打仗, 也打不了几年了, 按照林昭的设想, 等裴俭这一次打下太原, 就可以安排他退休, 在青州城里好好陪陪老婆孩子了, 而裴俭之后, 谁来接手平鲁军, 却是一个大问题, 赵歇带幽州军, 齐盛带青州军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两个人都很难像裴俭那样统筹全军, 但是这个刘伯与裴俭很像, 按照裴俭的话说, 他与年轻时候的裴俭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好勇斗狠之辈, 如果他能够从一个猛将, 变成一个愿意动脑子的都尉, 那么林昭并不介意把他培养成下一个裴俭, 床上的刘伯有些不好意思地伸手挠了挠头, 王爷, 外面的战士, 战士不打几, 林昭瞥了一眼窗外, 估算了一些时间, 开口道, 契丹人锐气已尽, 这会儿虽然依旧凶猛, 但是段时间内打不到我们这里来, 算算时间, 咱们在幽州的援兵也应该到了, 林昭话音刚落, 一身铁甲的赵成便迈步走了过来, 对着林昭公敬低头, 王爷, 赵将军领援兵到了, 林昭点了点头, 回头看向床上的刘伯, 微笑道, 好生养伤, 过两天本王请你喝酒, 说完这句话, 林昭迈步离开了伤兵营, 他刚出伤兵营没多久, 风尘扑扑的赵歇便半跪在林昭面前, 恭敬低头, 王爷, 末将奉命前来支援陆县, 林昭微微低眉, 淡淡地说道, 陆县的契丹人能杀一个便杀一个, 杀到他们不敢在南下为止, 赵歇的援兵是一路从季县赶来的, 为了不引起契丹人的警觉, 在陆县这边动手之前, 幽州军统统缩在幽州城里, 一兵一族都没有出城, 完全是一副权力守城的模样, 同时, 作为幽州君主将之一的赵歇, 还刻意出现在人前, 做出一副与幽州军同在的模样, 正是因为作戏做到这种程度, 才能让契丹人, 完全对陆县这个小县城失去警觉, 让他们在这里栽跟头, 此时, 赵歇带了一万多幽州军, 从季县赶来, 此时, 林昭带来的五千幽州军, 已经损失近半, 而契丹人同样不好受, 林昭这里伤亡了差不多两千人, 契丹人付出的伤亡至少在三千人以上, 这是百年以来, 周人在应对异族之时, 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硬碰硬取得优势, 更重要的是, 赵歇带过来的幽州援兵, 还在全胜状态, 并且数量占优, 听到了林昭的吩咐之后, 赵歇低头, 声音沉重, 末将遵命, 这位性格沉稳的平鲁军大将翻身上马, 对着身边的幽州军将士怒吼, 上马, 与我杀将过去, 浩浩荡荡的幽州军大军直扑契丹人的先锋军, 此时幽州军士气正胜, 这种无惧无畏的气势, 甚至让刚打败突厥人不久的契丹人感到胆寒, 马匹上的赵歇声音低沉, 王爷就在身后看着, 兄弟们, 莫要丢了我们幽州军的脸面, 杀敌一人, 赏钱十罐, 随我杀过去, 在这一刻, 一直凭卢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火器营, 似乎都不那么重要的, 有的只是男儿的血气, 以及战场上的豪气, 被重重护卫的契丹克汗耶律卓, 见到浩浩荡荡冲过来的幽州军援兵, 横横咬牙, 周人人多势众, 留人断后, 我们后撤, 与主力会合, 耶律卓带着的这支契丹军队, 只是契丹人的先锋营, 他们的主力还在身后一两百亿, 而此时正面战场上, 幽州军的人数虽然多过契丹人, 但其实多得并不多, 也就是说, 这位契丹克汗, 怯了, 主将心怯, 自然容易影响军队, 于是乎, 在契丹人与赵歇所部接触不到一个时辰之后, 便全面败退, 向来性格稳健的赵歇, 高声怒吼, 死死地咬住契丹人的尾巴, 追杀不休, 这场追杀,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等到契丹人残步接近契丹主力之后, 赵歇才下令后撤, 此时, 幽州军已经把契丹人赶出幽州地界近二百里, 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的赵歇, 强撑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了陆县丹招的率仗之中, 半跪在丹招面前, 向他汇报战果, 王爷, 末将奉命追击, 战果颇风, 具体的数目尚且没有统计出来, 但是根据估算, 这一天一夜, 契丹人伤亡至少五千人, 率仗里的林某人, 满意点头, 他看了赵歇一眼, 开口道, 我军伤亡如何? 不到三千, 岳王爷摇头, 叹了口气, 契丹人还是汉勇, 在这种情况下, 战损笔依然不是太好看, 不过打成这样, 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契丹不拢供不过十万二十万户, 损失五千战力, 已经是从他们身上啃下了一块肉,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看向赵歇, 帝眉道, 昨天晚上, 裴将军已经集结完军队, 开把太原了, 赵歇神色微变, 抬头看向林昭, 王爷的意思是, 这一次咱们打契丹人, 只是顺手为之, 真正的意图是在太原, 裴将军化整为灵, 正在朝着太原推进, 为了让他更加隐蔽一些, 咱们这里, 声势要再大一些, 赵歇低头, 吐出一口浊气, 然后抬头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王爷的意思是, 咱们与契丹人, 还要打得再凶一些, 见赵歇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林昭叹了口气, 走到了他的面前,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开口道, 赵大哥, 我知道幽州军算是你一手带起来的, 你不舍得用将士们的性命去造声势, 如果单纯只是为了给太原那边打掩护, 我也不会让兄弟们去跟契丹人应聘, 但是, 早年的幽州军, 其实是裴俭弄起来的, 而赵歇祖建的, 则是青州军, 但是后来, 裴俭跟随林昭一起牺牲长安, 幽州军的事情便落在了赵歇头上, 那几年时间一直到现在, 幽州军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他在负责, 此时林昭要拿幽州军的将士性命去给裴俭打掩护, 他心里当然会有些不太舒服, 岳王爷声音沙哑, 这场仗总是要打的, 没有太原那边的事, 这场仗也还是要打, 幽州军如果不愿意去跟契丹人硬碰硬, 那么平鲁军的其他军队, 青州军, 苍州军, 就要与契丹人拼命, 不打出咱们平鲁军的威风, 这些贪得无厌的异族, 便会一次又一次地来袭扰边疆, 让咱们永远不得安宁, 守城可以守一时, 却不能守一世, 守城成功无数次也没有用处, 敌人只要成功一次, 咱们就满盘皆输,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这件事, 赵大哥心里要能过得去, 如果实在过不去, 幽州军已经出力不守, 我从其他地方再调牌人手过来, 赵歇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浊气, 他起身, 半跪在林昭面前, 低头道, 王爷, 末将没有护毒子的意思, 归根结底, 不管是青州军还是幽州军, 都是平卢军的一部分, 都是王爷的部下, 他苦笑道, 只是经过路线一战, 契丹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再上当了, 他们如果出关去, 咱们想寻他们决战, 也很难寻到, 同前卫, 已经在确定契丹大不足的位置了,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这几年时间里, 平卢军的很大一部分精力, 都在做这件事, 从前一些契丹不足, 逐水草而居, 不太好确定位置, 但是最近二十年, 契丹人的日子好过了不少, 他们之中的贵族, 也渐渐定居了, 岳王爷面色平静, 开口道, 赵大哥, 自临皇帝以来, 一族欺负咱们周人, 已经四十多年了, 这一次, 该到了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赵歇看向林昭, 低声道, 王爷您, 想出关, 是要出关, 林昭低眉道, 给契丹人来一次狠的, 他们最少可以消停三代人, 本王要让这些契丹人, 见到我的林子王岐, 便吓得瑟瑟发抖, 说完这句话, 林昭看向赵歇, 赵大哥愿意新鲜讽, 赵歇乃是平卢军, 或者说林昭集团之中的元老, 因此, 哪怕是林昭本人跟他说话, 大多也是用商量的语气, 这位幽州军副将, 沉思了一番之后, 对着林昭深深低头, 愿为王爷笑死, 林昭的意图, 已经很明显了, 他要一举更易边疆的局势, 把越发嚣张的契丹人打疼, 甚至是打死, 如果按照现在的北疆局势推演, 随着突厥越发孱弱, 契丹人很有可能占据整个北方, 成为中原王朝最大的敌人, 趁现在, 契丹诸步还在萌芽之中, 林某人不介意把这个 上在墙堡中的强盛帝国一把掐死, 即便不能一下子掐死, 至少也可以让他晚成行几十年, 成为发育不良的早产, 这个行为是很凶险的, 因为幽州军现在的兵力, 并不比契丹人的兵力多, 属于守城有余, 进攻不足的程度, 一旦出关, 被契丹人主力纠缠上, 到时候即便脱身, 也要被契丹人扒下一层皮, 而林昭的意思是, 让赵歇带着幽州军主力, 正面牵制契丹人主力, 而他则带着两三个, 独卫营数千人, 绕到契丹人的后方, 去偷袭契丹人, 最近几年才建立起来的城市雏形, 这个活, 本来应该是刘伯那种狠人去干的, 只可惜猛将兄刘独头, 在路线一战中受伤不清, 现在都没有缓过来, 没有了这一员虎将, 林昭手底下, 能够独当一面的将军便不多了, 裴俭正在偷摸地前往太原, 而其胜则是坐镇青州, 动弹不得, 对于林昭的这个大胆计划, 生性谨慎的赵歇本来是言辞拒绝的, 但是实在扛不住林昭的劝说, 再加上在这场行动中, 真正有难度的是, 牵制住契丹人主力, 绕后偷袭反而不那么艰难, 一来二去, 赵歇也就同意了林昭的计划, 就在林昭这边定下战略的时候, 从幽州出发的大将军裴俭, 已经敲摸摸来到了靠近太原的恒州, 此时, 他麾下兵力已经化整为零, 有半数都进了恒州, 只是还没有聚齐而已, 恒州, 目前还在朝廷的控制之中, 因此, 裴俭不能带兵直接从恒州烫过去, 这样会打草惊蛇, 他只带了十几个护卫, 率先赶到恒州, 裴大将军还没有进恒州, 一个衣着普通的中年人, 便把他拦了下来, 带到了路边, 这个中年人, 行到四下无人的地方, 对着裴俭恭敬低头行礼, 小的见过裴将军, 裴俭上下打亮了一眼这个中年人, 然后在他的衣领, 看到了一枚秀上去的, 很不起眼的铜钱, 铜钱卫的一钱, 中年人低头, 很是客气, 铜钱卫一钱成兵, 见过裴将军, 铜钱卫, 是当初凌昭在西征路上创建的组织, 时至今日已经有近五年时间, 到现在这个情报组织的人员规模已经十分庞大, 内部的等级制度也已经很完善了, 除了最高等级的七个半钱之外, 铜钱卫还有十二个一钱, 这近二十个人就是铜钱卫的最高画室人, 裴俭点了点头, 开口道, 能在铜钱卫做到一钱已经十分不易, 他看向陈斌, 问道, 恒州情况如何? 恒州刺史孙浩, 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陈斌低眉道, 只是恒州的其他大小势力, 短时间内不好全部掌控, 如果裴将军想要带大股将士穿越恒州, 风险还是不小的, 裴俭抬头看了看面前的恒州城, 淡淡地说道, 带本将去建这个恒州刺史, 其他的事情本将来处理, 陈斌立刻低头, 小得遵命, 铜钱卫在整个青州集团中地位有些特殊, 或者说是有利于青州集团之外的机构, 只对林昭一个人负责, 因此这个陈斌原本是不用对裴俭这么恭敬的, 但是裴俭, 毕竟是平卢军的创始人之一, 就连林昭私下里也要叫一声陪叔, 哪怕是同前卫的一钱, 也对他毕恭毕敬, 不敢有丝毫怠慢, 就这样, 在陈斌的指引下, 裴俭被带到了恒州的刺史府, 此时, 这位恒州刺史已经三天没有去衙门上班了,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府上的护卫们被悄悄地轮换了一遍, 到现在, 这位刺史大人连自家的门都出不去了, 不过为了保命, 他还是对外宣称自己病了, 不敢泄露消息, 被困在家中的第三天, 孙刺史愁容满面, 恒州这个地方本就不是什么附属之地, 更要命的是, 恒州的西面是河东节度史, 东面就是平卢节度史, 被两大节度史加在中间, 他上任刺史一年多以来, 每天都是战战兢兢, 生怕什么时候, 就被两位节度史给做掉了, 而现在, 他在自己家中突然被控制住, 虽然还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 但是内心里已经猜到了一些, 就在这位刺史, 在自己书房之中胡思乱想的时候, 书房外面, 一个护卫沉声道, 孙刺史, 有人要见您, 刺史大人知道郑主来了, 他心里叹了口气, 起身走到门口推开房门, 看了一眼这个从未见过的陌生护卫, 苦笑道, 带路吧, 这个护卫点了点头, 很快把他带到了刺史府左近的一处院子之中, 这处院子的后院, 一个身材壮硕, 虚发花白的壮汉, 正坐在一处亭子下面饮酒, 孙刺史上前, 对着这个壮汉低头行礼, 这位兄台, 敢问, 这个头发胡子都有点发白的汉子, 瞥了一眼孙浩, 淡淡地说道, 我是裴简, 听到这四个字, 孙浩心中大概就明白了这件事的始末, 他看向裴简, 苦笑了一声, 为之裴将军大驾光临, 下官失营了, 裴简现在身上的正式官职, 是正三品幽州将军, 比他这个刺史的官阶要高出不少, 而且因为临昭前几年几乎占据长安, 平卢军的这些将领们也都天下闻名, 裴简照歇之名, 不说人尽皆知, 最起码在官员圈子里, 是人人知道的, 眼下幽州那边正在开战, 身为幽州将军的裴简不在幽州, 反而到了恒州来, 其中的用意已经一目了然, 裴简指了指自己对面, 开口道, 孙刺史座, 孙浩犹豫了一番, 还是战战兢兢, 坐在了裴简对面, 裴将军看了孙浩一眼, 开门见山地说道, 孙刺史, 这次本将到恒州来, 是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 事成之后, 我家王爷不会亏待了你, 你依旧是你的恒州刺史, 孙浩脸上挤出了一个笑容, 既然是岳王爷吩咐, 裴将军尽管说就是, 下官能, 尽力之处, 绝不敢推脱, 事实上, 他和他的家人, 已经被同前卫控制三天有余了, 这个时候, 他根本没有拒绝的资格, 很好, 裴简粗糙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个笑容, 你们读书人有一点好处, 就是不麻烦, 一点就透, 裴将军呵呵一笑, 岳王府正缺人才, 以后有机会, 本将领你去拜会我家王爷, 恒州刺史府, 被裴简顺利掌控, 接下来, 刺史府发出文书, 朝廷要从赵州征调民夫, 从恒州路过, 前往太原府境内的赤塘关, 修筑关城, 征调民夫修筑城墙这种事情, 在这个时代很常见, 再加上这个时代, 通信极其不方便, 因此, 恒州的百姓基本上不会了解赵州那边的情况, 也不太可能去赵州求证这件事, 于是乎, 裴简麾下退去铠甲的数万人马, 就摇身一变成了民夫, 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恒州境内, 他们把甲州兵器全部堆放在大车里, 对外宣称是沿途吃用的粮食, 其实裴简这个伪装计划漏洞百出, 只要有心人稍微查一查, 就可以查到不对劲, 也可以查到这些民夫并不是从赵州过来的, 如果眼力好一些的, 甚至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这些所谓的民夫各个都是君武出身的君汉, 不过这个计划并不需要很完美, 裴简要的只是麾下将士能够悄无声息地越过恒州, 到达太原府境内而已, 太原府境内一定有许多和东军的眼线, 到了太原府境内, 这些伪装便没有了意义, 还是得换上甲咒, 与和东军正面碰一碰, 三日之后, 裴简麾下的近四万平如君, 统统来到了恒州与太原府交接之处, 随着裴大将军一声令下, 所有人默默穿上甲咒, 率仗之中, 裴简伸手指着前方只有几十里的县城余线, 又指了指余线南边的寿阳, 对着麾下的部将们沉声道, 王爷只给了本江半个月时间, 裴大将军滴眉道,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我要拿下余线与寿阳两座县城, 说完这句话之后, 裴简指了指地图上太原正北方的一座县城, 冷声道, 除了这两个县城之外, 我会分三个都卫营, 打太原北边的阳区, 五日之内, 要拿下阳区, 然后, 裴简粗糙的手指, 放在了地图上的太原上, 然后, 我们何为太原, 王爷他现在在北边亲自领兵收拾齐丹人, 为的就是让咱们能够出其不意, 裴简双目如同猛虎一般, 扫尸了在座的一众副将与都尉, 冷声道, 王爷这么些年, 没有搏带过诸位, 诸位能够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也都是王爷一手提拔上来的, 我希望诸位, 莫要让王爷失望, 平卢军是林昭与裴简等人, 白手起家, 凭空建立起来的, 平卢军最早的前身, 是青州的团结兵, 都是一些正儿八经的民兵, 眼下平卢军里的不少将领, 就是从当年青州团结兵里出身, 是正儿八经的林某人嫡系, 除了青州团结兵出身的将领之外, 其他的将领也都是林昭, 裴简, 照些三个人提拔上来的, 这些平卢军嫡系, 自然很看重林昭对他们的态度, 听到了裴简这番话之后, 这些人顿时嗷嗷叫起来, 将军放心, 末将们一定不负使命, 一些青州团结兵出身的老人, 对着裴简直拍胸脯, 裴头您放心, 我们一定不给你丢脸, 能说出这句话的, 都是当年裴简亲自从团结兵里训出来的, 还有一些新冒头的都尉, 嚷道, 老爷子您放心, 十日之内, 我们给您打下太原, 然后率仗里, 一阵哄闹之声, 裴简环视左右, 低声喝道, 好了, 军营之中, 成何体统, 各自回去, 点起各自的人手, 明日天一亮, 我们立刻动身, 裴简在平庐军中的威望最高, 他这么一出生, 这些人都安静了下来, 灰溜溜地离开了帅长, 都尉们统统离开之后, 几个副将留了下来, 与裴简一起商量后续的策略, 次日一早, 裴简索部从横州的最西面出发, 直扑于县, 到了于县之后, 裴部主力之中, 又奋出了两股兵力, 各三千人左右, 一路攻受阳, 一路攻阳取, 因为是偷袭的原因, 当裴简索部的主力, 到达于县城下的时候, 在于县驻防的河东军, 根本充分时间准备, 刚刚勉强弄起防御阵势, 便被平庐军, 毫不留情地炸开了县城城门, 接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平庐军, 便冲进了于县, 只不到两个时辰时间, 于县便告破, 守城的两千河东军, 或战或降, 与此同时, 另外两路人马, 扑向另外两个县城, 就在平庐军攻城掠地的时候, 于县被迫的消息, 也以最快的速度, 传往太原城, 此时, 太原城里的大将军府里, 征战半生的大将军王府, 已经卧床不起, 半月有余, 事实上, 从被灵昭赶出关中之后, 王府便落下了心病, 回到太原之后, 身体也不太好, 这三年时间, 身子一天比一天差, 作为河东军少将军的王洛, 便一直陪在床边, 伺候着自己老爹, 这天, 王府好容易睡下, 一脸疲惫的少将军, 走出老爹的卧房, 他看向在房间门口守候的一众王家子, 微微叹了口气, 父亲睡下了, 你们也都回去好好睡一觉吧, 这些王家子, 互相对视了一眼, 纷纷对着王洛行礼, 是, 打凶, 他们都是王府的儿子, 王洛的弟弟们, 在河东军里, 倒没有什么真伪的事情出现, 因为王洛跟着父亲王府治军, 已经一二十年时间了, 从关中回来之后, 河东军的实际掌控人, 变成了王洛, 兵权在手, 王家的这些儿子们, 自然对兄长服服帖帖, 在这些王家子离开之后, 王洛正准备也回去睡一觉, 一个慌慌张张的身影, 从外面跑了进来, 静止跪在他面前, 不住地喘粗气, 少, 少将军, 大事不好了, 这是河东军中的赤后, 见这个赤后神色慌乱, 王洛微微皱眉,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赤后慌慌张张从怀里取出文书, 颤微微地在王洛手里, 声音颤抖, 余县城外,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大股军队, 现在已经占领余县, 他们还奋兵塌处, 朝着我太原府其他县城去了, 王洛脸色也变了, 他压低了声音, 沉声道, 哪里来的军队, 多少人, 鹰, 应该是平如君, 至少三万多人, 王洛深呼吸了一口气,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回过神来, 转身想要去智慧父亲王府, 但是回头一看, 发现一个脸色有些发黑的老人, 站在了门口, 这个老人, 正是已经卧床半月有余的大将军王府,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竟然自己站了起来, 并且来到了王洛身后, 此时的王大将军, 已经不负在长安城之时的风采, 老头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似乎会随时倒地, 一命呜呼, 王洛连忙上前, 搀扶住了父亲, 爹, 您怎么起来了? 王府没有答话, 他声音沙哑, 林三果然狼子野心, 大狼, 立刻给骑士道送信, 王大将军一字一句地说道, 此时, 只有他能救太原, 当初在关中的时候, 王府父子虽然逃了出来, 但是被裴俭带人追杀了好几天, 河东军带去关中的兵马, 只会来了一半左右, 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如今三年时间过去, 河东军的人数虽然已经恢复到了五万人, 但是总体战力却没有恢复, 再加上王府回到太原之后, 就开始生病, 河东军这三年时间, 差不多是停滞不前的,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发展, 河东节度史智下, 只有三个州以及一个太原府, 这么大的地方, 在没有朝廷供养的情况下, 养五万兵马已经非常非常吃力了, 而王府在被赶出关中之后, 已经失去了朝廷的官职, 而且他涉嫌谋辞天子, 朝廷自然不会再给他供给钱粮, 而以河东军现在的这些地盘, 养五万和东军都是不够的, 从宏道二年年尾开始, 一部分河东军就开始欠想了, 毕竟王府又不像林昭那样, 麾下族有二十多个州郡不说, 还有两个大型的商号, 以及两个商业中心城市供养平如军, 现在的河东军可以说是江河日下, 王洛把老爹扶进了屋里, 看着已经脸色难看到几点的老爹, 这位河东军少将军叹了口气, 开口道, 父亲,三年前咱们就是被骑士道赶出来的, 这个时候去向他求援, 他如何肯相帮, 他一定会来, 王府在儿子的搀扶下重新躺回了床上, 老头睁着眼睛, 语气很是笃定, 纯王齿寒的道理, 骑士道比谁都清楚, 林三, 林三纳斯, 明面上在跟契丹人打仗, 实际上却想要偷袭太原, 如果太原也落入林贼之手, 整个大州的东北, 便统统要跟他姓林, 到时候, 不管是朝廷还是朔方军, 亦或是其他节度士, 都拿林三权无办法了, 王府病了许久, 但是这会儿却出气的清醒, 他喘了口气之后, 继续说道, 只要你通知骑士道, 他即便不会跟林三死磕, 也会居中调停, 说到这里, 王大将军咬牙道, 坏就坏在, 当年老夫一时糊涂, 听信了李严那小子的话, 如果先帝还在, 林三段不敢这样犯我太原, 林昭敢直接打太原, 是因为王府父子, 乃是大州的弃城, 如果不是朝廷特别需要和东军来镇守太原, 看住突厥人, 再加上朝廷那个时候, 无力平灭太原, 王府父子是一定会被捉起来, 压到东市街斩首的, 不仅他们父子要死, 王家要被朝廷一灭三族, 士军, 乃是天大的罪过, 因为他们父子是军, 因此林昭可以不经过朝廷允许, 直接出兵太原, 到时候打下太原城, 把王府父子捉了, 丢到长安去, 朝廷不仅不能多说什么, 多半还要给他林某人加官敬绝, 大大的封赏一番, 因此, 朝廷这个时候, 是没有立场来就是军之人的, 此时, 能够帮助和东军的, 只有骑士道, 因为骑士道, 不会愿意看到林昭的势力, 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听到了老爹的分析之后, 王洛低眉, 吐出了一口浊气, 苦笑道, 父亲, 只怕, 咱们未必能够坚持到齐大将军赶来, 和东军前几年本就元气大伤, 这三年时间非但没有恢复元气, 反而因为朝廷不再供给钱粮, 比从前还要孱弱一些, 收缩全部兵力, 固守太原, 王府剧烈地咳嗽了一声, 嘴角浸出血丝, 把家里的人先送出去, 你留在太原固守, 林三人在幽州应付契丹人, 来犯太原的平如君, 不会太多, 你, 尽力手就是, 邵将军情绪有些低落, 父亲, 这个时候, 就算把他们送出去, 又能送到哪里去呢? 送去突厥, 王府闭上眼睛, 再一次咳嗽, 突厥人近几年, 屡败于契丹, 他们需要会打仗的人才, 实在不行, 就把何东郡在边疆的布防吐给他们, 王大将军的声音, 越来越低, 无论如何, 保住咱们家的血色香火, 王洛文言, 神情有些复杂, 一不错, 不不错, 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动手杀皇帝李巡, 那么长安城的局势, 很有可能会延续至今, 王府依旧是大周三大异性王之一的代王, 何东郡也依旧是风光无良的何东郡, 但是很可惜, 在长安权力斗争失败之后, 何东郡就注定了会败亡, 只是当初歧视道, 人为地把何东郡败亡的时间延后了而已, 王大将军躺在床上, 最后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大郎, 这个重担便都托付在你身上了, 说完这句话, 王府闭上眼睛, 似乎是睡了过去, 一旁的王洛发现了不对, 立刻上前, 跪在了老爹床前, 声音颤抖, 父亲, 王大将军依旧紧闭双眼, 一言不发, 这位曾经绝封待王的王大将军, 撒手人寰, 太原城里, 近期搞诉, 三日之后, 太原城被的阳区破城, 至此, 裴俭的三陆大军, 连破太原府三座县城, 然后三陆大军一起进发, 将太原府团团围住, 在这个时候, 平鲁军兵为太原的消息, 已经变传天下, 长安城里, 以宗室之身任兵部尚书的宋王李旭, 正在兵部衙门里翻看文书, 他原先是朝廷的禁军大将军, 宏道二年长安的新禁军成行之后, 天子便把他调离了禁军, 让他到兵部任了尚书, 这是近百年来, 大周唯一一个宗室尚书, 宋王爷处理完了兵部文书之后, 正准备下班回家, 大太监周震亲自来到了兵部, 对着李旭低头行礼, 宋王爷, 陛下请您去甘露殿议事, 李旭面色平静, 点头道, 本王知道了, 周震看了看李旭, 苦笑道, 王爷, 陛下交代了, 事情紧急, 让您直接进宫去, 奴婢的轿子已经给您备好了, 李旭深深地看了周震一眼, 那走吧, 很快, 李旭就上了司工台的轿子, 上轿子之前, 他看了看周震, 问道, 周公公, 本王想问你, 梁王何罪? 英河被宗府除决, 梁王是中宗皇帝的儿子之一, 早早地被封出了长安, 到梁州为梁王, 上个月, 司工台查出梁王有不轨之心, 并且查出梁王在梁州, 横行乡里, 为非作歹, 于是天子便下令宗府, 废除了梁王的爵位, 贬为庶民, 这个梁王与李旭年纪差不太多, 而且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听说梁王被处决, 李旭心里自然有些不太舒服, 周震苦笑道, 宋王爷, 梁王殿下的卷宗, 回头奴婢给您送到宋王府去, 现在还是先面见陛下为好, 李旭闷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没过多久, 轿子在甘露殿门口停下, 甘露殿里, 一个穿着寻常袍子的帝王, 看到李旭进来之后, 连忙招手, 送王叔可算来了, 李旭整理了一番情绪, 上前攻身行礼, 臣拜见陛下, 不必客气, 皇帝陛下看向李旭, 微微叹了口气, 王叔出大事了, 正刚收到消息, 皇帝低声道, 平如君兵围了太原, 皇帝能说出这句话, 就说明, 在登基三年之后, 长安城里的情报机构, 已经被这位皇帝陛下, 牢牢掌握在了手中, 最起码, 李旭还不知道的事情, 皇帝已经提前知道了, 听到这句话, 李旭微微皱眉, 他微微低头, 开口道, 平如君, 不是, 在与契丹人打仗吗? 在打仗? 三年时间过去, 这位曾经纯阳官的小道士, 已经逐渐适应了皇帝这个新身份, 言谈举止比起从前, 已经从容了太多了, 此时, 他已经开始叙叙, 身材也比从前稍微胖了一点, 看起来更匀称了, 皇帝陛下伸手, 示意李旭坐下, 然后苦笑道, 这就是可怕之处了, 岳王他, 一边在幽州与契丹人打仗, 另一边居然有余力奋兵直取太原, 而且, 速度极快, 皇帝低眉道, 司公台的人传消息回来的时候, 平如君已经拿下太原两个县城, 现在在攻取太原的路上, 皇帝面色平静, 看向李旭, 宋王说, 依你看, 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 李旭低眉, 微微叹息, 陛下, 这件事情, 朝廷没有办法处理, 他抬头看了皇帝一眼, 开口道, 王府与何东郡, 不是有弑君之嫌那么简单, 而是已经有铁证能够证明他们弑君, 这是三法司与郑士堂一起定下来的罪过, 从三年前开始, 王府便不再是周辰了, 而是我大周的叛逆, 换句话说, 平如君争讨太原, 合情合理, 朝廷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多说什么, 李旭低眉道, 朝廷最多就是身赤一番岳王做事情不按章法, 不过以那位岳王爷的脾气, 他请求攻打太原的文书,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李旭缓缓吐出一口气, 朝廷总不能矢口否认曾经给王府定下来的罪过吧, 对于平如君攻打太原这件事, 李旭心里是很复杂的, 因为王府等人士的君不是别人, 而是跟他一起长大的手足兄弟, 先皇帝李旭, 作为李旭的半读, 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兄长报仇, 已经很是痛苦, 现在有人要替兄长报仇了, 他这个做兄弟的, 不帮忙也就算了, 总不能还要阻止罢, 李旭通叹了口气, 从地座上走了下来, 副手来到了李旭身边, 低眉道, 王叔, 按照现在的情势看来, 平如君攻下太原并不是什么难事, 到时候, 平如君就要尽数接管和东军原有的地盘了, 李旭通顿了顿, 沉声道, 朕觉得, 朝廷如果就这么看着, 一眉道, 陛下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 朝廷要出兵太原, 皇帝沉声道, 不止朝廷要出兵太原, 朔方军也要出兵太原, 李旭眉头皱了皱, 开口道, 朔方军出兵太原, 尚有道理, 但是陛下, 长安禁军至今没有恢复中宗朝的战斗力, 不能让长安禁军去与平如君厮杀, 这样, 只会再一次打散禁军, 谁说要与平如君厮杀了, 皇帝看向李旭, 轻声道, 是我大洲最大恶极的罪人, 朝廷本就要缉拿他们, 只是因为新朝福利, 一直没有腾出手来, 如今平如君既然提前出手了, 朝廷自然也要派兵过去, 李旭先是愣了愣, 然后立刻想明白了皇帝这句话的意思, 他连忙起身, 对着天子躬身行礼, 陛下高明, 这个时候, 派兵过去与平如君作战, 无疑是不治之举, 因为长安禁军, 未必就是平如君的对手, 而且这样一来, 也失处无名, 但是派兵出去, 与平如君一起攻打太原, 就合情合理了, 朝廷本就要缉拿王府父子, 派进军过去, 不管出力多少, 总是一起出力了, 到时候与平如君一起兵进太原, 平如君在不造反的前提下, 是没有办法把进军的人赶出去的, 李玄通面带微笑, 看了看李旭的右腿, 问道, 王叔愿意替朕跑一趟否? 李旭腿脚不方便, 这些年在长安城里的外号, 已经从瘸子王爷变成了瘸子尚书, 按理说, 他是不太适合带兵出征的,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李旭面露笑容, 微笑道, 这件差事不需要与人硬碰硬, 臣虽然腿瘸, 但是还可以骑马, 应该可以胜任这件事, 平如君毫无疑问, 是进攻太原的主力, 进军过去, 滑滑水就行了, 到时候, 虽然只能与平如君一起共掌太原, 但是已经足够了, 本来, 河东节度使境内, 朝廷也无法掌控, 现在不仅可以参与进去, 还可以恶心恶心那位岳王, 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王叔愿意辛苦一趟就好, 天子轻声道, 王叔明日去进军, 领一万兵马直取太原, 至于朔方那边, 朕已经让人去送信了, 齐大将军也会派人攻取太原, 三家分镜, 总比岳王一家独吃了, 要好得多, 太原是古晋国所在地, 但是远远没有古晋国那么多, 皇帝这句三家分镜, 虽然有些牵强, 倒也应景, 李旭起身, 对着天子低头行礼, 轻声道, 陛下置诸在握, 微臣佩服, 哪里能算置诸在握, 李玄通摇了摇头, 开口笑道, 只是朝政诸事, 都是诸卿在忙, 正一个闲人, 在宫里有许多时间想事情而已, 叔侄俩又说了一会儿出兵的细节, 时间差不多了之后, 李旭便起声告辞, 临别之前, 李旭犹豫了一下, 对着天子低头道, 陛下, 近两年, 宗府已经夺绝数名宗士, 臣的意思是, 宗士犯了错, 略施薄成也就是了, 直接耻夺爵位, 未免, 未免有些太严苛了, 听到李旭这句话, 皇帝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李旭, 王叔的意思是, 郑科带了中宗皇帝的后人, 十八, 臣不敢, 李旭恭敬低头, 开口道, 那些宗士犯了错, 宗府惩戒也是应当的, 臣的意思是, 是不是适当宽佑一些, 朕已经非常宽佑了, 天子似乎早料到李旭会说出这番话, 他面带笑容, 淡淡地说道, 梁王在梁州, 多次在私下里说, 朕不是李家人, 而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种, 他总有一天要打进长安来, 把朕从这个位置上丢下去, 大谢八块, 这些话, 都是司公台记下来, 梁王本人也都认了呢, 天子轻声道, 这种大罪, 本来应当是满门抄斩的, 只是朕自小修道, 心里还是起了一点善心, 只夺了他家的爵位而已, 李旭叹了口气, 对着皇帝深深低头, 陛下恕罪, 臣, 失言了, 无妨, 天子淡然一笑, 这些话王叔能说出来, 就代表王叔还与朕一条心, 说出来好, 说出来就能消解误会, 这是好事情, 天子与李旭商量之后的第二天, 便领着禁军离开了长安, 直奔太原而去, 而在这之后没多久, 远在朔方的骑士道, 先后收到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 是王府父子送过去的求救信, 王府的意思是, 要让骑士道, 兑现当初两个人, 在下归定下的盟约, 在河东郡被平如军攻击的时候, 出手相帮, 收到这封信之后, 齐大将军沉默了许久, 并没有有所动作, 因为这个时候, 没有朝廷的命令, 他没有办法出兵, 与平如军正面对抗, 朔方军与现在孱弱的河东军可不一样, 虽然朔方军也在泛阳之乱中元气大伤, 只剩下一半将士, 但是战后, 朔方军得到了朝廷的权力支持, 如今的朔方军已经恢复了整整十万人的编制, 论实力在天下诸侯之中都名列前茅, 一旦朔方军与平如军正面开战, 那么结果将会不可收拾, 更重要的是, 骑士道并不想与林昭开战, 倒不是说因为他们之间所谓的殊职情分, 而是因为, 他实在是没有把握能赢林昭, 三年前在长安的时候, 平如军还未完全成形, 那个时候的, 如果朔方军是完整状态, 或许还可以拿捏拿捏平如军, 可是当时的朔方军已经被康东平打到半残, 如今的朔方军虽然已经恢复, 但是平如军战斗力抬升得更快, 还有各种各样的火器, 即便是正面硬碰硬, 骑士道心里都已经没把握了, 但是, 在收到了朝廷的圣旨之后, 齐大将军二话不说, 立刻点齐了两万朔方军, 亲自领兵, 直扑太原, 长安与朔方军所在的灵州, 距离太原都不算太近, 都在一千里以上, 长安要稍近一些, 约莫在一千二百里, 而灵州到太原, 则是要一千四百里, 这些距离, 灵州事先都是算过的, 因此, 他曾经对裴俭说过, 最好在动手之后的半个月内, 拿下太原, 因为, 如果长安和灵州要发兵太原, 行军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半个月, 但是事情出乎了灵州的意料之外, 不管是长安进军, 还是骑士道的朔方军都不是到太原与灵州打架的, 因此他们全部都是轻装剪从, 骑士道的做法更极端一些, 为了尽快到达太原, 他直接调拨了五千骑兵, 骑马赶路, 把部族丢在了身后, 骑兵在正常爱惜玛丽的情况下, 一天能奔行二百里左右, 如果舍得费马, 一天走个三百里不成问题, 因此, 在骑士道收到消息之后的第五天, 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太原府境内, 而在这个时候, 同样骑马带着骑兵赶路的宋王李旭, 也带着先头的骑兵赶到了太原府, 这时, 是裴俭进入太原之后的第八天, 也是他们兵为太原的第五天, 太原河东军的战斗力, 已经远不能和平卢军相比较, 但是河东军就是固守不出, 死死地聚成而守, 一时半会之间, 裴俭还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毕竟城里的河东军人数并不少, 少说也有三万多人, 裴俭虽然心急, 但是并没有乱了章法, 依旧按部就班的部署工程事宜, 比较难搞的是, 为了防备平卢军的火器, 河东军少将军王洛下令, 用石头堵住了太原所有的城门, 导致了火药一时半会之间, 没有办法炸开城门, 对此, 裴俭只能用投石车往城墙上投掷火药罐子, 来消耗河东军的有生力量, 到了第八天下午, 裴俭正在部署工程的时候, 平卢军斥后赢的一个校尉, 来到了率仗之中, 对着裴俭半跪下来, 低头道, 将军, 长安进军与朔方郡, 已经抵达太原府, 正直扑太原城而来, 这么夸, 裴俭眉头大昼, 不可能, 就算是长安到这里, 也要一千余里, 他们无论如何, 不可能在四五天时间赶到太原, 这个斥后校尉再次低头, 回将军, 这两路人马几乎全是骑兵, 他们是骑马赶过来的, 人数并不多, 长安进军只有三千人左右, 朔方郡的人最多也就五千, 八千骑兵, 率仗里的裴俭眉了眯眼睛, 冷声道, 长安城和骑士道, 为了支援这么个弑军的叛逆, 还真是舍得下本, 这么急着来救太原, 老子倒要看一看, 八千骑兵, 就不救得了太原, 传令, 裴俭眉声道, 率仗之中的传令兵, 立刻低头欠身, 今日停止攻城, 所有将士回大营休息, 组成防御阵列, 裴俭的想法很简单, 八千骑兵, 不可能与平卢军正面碰撞, 更不可能进太原帮忙守城, 这些骑兵能做到的事情, 最多就是在侧翼袭扰, 因此, 他才下令让将士们暂且休息, 以意待劳, 等到合适的机会, 平卢军就可以一口吃掉这八千骑兵, 裴俭之军很是严格, 他的将领下发之后, 平卢军的所有将士, 很快后退, 缩回了大营之中, 就在平卢军收缩的时候, 城墙上一直在亲自指挥守城的少将军王洛, 也长长地松了口气, 几乎虚拖在城墙上, 这几天时间, 他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首先是老爹突然去世, 大敌当前, 为了军中的士气, 他只能密不发丧, 把这件事暂时压下来, 全心全意指挥守城, 而这几天时间里, 裴俭的进攻如同流水一般, 让他喘不过气来, 终于到了第八天下午, 裴俭锁部开始收缩了, 在平卢军停止进攻的同时, 王洛也收到了长安禁军以及朔方军到场的消息, 这位河东军的少将军顿时放松了下来, 有了这两路兵马到场, 最起码平卢军以后的进攻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 于是, 这位少将军立刻派出使者, 与朔方军还有长安禁军联系, 但是很可惜, 他派出去的使者一个也没有回来, 在少将军坠坠不安的时候, 时间来到了第九日的上午, 平卢军大营里, 一身铁甲的裴俭正用着青州出产的望远镜, 观望太原那边的情况, 以及长安禁军还有朔方军的动向, 只见这两支军队缓缓开向太原城, 裴俭有些诧异, 甚至在心中泛起了嘀咕, 这两支军队不会要禁城帮河东军守城吧, 裴将军小声嘟囔了一句, 骑兵要是这么用, 那也太蠢了一些就在裴俭犯嘀咕的时候, 长安禁军与朔方军就是在同一时间, 心有灵犀地对太原城发起了攻击, 拿着望远镜的裴俭, 目瞪口呆, 随即, 平卢军的斥后立刻进前汇报, 将军, 长安的禁军与朔方军, 似乎, 这个斥后咬了咬牙, 开口道, 似乎在攻打太原, 裴将军目瞪口呆, 然后很快反应了过来, 他猛地一拍大腿, 与其懊恼无比, 坏了, 是的, 不管是长安禁军, 还是远道而来的朔方军, 在短暂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 齐齐开始进攻太原, 他们并不是要打下太原, 事实上, 他们加起来也就是七八千骑兵, 根本不可能打下太原, 这些人, 只是做一座攻城的样子, 告诉天下人, 他们也参与了进攻太原之战, 到时候, 只要平卢军攻下太原, 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太原, 奋一杯羹, 平卢军不可能因为这个, 同时与朝廷以及朔方军翻脸, 更要命的是, 这是一个阳谋, 一个很难破解的阳谋, 进军与朔方军不可能攻下太原, 但是他们只要攻打个一两天, 就可以老神在在地缩回去, 等待平卢军破城, 如果平卢军停止进攻太原, 那对于朝廷和朔方军来说, 也不是什么损失, 他们甚至会很乐意见到第二种情况, 帅仗之中的裴大将军, 脸色很是难看, 他现在, 甚至有出兵吃掉朔方军与长安禁军的冲动, 不过这种事, 是万万做不得的, 最起码在没有经过临昭同意之前, 裴俭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然而太原距离幽州不近, 即便是以最快的速度送信到幽州去, 一来一回少说也要五六天时间了, 率仗里的裴大将军, 脸色阴沉, 传令, 平卢军上下静后待命, 是, 随着裴俭一声令下, 整整一天时间平卢军一动不动, 一直到了傍晚的时候, 装模作样打了一天的禁军, 与朔方军同时退兵, 各自回到了自家营帐之中, 他们虽然打了太原整整一天, 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骑马绕着太原城转悠, 或者用箭矢对射一番, 基本上没有任何伤亡, 到了傍晚, 一身黑甲的裴俭, 带着自己的护卫, 来到了朔方军先锋营的大帐门口, 裴俭黑着脸, 怒声道, 齐老三, 出来见我, 因为朔方军赶过来的只有五千人, 因此, 营帐并不大, 没过多久, 同样这假的骑士道很快来到了营帐门口, 三年时间过去, 原先只有零星白发的齐大将军, 现在头发已经白了近半, 他抬头看向骑在大马上的裴俭, 笑了笑, 裴师兄, 因何如此气愤, 大约是心里有些愧疚, 这是他第一次称呼裴俭为师兄, 裴俭并不吃他这一套, 直接跳下战马, 静止朝骑士道走来, 见裴俭怒气冲冲, 骑士道皱了皱眉头, 往后退了两步, 朔方骏的清兵立刻上前, 拦在了骑士道身前, 齐大将军微微皱眉, 裴师兄, 打架我打不过你, 咱们一大把年纪了, 莫要如此粗鲁, 论行军布阵, 骑士道多半是略胜一筹的, 但是当年裴俭是郑温身边的贴身护卫, 自从少年一成之后, 便少有对手了, 早年在相府的时候, 骑士道还跟着裴俭练过一段时间舞, 自然知道自己不是这个莽夫的对手, 裴俭冷冷地看向骑士道, 是什么意思? 自然是为了轻搅匪秘, 骑士道早已经想好了说辞, 对着裴俭淡淡地说道, 袁河东, 节度使王府, 谋刺先帝, 其罪当诛, 如今既然平如军出兵搅匪, 我朔方军自然也不好干看着, 特意派兵前来相助, 祝你娘! 裴俭气得破口大骂, 老子都快打下来了, 要你来相助? 裴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冷冷地看着骑士道, 骑老三, 你若还念着当年在乡府的勤奋, 现在带兵返回朔方, 老子只当你没有来过, 郑氏如果尚在人世, 也未必会让你与三郎这样胡来, 齐大将军低眉道, 你代表不了郑氏, 再说了, 就算我退兵, 西面还有长安禁军, 那是宋王李旭亲自带领的禁军, 你能把我劝回去, 你能把宋王也劝回去, 禁军赶到这里的, 不过两千人马, 裴俭瞪大了眼睛, 他们要是不肯走, 老子就生吞了他们, 骑士道淡然一笑, 裴师兄, 我带的兵马也不够五千, 你要是真有这份胆破, 不妨连我这五千骑兵一起吃了, 就当我白送你五千匹战马, 裴俭怒气冲冲, 咬牙道, 你当我不敢, 你不敢, 骑士道微微摇头, 三郎不在这里, 你做不了他的主, 你也配提小相公, 裴俭怒声道, 小相公现在正在边关跟契丹人厮杀, 而你们这些人, 却想着在背后给他拖后腿, 我们如何给他拖后腿了, 骑士道面色平静, 开口道, 他要攻太原, 我连夜带骑兵, 日夜兼程赶过来, 协助平如军攻取太原, 这是在相帮三郎, 裴俭嘴笨, 被骑士道这么一说, 脸色胀红, 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 骑士道哑然一笑, 师兄你唇舌上的功夫, 比三郎差太远了, 还是不要与我争论这些, 这里的事情, 你上报给三郎就是, 他自然会做出决断, 说到这里, 骑士道看向太原城, 面色平静, 你转告三郎, 太原城攻破之后, 太原浮影的位置, 可以交给他, 裴俭闷哼一声, 你做的朝廷的主, 这就是朝廷的意思, 骑士道轻声道, 这里由朝廷驻军, 浮影的位置, 由三郎指定人选, 那你呢? 裴俭指示骑士道, 你便这样白跑一趟, 骑大将军微微摇头, 当初王府父子离开关中, 是我把守不立, 我来跑这一趟, 也是应该的, 裴俭低头想了想, 然后冷笑道, 是了, 你家的大儿子, 还在长安做经兆营, 你这样给朝廷卖好, 说不定哪天你那个大儿子, 便竟正是堂拜相了, 不曾想有一天, 你七老三的儿子, 也能当宰相, 裴俭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震温, 哪里有他骑士道的今天, 骑士道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师兄非要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骑大将军侧开身子, 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师兄, 咱们几十年没有一起喝酒了, 今日难得碰面, 一起喝两杯, 裴俭瞥了一眼骑士道, 不屑道, 你便不怕我揍你, 一鼓作气在而摔, 师兄现在怒气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骑大将军深情诚恳, 开口道, 师兄愿意否, 裴俭瞥了骑士道一眼, 转头上了自己的战马, 跟你喝酒, 我怕你把我给堵死, 我说不过你, 等三郎来与你分说, 说吧, 他乐转马头, 这位身材高大的幽州将军, 在战马上回过头来, 看向骑士道, 咱们都已经年纪不小了, 等有一天一起到地下, 见到了正宫, 看他老人家如何教训你, 太原这边的局势, 诡异地僵持住了, 售方军与长安进军到达之后, 只进攻了一天时间, 便开始原地休整, 不再进攻太原城, 而裴俭, 没有得到临召的指示, 也不知道, 此时应当如何抉择, 干脆也原地休整, 停止进攻太原, 就这样, 太原城被三股势力包围住, 但是三方势力, 谁都没有选择进攻, 被困在城里的河东军少将军王洛, 先后派出数名使者, 派去三个军营里, 想要尝试性地与裴俭等人谈判, 结果都是一样的, 派出去的使者, 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到太原, 就在太原局势僵持住的时候, 正在北边与契丹人干仗的林昭, 已经带兵从幽州推进到了平州, 也就是说, 平卢军不仅守住了幽州, 还把契丹人硬生生往东北赶了三四百里, 在这些天的战斗中, 契丹人举全族之力弄出来的五万兵马, 已经被林昭打掉了一万有余, 轻伤重伤的也有不少, 当然了, 面对凶悍的契丹人, 平卢军也不可能全无伤亡, 杀伤契丹万余人的同时, 林昭带领的幽州军, 也付出了超过五千人的伤亡, 应对契丹人, 能够有这种战损比, 已经十分难得, 不过即便如此, 这仍旧是平卢军成军以来, 伤亡比较重大的一次, 毕竟当年林昭领兵牺牲的时候, 从幽州一路打到长安城, 付出的伤亡代价, 也就是五六千人而已, 现在一场仗, 就死了五千余人, 还都是幽州军之中的精锐, 相比较林昭, 更不能接受的自然是契丹人, 毕竟林某人治下, 单单一个青州, 现在就不止十万户, 再加上其他二十来个州军, 林昭治下百姓的数量, 已经稳稳地超过了百万户, 平卢军的数量, 也已经早早地超过了十万人, 相比较来说, 契丹人的数量就要少得多, 哪怕最近几年, 契丹部的人口数量暴涨, 契丹诸部所有人加在一起, 也就刚刚过十万户而已, 也就是他们生来汉勇, 才能硬生生凑出五万兵力, 可即便如此, 五万人也已经是契丹人, 所能拿出来的兵力极限了, 更要紧的是, 契丹人的敌人不只是州人, 还有突厥人, 这几年时间, 契丹与突厥冲突不断, 虽然契丹人屡战屡胜, 但是不代表突厥人, 就完全没有动手的机会, 一旦契丹人的兵力, 低于一定的数量, 那么强盛了近百年的突厥人, 一定会把握住这个机会, 出兵把契丹灭族, 因此打到现在, 这位契丹的可汗, 已经后悔不迭了, 早知道如此,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挥师难下, 来攻打幽州城, 面对王族灭种的风险, 这位契丹可汗终于拉下了脸, 邀请凌昭再一次见面, 而凌某人并没有给他面子, 在回书之中说明了, 见面可以, 但是这一次, 要契丹人登门求见, 此时, 凌昭的帅杖扎在平州的卢龙, 这里, 原先是大州的版图, 但是已经失去实际控制数十年了, 在凌昭给契丹人回书的第三天, 那位先前还不可一世的契丹可汗耶律卓, 竟然真的只带了两三个护卫, 孤身来到了卢龙城, 在卢龙城的帅杖之中, 耶律卓见到了凌昭, 他神色复杂地看了凌昭一眼, 低头道, 岳王爷, 凌昭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老神在在地看了耶律卓一眼, 淡然道, 耶律首领胆子倒是很大, 就不怕本王把你留在这里, 人头在银门上记齐, 怕, 耶律卓微微低头, 开口道, 不瞒王爷, 我继承人都已经选好了, 三日之内, 如果我回不去, 继承人就会继承我的捍卫, 既然害怕, 耶律首领为何要来, 为了契丹诸布, 不得不来, 耶律卓看向灵昭, 微微欠身, 岳王爷, 经过这一战, 契丹诸布已经了解了大洲边军的军威, 从今以后, 再不敢进犯周境, 只希望岳王爷能够罢兵休战, 你我各自休养生息, 灵昭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耶律卓, 耶律首领是怕再打下去, 伤了契丹诸布的根基元气, 无力再与突厥人争锋罢, 耶律卓面色平静, 低眉道, 岳王爷, 现在你虽然是占了点便宜, 但是再打下去, 就已经出关了, 到时候, 幽州军未必就能再占便宜, 真打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即便我们契丹人王族灭种, 王爷你的平卢军, 恐怕也会千疮百孔罢, 耶律首领汉话倒是说得不错, 灵昭微微低眉, 淡淡地说道, 如果本王, 非要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呢? 现在的契丹人, 还处于将要兴起的萌芽状态, 灵昭只要肯付出代价, 还是有机会把这个萌芽给按死的, 而灵某人, 之所以这么热衷于灭亡契丹, 主要是基于另一个世界的记忆,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另一个世界的契丹人, 兴起之后迅速灭亡了突厥, 然后在北方独霸了百年, 前后二百多年, 契丹王朝才慢慢崩塌, 灵昭并不想见到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他才想要一鼓作气, 把契丹人给直接打掉, 我契丹部现在有五万兵里, 十多万户人家, 耶律卓面色严肃, 岳王爷想要跟我们打到底, 要准备好死, 十万瓶卢军才成, 契丹人天生骁勇, 最起码在这种新兴时期, 非常骁勇, 如耶律卓自己所说, 灵昭想要彻底灭掉契丹人, 最少要有死十万人的准备, 岳王殿下冷眼看向耶律卓, 正要说几句狠话, 突然, 一身铁甲的赵歇闯进了帅杖, 赵歇手捧文书, 递在了灵昭面前, 低声道, 王爷, 裴将军从太原急送回来的书信, 灵昭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接过裴俭的书信上下看了一遍, 很快便皱起了眉头, 他低头想了想, 忍不住感慨, 好高明的阳谋, 说完这句话, 岳王爷闭目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看向坐在他对面的耶律卓, 淡淡一笑, 耶律首领, 仗打到这里, 你我也都清楚各自的实力了, 再打下去, 无非是徒增伤亡, 不如, 暂且停战罢, 耶律卓文言, 看了看灵昭手上的那封书信, 若有所思, 他抬头看向灵昭, 低头道, 王爷, 停战自然是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小条件, 希望王爷能够允准, 灵昭看向耶律卓, 淡淡地说道, 说来听听, 王爷要把先前断开的护士, 重新开起来, 气单部, 需要与周人继续做生意,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灵昭呵呵一笑, 我也想与气单人做生意, 与气单人做生意, 不只是可以赚钱那么简单, 久而久之, 还可以通过贸易, 来慢慢控制气单人的经济命脉, 这种事, 灵昭自然是乐意去做的, 耶律卓心中一喜, 对着灵昭深深低头, 多谢岳王爷仁短, 帅仗之中, 岳王殿下淡淡地看了看耶律卓, 耶律首领先不用谢我, 这次是你侵扰我大周在先, 也是你主动来我这里要求停战, 大周总不能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耶律卓微微欠身, 沉声道, 这个自然, 等我回归部族之后, 便立刻派人把一千头牛, 三千只羊送到幽州, 就当是给岳王爷赔罪, 翻背罢, 灵昭面色平静, 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 耶律卓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气单部族现在, 还在发展阶段, 本身并不是特别富裕, 虽然部族里有许多牛羊, 但是如果这个树木翻背, 就会让他有些肉疼了, 岳王爷, 灵昭低眉道, 今后每年, 都送这么多道幽州来, 你我便罢兵休战, 同时开启幽州护士, 耶律卓脸色更加难看了, 如果岳王爷要这样欺负人, 那么这场仗, 还是打下去为好, 耶律卓闷声道, 每年都是这笔树木, 我气单诸步, 万万负担不起, 气单诸步负担不起, 可以去突厥人那里抢吗? 想不想把身上这个可汗的名头坐实? 耶律卓目光闪动, 但是没有说话, 耶律首领把这件事应下来之后, 我便上书朝廷, 让朝廷给你加封气单可汗, 幽州护士, 本王可以卖给你们足够的粮食, 气单有了足够的粮食, 便可以去与突厥人争抢地盘, 争抢操场了, 气单没有那么多的牛羊, 但是突厥可多得很, 林昭威笑道, 耶律首领不敢去突厥人那里抢一抢, 耶律卓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幽州护士, 岳王爷除了卖给我们粮食之外, 还要卖给我们盐铁, 一些盐没有问题, 但是铁不成, 林昭拒绝得很是干脆, 气单人现在肯向他低头,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和善的民族, 而是时局所迫, 这种不平等条约, 气单人就算肯接受, 最多也就接受几年时间, 几年之后, 双方一定会再次反目, 卖给他们铁, 就等于是对自家将士通下杀手, 毕竟现在的幽州军, 应对轻甲皮甲的气单人, 尚且能有一战之力, 如果这些气单人身披铁甲, 手上再有精良的武器, 那么即便是现在的幽州城, 应对起来也会十分困难, 耶律卓沉默许久, 过了很久之后, 他才开口道, 突厥人也不是带宰的牛羊, 我们赢他们并不容易, 如果每年有富于给幽州送牛羊自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连气单本部都不够吃, 我不可能让自家饿肚子给幽州送来, 林昭哑然一笑, 耶律首领这么说, 分明是要赖账, 我如何知道你们气单猪不够不够吃, 不过也没有关系, 岳王爷淡淡地说道, 我家有一个商号, 后续我会让这个商号的人跟你们交接, 你们不送牛羊过来, 他们就会按市价扣下你们的粮食, 耶律卓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昭, 然后艰难开口, 那就这么办吧, 林昭起身爽朗一笑, 可汗爽快, 我亲自送可汗, 林昭刚才还称呼他为首领, 现在条件谈好了, 便卖了个好, 直接称呼可汗了, 林昭亲自把耶律卓送到了卢龙城的城门口, 临别之际, 岳王爷淡淡一笑, 今日这一战, 你心里多半是不服的, 不服也没关系, 反正你们气单人没有手诺的传统, 哪天可汗心里不痛快了, 就再一次带兵, 咱们兄弟再过一次手就是, 两个人续过年齿, 年纪差不多, 但是林昭要长耶律卓几个月, 耶律卓停下脚步, 看了林昭一眼, 开口道, 岳王兄活着一天, 气单步便不会南下, 这种空话狗屁不值, 林昭笑道, 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必说这种话来哄我, 说话的功夫, 两个人已经走到了城门口, 林昭对着耶律卓拱了拱手, 呵呵一笑, 今日算是两拳其美, 可汗一路慢走, 他日如果在战场上再见, 我再想办法弄死可汗, 马上的耶律卓表情僵硬了一瞬间, 然后对着林昭拱手, 苦笑道, 岳王兄与其他周人, 真是大不一样, 是不一样, 岳王殿下淡淡地说道, 我说话比较实诚, 耶律卓点了点头, 对着林昭拱手, 然后起码走远了, 等耶律卓走远之后, 林某人脸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不见, 然后脸色阴沉了下来, 赵歇站在林昭身后, 低眉道, 王爷, 您,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只可惜, 没有彻底打残气单步, 不是太原那边出了事, 非要再啃他们, 一口不可, 文言低头抱拳, 王爷, 要打也不是不能再打, 只是怕气单人死人太多, 会苟急跳墙, 回过头来跟咱们拼命, 气单五万兵力, 如果能打掉一半, 他们就最少要休养十年, 林昭目光微宁, 冷声道, 可惜了, 这一次只打断了他们一条腿, 没能把他们打残, 照些点头, 王爷说的是, 不过这件事不着急, 经过这一战, 气单人最少要老十五年时间, 五年之后, 只幽州军就可以扫平气单诸步了, 说到这里, 照些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问道, 王爷, 太原那边听到这个问题, 林昭迪没道, 本来我这个双管旗下的计划, 是没有什么错漏的, 我算定了长安与朔方, 即便派兵支援太原, 大概率也是来不及赶到的, 没想到, 没想到, 他们不是支援太原, 而是攻打太原, 这个手法很是巧妙, 岳王爷皱眉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裴叔嘴笨, 多半说不过那些人精, 我要亲自去一趟太原, 说完这句话, 林昭回头看向赵歇, 开口道, 赵大哥, 这边的残局就交给你来收拾了, 如果可能的话, 咱们的防线可以在北夷, 或者东夷, 在银州设立第一道防线, 而不是一位固守幽州, 气待人狼子野心, 这一次虽然他们低头认怂了, 但是也要防备他们, 会不会突然杀个回马枪, 幽州军阵亡将士的抚恤, 赵大哥你亲自去盯着, 不要蹭蹭下发, 最好由你亲自来办, 说到这里, 林昭目光微寒, 别的钱, 我会酌情处理, 但是如果有人敢动辅恤将士的钱, 就地正法, 不必报节度师府, 以及地方次师府, 赵歇跟在林昭身后, 恭敬低头, 末将谨尊王爷之命, 他抬头看向林昭, 问道, 王爷, 您要不要休息休息再动身, 来不及了, 林昭吐出了一口浊气, 我这就动身去太原, 林昭只带了三十多个亲卫, 便从银州出发, 直奔太原, 为了赶路, 三十多人沿途换马, 因为不必爱惜玛丽, 一天可以奔走四五百里, 就这样, 在星夜赶路的情况下, 林昭在出发之后的第四天傍晚, 来到了太原城下的平庐军大营, 因为昼夜赶路, 此时的岳王爷, 形容颇为憔悴, 听闻林昭来了, 裴俭亲自出营迎接, 见到林昭之后, 裴俭看了看林昭的脸色, 微微叹了口气, 低头道, 末将无能, 让王爷操劳了, 这会儿的林昭, 林昭的确已经十分疲累, 他被众人簇拥到帅杖之中落座, 然后看了一眼裴俭, 低眉道, 这件事怪不得裴将军, 只能说是朝廷应对的巧妙,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太原至今不曾攻下吗? 裴俭摇摇头, 朔方军与长安进军到了之后, 只装模作样地攻了半天的太原, 然后便缩在军营里装死了, 末将看他们不攻, 干脆也就没有, 继续进攻太原, 一直跟他们耗着, 林昭顶了点头,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情况, 我大概知道了, 岳王爷缓缓起身, 看向裴俭, 裴叔, 我日夜兼程赶过来, 现在有点支撑不住了, 我要先睡一觉, 你, 林昭弟没到, 帮我挂起王旗, 裴俭立刻点头, 开口道, 王爷, 您去休息就是, 末将亲自去给您挂旗, 林昭点头, 挥手驱散了帅杖里的其他人, 然后就在帅杖的床上沉沉睡去, 因为是在疲累的厉害, 他躺下之后, 只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沉沉睡去, 与此同时, 一身铁甲的裴俭, 亲自在平鲁军大营门口, 把自己的将棋落下, 挂上了林昭的王旗, 两面大棋上, 一面绣着林字, 一面绣着月字, 在平鲁军大营门口, 迎风飘扬, 而此时此刻, 不管是长安晋军, 还是朔方郡, 都在时时刻刻地盯着平鲁军大营, 平鲁军挂了王旗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长安晋军主将李旭耳中, 这位宋王殿下闻言, 先是皱了皱眉头, 认真思索了一番之后, 便对着手下吩咐道, 背马, 我去一趟朔方郡大营, 很快, 就有人给李旭签来坐骑, 这位腿脚不方便的晋军主将, 在随从的搀扶下上了坐骑, 带着十来个护卫, 直奔朔方郡大营而去, 进军大营在太原承西, 朔方郡大营在太原承北, 距离并不是很远, 只小半个时辰不到, 李旭就来到了朔方郡大营门口, 让人通报, 很快, 一身戎装的骑士道, 亲自迎了出来, 对着已经下马的李旭行礼道, 宋王殿下, 李旭连忙低头还礼, 苦笑道, 辜负取笑了, 对于李旭的称呼, 骑士道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侧开身子, 面色平静, 宋王殿下请进, 李旭站在骑士道身边, 连忙摇头, 可不敢走在姑父前面, 否则他日无言见姑母了, 骑士道也不再坚持, 自己走在前面带路, 李旭一蹶一拐地, 跟在骑士道身后, 进了朔方郡大营, 两位大舟的王爷, 在朔方郡大营坐下, 低头喝了口茶之后, 李旭看向骑士道, 开口道, 平庐军营门口, 挂起岳王旗的事情, 姑父应当已经知道了罢, 知道了, 骑士道低眉道, 那么大两面棋子, 如何能够不知道, 太原距离幽州, 有一千多里, 难得他能这么快赶过来, 李旭低眉道, 但是根据朝廷的消息, 几天前, 幽州军还在跟契丹人苦战, 三郎他如果真的到了太原, 就是这契丹人于不顾了, 而且, 这也意味着, 他更看重太原, 宋王殿下苦笑道, 咱们这位岳王殿下, 可不像裴将军那么好糊弄, 而且几年时间未见, 谁也不知道, 太原这边的事情一个弄不好, 真的冲突起来, 就不好收场了, 不至于, 骑士道微微摇头, 开口道, 我带了两万兵马过来, 宋王殿下你那里, 也有一万进军, 三郎他就是再如何, 也不会直接跟我们闹僵的, 宋王殿下微微低头, 开口道, 姑父, 哲儿有一个想法, 骑士道看了一眼李旭, 殿下有什么话, 但说无妨, 三郎就算到了太原, 现在已经是傍晚, 平如君总不会夜袭太原, 哲儿的意思是, 明天一早, 你我双方一起出兵进攻太原, 正儿八经地打一场攻城战, 这样即便是三郎他亲自到了, 以后也无话可说, 之前长安禁军与朔方军匆匆赶到的时候, 双方到场的都是骑兵, 没法攻城, 但是现在, 他们的后续兵力陆续赶到, 已经有了完备的攻城能力, 可以, 骑士道只是略微思考了一番, 便点头同意, 开口道, 那明日一早, 我朔方军便正式开始进攻太原, 李旭松了口气, 对着骑士道笑了笑, 多谢姑父, 次日, 因为一路赶路, 实在是太过疲惫, 林昭一直睡到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才醒了过来, 他揉了揉眼睛, 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还没有等他开始洗漱, 已经配甲的裴俭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对着林昭苦笑道, 王爷, 您可算是醒了, 岳王爷打了个哈欠, 睡眼惺忪, 发生什么事了, 裴俭连忙把上午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然后开口道, 从早上开始, 长安禁军与朔方郡就开始猛攻太原, 正儿八经的攻城, 此时, 太原城里的河东军与朔方军以及长安禁军各有伤亡, 打得十分激烈, 裴俭搓了搓手, 小声道, 王爷, 这些人心思不纯, 知道您来了, 才想着做点事情堵您的嘴, 无论如何, 这破太原之功不能给他们夺了去, 裴俭急声道, 王爷您快下令罢, 末将已经点七兵马, 随时准备进攻太原了, 不着急, 买来的大大的哈欠, 懒洋洋地说道, 且让他们打去, 裴叔你打了五六天都没能啃下来, 没道理, 他们半天一天就能啃下来, 裴俭压低了声音, 开口道, 王爷, 河东郡如果死守, 守一天自然没有问题, 他就怕王家父子打着打着, 投降了朝廷, 到时候, 咱们平如军先前的努力, 便统统付诸东流了, 没有王家父子了, 灵昭微微低眉, 淡然说道, 裴俭愣了愣, 开口道, 王爷,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河东节度使王府死了, 只是密不发丧, 至今少有人知道而已, 灵昭面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现在是他的儿子王洛, 在城里主事, 说到这里, 林某人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且不说他们今日能不能拿下太原, 亦或者, 王洛会不会开门投降, 就算他们真的在今天打下太原, 也要乖乖过来寻我, 岳王殿下看了看满脸焦急的裴俭, 微笑道, 裴叔莫要心急, 且在等一天, 等明天, 明日我给你表演一个大的, 因为林昭的道场, 静君与朔方郡正儿八经地攻了一天的城, 只不过仍旧没有出死力, 一天的攻城下来, 双方各有伤亡, 而平卢君这边, 一直在大营里固守不出, 完全没有任何动静,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已经披甲的林某人, 亲自指挥平卢君出营猎镇, 大军缓缓地朝着太原城推进, 随着平卢君展开攻城的态势, 静君与朔方君便同同掩齐西谷, 静静地看着平卢君攻城, 平卢君很快推进到距离太原一箭之地, 一箭之地, 就是这个时代绝对的安全位置, 因为即便是抛射的长弓手, 也不可能射到一箭之地以外, 同理, 这个位置也不太可能攻击得到别人, 林昭站在阵前, 伸手挥了挥, 立刻有几十个将士, 将四个巨物, 从军阵之中推到了阵前, 裴俭骑马, 跟在林昭身后, 看了看这四个被红布盖着的巨物, 小声问道, 王爷, 这东西是, 您这两年一直在鼓到的东西, 嗯, 林昭微微点头, 笑着说道, 从长安回来之后, 我便在这上面, 花费了巨大的精力, 调集了不知道多少将人, 专门来弄这个东西, 不过这东西, 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直到, 月王爷低眉道, 一直到去年年尾, 才勉强弄了出来, 形成了一些战斗力, 裴俭带兵攻打太原的时候, 我怕你攻城不顺利, 便让人掉了四门放在了定州, 先前我在幽州收到书信之后, 便让定州那边的人, 把他们运过来了, 说着, 林某人呵呵一笑,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要登门来, 找我商量了, 林昭下马, 来到了这四个巨物面前, 然后扭头看向裴俭, 笑道, 裴俭, 来与我一起揭开这宝贝的面纱, 裴俭应了一声, 与林昭站在一起, 左右手各自扯了一块红布, 两个人同时用力, 四块红布被同时扯了下来, 红布之下, 四门淡青色的火炮, 显露了身形, 这四门火炮被加了车轮, 大跃到林昭的肩膀, 炮身是铜铁合柱, 炮管油粗倒戏, 直指天空, 裴俭目光盯着这个火炮看了又看, 然后扭头看向林昭, 问道, 王爷, 这东西看起来与火冲很像, 是做什么用的? 算是个大号火冲, 林昭微微一笑, 对着几个已经训练了大半年的操炮手开口道, 先把太原的城门给轰开, 然后炮轰太原城墙, 几个操炮手立刻大声应命, 然后熟练地开始填装签弹, 火炮, 是火药初期应用中最为简单好用的一种, 其原理与火冲大差不差, 所有的工艺难度都在炮管的铸造之上, 火炮这个项目, 是林昭在红道元年从长安回到青州之后就开始立项, 为此他召集了近百个铁匠, 还有几十个火药鼠的熟练匠人, 一百多号人躲在深山里, 搞了一年多, 更迭了七八个版本, 才搞出了这么个相对成熟的火炮, 这种火炮, 虽然远远比不上明末的红衣大炮, 但是射程也可以轻松达到三四里, 而且威力不小, 随着李昀一声令下, 火炮很快填充完毕, 几个被训练了大半年的操炮手, 认真瞄准, 这就是这东西在这个时代最逆天的地方了, 射程优势, 在这个只有弓箭这么一种远程武器, 连闯弩都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情况下, 只要在一箭之地以外, 敌人就没有任何可以碰到你的手段, 而这火炮, 就可以从容瞄准, 从容发射, 也就是说, 只有你打人, 没有人打你, 当然, 这种效果也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实现, 比如说, 弓城, 守城, 或者是埋伏, 如果是双方在野外打遭遇战, 这种相对笨拙的火炮就没有那么好用了, 几个操炮手调整好位置之后, 便扭头看向灵昭, 沉声道, 王爷, 岳王殿下看向太原城, 面色平静, 放吧, 是, 四门火炮, 同时点火, 平如军阵前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这几门火炮, 随着轰隆四声巨响, 炮管里的火药炸开, 巨大的冲击力之下, 四枚石心铅弹被直接弹射出去, 呼啸飞向太原城, 两枚铅弹, 正中太原城墙, 而另外两枚, 则是飞向了城墙上, 砸在了城墙上的河东军守军人堆里, 直接砸倒了一大群人, 灵昭眯了眯眼睛, 再放, 四的操炮手立刻应命, 再一次填装千弹, 不久之后, 火炮再一次响起, 又是四枚千弹飞出, 这种火炮的有效攻击距离, 在三里到四里之间, 但是现在平如军距离太原城不到一里, 于是乎炮弹的威力变得异常巨大, 只两三枚千弹, 就几乎把太原城的城门砸得裂开, 如果不是太原城门后面有巨石挡住, 此时城门应该已经被直接轰开了, 四五轮火炮下来, 炮管已经发烫到了极限, 几个操炮手不得不停下来, 用冷水给炮管降温, 裴俭站在林昭旁边, 看着不远处的太原城, 又看了看这几门火炮, 两眼发光, 奶奶的, 这东西要是在城墙上, 来打那些攻城的人, 不知道要好用多少倍, 她看向林昭, 咽了口口水, 王爷, 林昭哑然一笑, 这东西弄出来, 本就是给军队用的, 这四门炮我带过来, 以后就交给裴叔你了, 说着, 林昭看了看这四门炮, 又看向裴俭, 开口道, 裴叔, 这东西虽然不能算是绝命, 但也不好轻易示人, 不用的时候, 等些人不能接触, 免得外泄, 藏得好一些, 最少三五年时间, 别人都没办法放去, 裴俭拍了拍胸脯, 大笑道, 王爷您放心, 以后我就跟这些宝贝一起睡, 谁也别想看了去, 说着, 裴将军看了看远处的太原城, 笑道, 王爷, 稍后我便准备攻城的阵列, 有这几门火炮配合, 一两天时间, 咱们就可以拿下太原了, 不着急, 林昭摇头道, 今日只放炮, 不攻城, 岳王殿下看向远处的太原城, 呵呵一笑, 让我那位宋王兄, 还有师叔, 好好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宝贝, 裴姐挠了挠头, 有些疑惑不解, 王爷您不是说, 这东西要保密的吗? 要保密, 这东西的功用就失了一半, 真正厉害的武器, 最重要的作用不是作战, 而是威慑, 林昭指向太原城, 笑道, 咱们炮轰太原一整天, 就是为了给禁军还有朔方军看, 岳王爷淡淡地说道, 今天我们能炮轰太原, 明天就可以去炮轰朔方大营, 就可以去林昭眯了眯眼睛, 与其低沉, 就可以去炮轰长安, 而四门炮并不是很多, 林昭手里, 其实远不止这四门炮, 毕竟, 他现在下属有二十多个州郡, 直接立国都绰绰有余, 以举国之力弄了两年多时间, 当然不可能只弄出四门火炮出来, 但是他目前能调来的火炮, 就只有这么四门, 不过四门火炮也够了, 他调火炮过来, 只是为了给朝廷, 给骑士道看一看, 让他们看到了, 效果也就达到了, 可以有四门, 就可以有四十门, 四百门, 四门炮轰了一整天, 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已经不差了, 太原城的东面城门, 被轰得七零八落, 露出了门后堵门的石块, 整个城墙表面的城砖, 也被石心炮弹砸得千疮百孔, 看起来很是丑陋, 而城墙上的河东军, 也因此伤亡了百余人, 这只是四门炮而已, 这四门炮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已经远胜常规的投石机了, 一直到日落时分, 岳王殿下大手一挥, 开口笑道, 好了, 收队回营, 平卢军的将领, 大部分都是灵招或者裴俭, 一手提拔上来的, 因此, 整个平卢军上层面对, 灵陪二人的时候, 气氛还是很不错的, 听到灵招这一句收队, 众人都笑嘻嘻地应了一声, 开始整兵回营, 裴俭咳嗽了一声, 皱眉道, 当着王爷的面都收敛一点, 嘻嘻哈哈的, 像什么将官的样子, 不碍事, 灵招笑着摇头, 都是自己人, 事情办好就成, 裴俭的威望还是很重的, 他驯化之后, 众人都低着头, 下去办事去了, 众人退散之后, 裴俭站在灵招身后, 低眉道, 小相公, 您今日用这玩意儿, 不是要打太原吧? 嗯, 岳王爷微笑道, 给他们看了一整天的火炮, 到了今天晚上, 应该就会有人来见我了, 说着, 灵招伸手拍了拍裴俭的肩膀, 笑道, 走裴叔, 咱们也俩许久没有一起喝酒了, 今天好好喝两杯, 一边喝酒, 一边等客人来访, 裴俭本来就好酒, 但是在行军打仗的时候, 灵招禁止他饮酒, 此时听到能喝酒, 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将眼睛一亮, 恭敬低头, 末将敢不从命, 一老一少两个人, 笑着进了帅账, 很快下属就把韭菜端了上来, 爷俩推杯换盏, 不多时, 天色就已经全烂了下来, 站在大帐门口守着的赵城, 深深低头, 王爷, 宋王殿下在大营外求见, 正在与裴俭碰杯的灵招, 撇了一眼门口, 当然道, 知道了, 你去请他进来, 亲自去迎他, 从前, 灵招带李旭, 一直以凶事之, 不管是在哪里, 只要李旭登门, 他都是亲自出去迎接的, 但是这一次, 进军做事不地道, 灵招便没有亲自出去迎他, 算是用这种方式,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赵城低头道, 卑职遵命, 这会儿, 裴俭喝酒正在信头上, 灵招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裴叔, 不速之客来了, 今天不能陪你尽兴了, 裴俭小声咕噜了一句什么, 默默起身, 抓起桌子上的酒壶, 拎在手里, 那莫将去寻别人喝了, 灵招无奈摇头, 莫要喝太多, 明天还有正事要办, 知道了, 裴俭大咧咧的声音传来, 裴俭走后没多久, 赵城便领着一瘸一拐的宋王殿下, 来到了灵招的帅长之中, 林某人这才起身, 有些不好意思的欠身行礼, 方才与手下将是喝酒喝得太多了, 未能出去相迎, 还请宋王兄见谅, 李旭伸手扶住林招, 微微摇头, 三郎现在连师兄也不称呼了, 怎么称呼都是一样的, 林招拉着李旭坐下, 他脸色微微驼红, 说话也带着醉意, 师兄有事, 派个人来召唤, 小弟就是, 怎么亲自来了, 李旭顺着林招的搀扶坐下, 他看着脸色发红的林招, 面色平静, 我现在请三郎到禁军大营里去, 三郎还肯去吗? 怎么不肯? 林招似乎喝醉了, 醉醺醺的就要站起来, 咱们兄弟现在就去禁军大营, 师兄靠我敢去不敢去? 好了, 李旭拉着林招坐下, 面色平静, 从前在长安的时候, 我就知道, 三郎你酒量很好, 而且, 从来没有真正喝醉过, 宋王殿下面色平静, 开口道, 即便你跟同学社的齐轩, 周德两个人一起喝酒, 也从来没有真正喝醉过, 师兄这话, 就是胡说了, 林招摇头道, 我跟齐兄他们喝酒, 常常喝到不省人事, 林三郎抬头看着李旭, 眼神清明, 我与师兄还是不一样的, 该喝醉的时候, 我没有装醉过, 李旭微微低眉, 可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三郎了, 现在的三郎, 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 是什么模样吗? 岳王殿下文言, 伸手给李旭倒了杯酒, 哈哈一笑, 不瞒师兄, 不要说十年前, 现在的我, 与当年在岳州初见你的时候, 甚至与孩提之时的我, 都没有什么分别, 林招这句话,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生来, 就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灵魂, 此时的他与十年前, 二十年前, 乃至于刚出世时候的他, 在心理上, 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李旭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招, 三郎的意思是, 当年你在岳州智活字的时候, 便想过有今日, 这倒不坏, 林招摇头, 那个时候的我只是想过的好一点, 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也是全然不知的, 不过那时的我放在如今的这个位置上, 所做的事情, 与现在的我, 应当不会有什么分别,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深深地看了林招一眼, 神色有些复杂, 好了, 今日就不与三郎叙旧了, 咱们兄弟谈一谈太原府的事情, 宋王殿下看向林招, 低眉道, 不管怎么说, 你未经请旨, 便擅自兵发太原, 总是不争的事实, 我给朝廷上说了呀, 林招淡然道, 只是战机转瞬即逝, 我必须要把握住难得的良机, 李旭皱眉, 什么良机, 契丹兵犯幽州, 这个时候, 太原府王府父子, 决然不会想到, 我会在这个时候兵发太原, 而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这岂不是天大的良机, 说到这里, 林招看向李旭, 微微冷笑, 我平如君, 千辛万苦打到太原, 与太原叛军苦战数日, 眼见就要拿下太原了, 而在这个时候, 朔方俊与长安进军先后到场, 想要分走我平如君的功劳, 恐怕不太地道吧, 宋王殿下被林招这一番话, 说得哑口无言, 许久之后, 他才低眉道, 三郎毕竟是近世出身, 论口才, 为凶远不及你, 这与口才没有关系, 岳王殿下伸手给李云倒了杯酒, 哑然一笑, 是师兄你理亏, 因此说我不过, 李旭接过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他放下酒杯, 看向林招, 你林三郎, 敢对祖先发誓, 你攻下太原之后, 会将太原归还朝廷吗? 师兄这是什么话, 林招低眉道, 难道我平卢君, 便不是朝廷的一部分? 李旭冷笑, 还是吗? 林招低着头, 突然笑了笑, 他抬头看向李旭, 问道, 师兄希望是, 还是不是呢? 宋王殿下, 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这种时候, 他当然不能说不是, 这个时候, 平卢君改其意志, 只是林招一句话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 只要林招愿意, 他随时可以从大洲的平卢君, 变成越国, 而一旦朝廷失了平卢君, 原本就孱弱的朝廷, 就立刻会加速崩塌, 如果其他节度使, 跟着林招的脚步先后自立, 哪怕朔方君拼死要保朝廷, 也是保不住的, 设计崩塌, 宗庙不存, 只在请客之间, 即便中宗皇帝附生, 也无从力挽狂澜, 李旭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他闷哼了一声, 三郎你, 还是我大洲的岳王, 平卢君自然是大洲的平卢君, 说完这里句话, 他看向林招, 终于说明了蓝意, 三郎, 今日你用来打太原的那个务实, 那东西叫火炮, 林招淡然一笑, 是我这两年在青州琢磨出来的新东西, 师兄觉得此物微丰否, 李旭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 仰头饮尽之后, 看向林招, 按三郎你的脾气, 凡事都喜欢藏着掖着, 按理说, 你有这种好东西, 应该会藏起来做撒手锏, 而不应该会这么轻易地用出来, 见他又喝了一杯, 林招伸手给他倒满, 笑着说道, 师兄胭脂我没有藏着其他东西, 李旭脸色一僵, 许久之后, 他才重重地吐出了一口酒气, 看向林招, 不得不承认, 三郎, 你是我平生所见中最厉害的人物了, 他低眉道, 就连当年的正相, 比起你, 恐怕也略有逊色, 都是被逼出来的, 林招端起酒杯, 与李旭碰了一杯, 淡然道, 假如中东皇帝能够长命百岁, 此时我应该还在长安老老实实地做官, 按照官邻来推算的话, 如果顺利, 现在的我, 应该能够够到四品官的门槛了, 如果中东皇帝在世, 我恐怕连外祖的旧院, 都不敢提起, 踏踏实实地在长安, 混我自己的日子, 只可惜, 只可惜, 中东皇帝驾崩得太早了, 林招看向李旭, 问道, 师兄记得, 我是何时离开的长安吗? 李旭低头想了想, 永德三年, 是啊, 永德三年, 林招轻声道, 那个时候, 我在长安坐给世中, 不敢说位高权重, 但是也算半只脚踏进了正式堂, 我又有个做帝师的叔叔,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只要不行岔岔错, 将来多半是能够败相的, 可是我为什么要放着门下, 给世中不做, 非要外放去做个小小的地方刺史, 李旭皱了皱眉头, 没有回答, 林招面无表情, 我观察了先帝整整三年,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应付可能到来的泛阳之乱, 林招看向李旭, 淡淡地说道, 老实说, 如果当时不是先帝在位, 而是师兄你坐在地位上, 我多半都会留在长安, 陪你一起赌一赌大洲的国运, 但是先帝不行, 我在长安所识诸人之中, 先帝之才干, 只能列于下品, 我不能把我自己, 以及家人的命运交托在他手里, 因此, 我才拼命活动, 用一个给世中的位置, 换了个青州刺史, 林三郎淡然道, 当时我离开长安的时候, 不知道多少人跟我说, 地方刺史花上数十万贯钱, 也未必能在长安活动到一个给世中, 甚至连个原外郎都做不到, 劝我不要自无,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李旭, 笑了笑, 后来的事实证明, 我猜得很对, 是你们李家自施其路, 林昭低头, 给李旭倒了杯酒, 一直到现在, 我依然没有什么逐路的心思, 但是我不想在乱世之中身不由己, 师兄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李旭摇了摇头, 不能, 他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三郎若早早地发现不对, 当初应该向先帝尚书, 应该赶于职臣, 而不是悄默默地离开长安, 自己另起炉灶, 永德元年到永德三年, 只我七叔一个人, 就尚书朝廷七次有余, 请求朝廷整顿边军, 结果呢? 康东平都达到同关了, 七叔屡次尚书, 建议天子固守同关代元, 结果又是如何? 林昭冷笑道, 正是唐宰相, 授业恩师的话, 他听不进去, 我一个给世中的话, 他就能听得进去了。 周得一个恩应入世的胖子, 说句难听的话, 他除了溜须拍马, 什么都不会, 可就是这么个胖子, 因为会盖宫殿, 和先帝的心意, 短短几年时间, 从公布的一个八平小关, 升为了公布郎中, 比我这个给世中, 还要权重一些。 这样一个天子, 他听得进去, 林昭面无表情。 李周二百年, 先皇帝是最蠢不可及之人, 除了登基之前, 表演出了一些贤德之外, 几乎一无是处。 李旭被林昭这番大逆不道的话, 说得愣在原地, 半天没有说话。 两久之后, 他才闭上眼睛, 深呼吸了一口气。 虽然三郎有些话, 为兄不是很认同, 但是有一句话你说得不错, 是我们李家, 自食其路。 他睁开眼睛, 看向林昭。 说吧, 三郎想如何处理太原府, 这句话, 才是正题。 林昭没有急着说话, 而是伸手给李旭倒了杯酒, 笑着说道, 先前歧视书提出来的条件, 裴将军已经说给我听了, 当时歧视书的意思是, 朝廷驻军太原, 由我指派一个太原影, 对吧? 李旭点头, 这是陛下的底线了。 对于李旭这句话, 林昭只装作没有听到, 他一边低头倒酒, 一边淡淡地说道, 这样吧, 这个条件我可以接受, 但是要换一换。 由朝廷指派太原影, 我平如军在太原驻军, 并且负责原河东军的防务, 至于太原府, 以及原先和东军屯田州的赋税, 仍然用来供养驻扎太原的军队, 如何? 李旭面无表情, 这与直接把太原给了你, 有什么分别? 原来师兄也明白这个道理。 林昭抬头看向李旭, 哑然道, 那按照朝廷原先的条件, 与我把太原拱手相让, 有什么分别? 师兄不必急着回我。 林昭仰头饮酒, 淡然一笑, 这件事情不着急。 李旭看向林昭, 低声问道, 如果朝廷不同意呢? 不同意便不同意, 岳王殿下伸了个懒腰, 淡淡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是大州的臣子, 如果朝廷不同意, 我也不能与朝廷对着干, 这就带兵返回幽州去, 与契丹人打交道。 对了, 林昭微笑道, 还没来得及告诉师兄一个好消息, 前些天小弟率领幽州军大破契丹贼人, 杀敌万人, 将契丹人赶出了迎州, 并且契丹人沉默, 今后年年上贡, 碎碎称臣。 契丹人的贡品, 用不了多久, 就会送到长安去。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问道, 便, 便是用那些火炮吗? 林昭摇头, 火炮还没有来得及列装幽州军。 说着, 林昭淡然道, 不过这东西, 既然已经在太原亮了下, 那么这东西, 应该很快就会装备进幽州军当中。 岳王殿下这番话, 就是在赤裸裸地炫耀武力了。 他的意思是, 幽州军即便不用火炮, 也正面车翻了汉勇无比的契丹人。 说到这里, 微笑道, 听说长安禁军也准备开始弄火器营了。 火药的方子, 到现在已经不能算是秘密了, 毕竟这个时代, 第一个发明火药的人并不是林昭, 而是李玄通师徒俩。 现在李玄通, 已经成为了大洲的皇帝陛下, 虽然他曾经说过不会动用火药, 但是人永远是善变的。 再者说了, 这五年时间里, 青州以及帝州的火药匠人, 被不少势力暗中接触, 火药方子外泄了一部分并不稀奇。 也就是说, 现在的长安城很可能已经拥有火药了。 不过拥有火药跟拥有火器是两码事, 火药当年在李玄通师徒手里, 只能制成最简单的爆竹, 而在林某人手里, 便是实打实的杀人戾气。 如果林昭放任不管, 让这个世界的火药自然演化下去, 最少要几百年的时间, 才能黑火药, 进化成现在平如军拥有的这些火器。 我现在再并不认识, 已经不再进军了。 宋王殿下看向林昭, 第一眉道, 进军的事情, 我并不清楚。 林昭淡淡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如此, 那我便不问了。 林昭淡淡地说道, 我准备明日攻取太原, 师兄觉得可否。 李旭微微点头, 三郎要征讨逆贼, 进军自然全力支持。 那朔方军呢? 林昭问道, 李旭沉默片刻, 然后低头道, 这件事我去说, 不出意外的话, 明日朔方军也会全力攻城。 很好。 岳王爷淡淡地说道, 那位先帝报仇, 只在明日了。 宋王殿下也跟着叹了口气, 但愿大兄在天之灵, 能得以慰藉。 次日清晨, 平庐军大营里, 响起了浩荡的击鼓之声。 与此同时, 进军与朔方军也一起出兵, 直扑太原。 平庐军攻东门, 朔方军攻北门, 而进军则是攻击太原的西门。 这种攻势之下, 即便是当年王府手下那个全胜的河东军, 也抵挡不住几天。 更不要说是, 现在这个本就相对孱弱, 又被连续围困了半个月的河东军了。 只一上午时间, 太原东门的守军便战役全无了。 东城门早已经七零八落, 平庐军派人搬开赌门的巨石, 在这个过程中, 城中的河东军竟然连阻挡的动作都没有。 到了下午卫时, 太原城里的河东军正式投降, 太原被平庐军接管。 而在这个时候, 朔方军与进军也同时进入太原, 占据了太原的一部分。 傍晚时分, 三位大舟的藩王在太原的大江军府里碰了面。 一身黑衣的灵招, 上前对着骑士道微微欠身, 笑着说道, 些许小事竟然劳动师叔亲自到了。 齐大将军先是看了灵招一眼, 然后若有所指的说道, 三郎你不是也亲自到了? 灵招微笑道, 当年王府父子, 从我手中逃出了关中, 我自然不怎么甘心。 这一次将这些贼人绳之以法, 我当然要亲自来了。 提起王府, 骑士道微微皱眉, 低声道, 王府死了。 方才我在后面, 看到了他的灵堂, 这个王府也真是能忍。 他父亲过世, 他也能强称着密不发丧, 一直守到了今日。 很明显, 骑士道的消息远不如灵招灵通。 灵招还没有进入太原的时候, 便知道王府已经死了。 而骑士道, 一直到见到王府的灵位, 才知道了这个消息。 王府死了, 还有他的儿子王府, 把王府押回上安问罪, 也算是了当年的那桩公案。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只可惜, 王家的一些子嗣, 早早地从太原跑了出去, 一时半会, 没有办法全部抓回来。 这些王家子嗣, 应该是朝北边去了。 听到灵招的这几句话之后, 骑士道面色平静, 没有多说什么。 他沉默许久之后, 才看向灵招, 开口问道, 三郎, 如今太原已破, 依你看, 现在应当如何处置太原。 当务之急, 自然是重建太原府衙。 岳王爷看向骑士道, 淡然道, 按我的意思, 就委屈师叔你, 暂且担任几天太原影, 负责府衙里的事情。 至于城中秩序, 便由咱们三路兵马, 一同负责。 如何? 齐大将军皱了皱眉头。 我是五官出身, 做不得文职, 三郎你倒是近视出身, 不如你先兼任几天太原影。 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林昭是正儿八经的科考近视出身, 而且还是第三名的炭花狼, 早年在门下省先后任起居狼于给适中, 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的青州刺史, 对于处理地方政务来说, 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事实上, 在平庐节度石府出建成的时候, 沈辉有许多事情, 还要跟林昭请教。 反正到最后, 还是由朝廷来决定如何处理太原。 这几天, 咱们主要是稳住太原的百姓, 谁来当这个太原影, 都没有什么分别。 听到林昭这句话, 齐大将军微微摇头, 叹了口气, 三郎, 有些事情, 你也应该让一让, 你寸步不让, 朝廷也会下不来台。 我想要娶太原, 是为了有一天, 我平如军北上攻气丹, 攻突决的时候, 没有人在身旁, 在身后撤肘。 岳王爷瞥了一眼骑士道, 淡淡地说道, 至于各退一步, 我已经退了很多步了, 本来整个太原都应该是我的。 岳王殿下对着骑士道微微一笑, 当然了, 太原一切都有朝廷决定, 如果长安城里的陛下, 不许我在青州驻军, 我带兵返回青州就是。 岳王殿下, 很熟练地接管了太原府, 以及河东军屯田三州的政务。 他本就是文官出身, 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 再加上手下有好几万如狼似虎的平如军, 真正可以做到, 另行禁止, 四个字, 因此, 只三四天时间, 太原府的秩序就基本稳定了下来。 不过和东军一戏, 也就是原先王府父子任用的文官们, 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毕竟王府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大州的臣子, 他任命的这些刺史县令, 自然也就不能算是大州的文官。 为了稳定秩序, 太原府境内以及三个屯田州的州县, 一律由平如军派兵实行军管。 这种军管虽然不能长久, 但是短时间内效果拔群, 很快太原之战造成的影响就被消弭于无形, 明面上似乎又回到了风平浪静的模样。 但是只要聪明一些的人, 就可以轻易看出来, 太原府依旧暗流涌动。 一位平如军虽然接掌了太原府, 但是不管是禁军还是朔方军, 都没有退兵, 并且仍旧驻扎在太原府城之中, 不肯退出太原城。 而林某人则是老老实实地当起了他的太原影, 每天在府衙之中处理政务, 还算得心应手。 太原城里的所有人都在等。 等候长安城里, 某位皇帝陛下的态度, 以及朝廷的诏书。 在灵昭救人太原影之后的第四天, 太原这边的情况, 被火速送回了长安城。 这份情报里, 包括了骑士道与李旭两个人的奏书, 甚至岳王灵昭也给朝廷上了书。 奏书很快送到了长安, 被大太监周震拿着, 送往太极宫。 周震到达太极宫的时候, 皇帝陛下正穿着一身道袍, 与一位头发白了大半的老人家坐在一起说话。 老头也穿着一身道袍, 看着眼前已经叙叙的天子, 摇头感慨。 本来, 我是不想回长安来的。 老头低头喝了口茶, 开口道, 我在青州过得不错, 林三在那里, 给我弄了一座道观。 平日里, 我想鼓到些什么东西, 他也会让人送来。 老道士顿了顿, 抬头看了看天子, 轻声叹息。 你给林三写信, 让他送我回长安来, 我担心我要是不回来, 你将来会被人拿住。 所以, 我便回来了。 师父你想得太多了。 天子微微低头, 笑着说道, 岳王如果想用师父作为妖邪, 他无论如何, 也不肯放你回来的。 他既然肯把你送回来, 便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老道士有些愕然, 摇头苦笑, 我还以为是你, 用了什么务实, 把我从青州换回来的。 天子摇头, 什么都没有, 只一封信, 他便立刻让人把师父送回来了。 岳王, 是个信任。 天子轻声道, 三年前, 是我托付他照顾老师。 他印下了, 三年之后, 我一句话, 他便把老师宁送回来了。 老道士摇了摇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片刻之后, 他看向眼前这个自己从小带到大的孩子, 轻声问道, 这几年在长安, 过得还好吗? 尚好。 天子拉着老道士的手, 叹了口气, 开始的时候, 很是不适应。 好在长安城里, 也有不少人愿意让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因此, 倒也勉强支撑了下来。 后来慢慢熟悉了, 也就好了。 天子拉着师父的手, 笑着说道, 这个活并不比裴老师炼丹难到哪里去。 老道士下意识地瞪了一眼天子, 然后反应了过来, 又收回了目光。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有些苍老。 孩子, 天子连忙低头, 弟子在的。 你能坐稳这个位置, 自然是好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切勿多造杀念了。 老道试探了口气, 当年中宗皇帝就是多造了杀念, 现在才落得个世系旁落的下场。 你既然也在这个位置上, 就要多想一想。 老人家看向天子, 低头道, 莫要再让长安城, 出现更多个李玄通了。 天子闻言, 先是愣了愣, 然后正要开口, 大太监周震, 便走了进来, 对着天子恭敬叩首, 陛下, 太元急报。 红道天子点了点头, 回头看向老道士, 笑着说道, 师父, 您先去偏殿歇歇歇歇, 弟子有些事情要处理。 老道士点头, 缓缓起身。 周震很有眼色, 立刻上前, 毕恭毕敬地搀扶老人家。 老天师, 您慢点。 老馆主看了一眼周震, 摇了摇头, 什么老天师, 莫要胡说, 老人家回头看了一眼天子。 叹了口气之后, 被两个小太监搀扶走了。 等老馆主离开之后, 天子才展开那封 从太元送来的急报。 他认真看了一遍之后, 微微醋眉, 然后就一言不发地坐在软榻上, 似乎在思考一些什么。 许久之后, 天子才缓缓开口, 周震, 大太监立刻上前, 态度谦卑, 奴婢在, 赵金赵颖进宫。 周震连忙低头, 功声道, 奴婢遵命。 这位大太监, 迈着小碎步离开了太极宫, 前去金赵府宣金赵颖去了。 大半的时辰后, 一身紫衣的金赵颖齐宣, 来到了太极宫里, 跪在天子面前, 规规矩矩地行礼道, 陈齐轩叩见陛下。 天子走下御街, 伸手把齐轩扶了起来, 摇头道, 这里没有外人, 表叔不必多礼。 齐轩摇头, 礼不可费。 天子笑了笑, 对着周震说道, 搬把椅子来, 让皇叔坐下说话。 周震很快搬来一把椅子, 放在了齐轩身后, 齐轩犹豫了一番, 还是坐了下来。 天子把太原送来的吉报, 放在了齐轩手里, 轻声道, 表叔, 这是刚刚从太原送来的, 你先看一看。 齐轩起身, 双手接过之后, 再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他展开这封 已经被天子翻阅过的文书,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 再一次起身, 对着天子行礼, 陛下圣意如何? 朕也无有决断, 因此请表叔过来商议。 天子轻声叹息, 朕四位以来, 全靠诸位长辈扶持, 如今宋王叔不在长安, 只能请表叔来议事了。 齐轩点了点头, 略微思索了一番, 然后看向天子开口道, 陛下想要太原否? 不是想不想要, 是能不能要。 天子低眉道, 能要, 朕自然是要的。 若不能要呢? 齐轩问道, 天子低眉, 那就不要。 朝廷现在立有未待, 有些事情不得不认。 金兆颖低眉道, 陛下的意思臣明白了, 陛下是想让臣去一趟太原。 天子笑道, 表叔愿意去否? 金兆颖缓缓起身, 吐出一口浊气, 他对着天子躬身行礼, 缓缓开口。 臣, 谨尊旨意。 金兆颖齐轩, 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 从长安出发, 直奔太原, 全权处理太原诸事。 这位金兆颖, 虽然至始至终都是文官, 但是却是出身匠门, 不敢说公马贤熟, 但是起码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事态紧急, 他带了二十余人, 起码直奔太原。 不过齐轩的身体, 还是有些不太好, 出了长安之后没多久, 就因为吹风, 染了一些风寒。 虽然生了病, 但是齐轩依旧坚持赶路, 在第五天傍晚, 赶到了太原城。 因为咳嗽得厉害,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他便已经骑不得马, 只能坐在马车里, 来到太原城下。 此时太原城里的三个人, 都在等待朝廷的圣旨, 而齐轩与圣旨同道, 因此, 城中的人理论上并不知道朝廷派谁前来。 不过齐轩的马车还未到太原城门口, 一辆黑色的马车已经在城门处等待。 马车旁边一身黑衣的岳王殿下, 正在静静地等待着齐轩的到来。 马车停下, 齐轩被搀扶着下了马车。 见到脸色苍白, 咳嗽不止的齐轩, 灵昭微微摇头, 叹了口气, 染了病就好生休息, 干什么非要赶来太原? 齐轩再一次剧烈咳嗽, 然后抬头看向灵昭, 声音有些虚弱。 三郎, 三郎耳目灵通啊。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 李旭与齐师道都不知道是他来太原, 而灵昭却早早地知道了。 说明灵昭的同前卫, 在长安城里早已经生根发芽了。 恰好听说而已, 岳王爷轻声道, 我给齐轩请了大夫, 咱们去太原府衙吧。 齐轩微微摇头, 我父也在太原, 我要先去与父亲行礼。 父子仁伦总是最大的, 他这句话一出, 灵昭也没有办法, 只能带着他去前往朔方军在太原的驻地。 半个时辰之后, 两辆马车停在一处大宅门口, 经过通报之后, 很快一身便服的骑士道, 便从宅子里走了出来。 被人扶下马车的齐轩, 缓缓下跪, 对着骑士道扣手道, 孩儿, 他还没有跪下去, 便被身强体壮的骑士道一把扶了起来。 齐大将军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大儿子, 皱眉道, 怎么了? 齐轩起身, 微微摇头, 孩儿无事, 就是赶路的时候, 染了些风寒, 已经服了药, 想来过几天就好了。 齐大将军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你从前身子还是不错的, 就是做了文官之后, 才一天不如一天, 天天窝在经兆府里, 也不见出去活动。 你也是为人父母的人了, 好生照看自己, 莫要让你娘担心。 齐轩道不善言辞, 平日里经常一言不发, 他能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话, 足见他对这个大儿子的关爱。 齐轩恭敬低头, 父亲教诲, 孩儿记下了。 说完这句话, 他又咳嗽了几声。 齐轩道上前, 左手扶着齐轩的胳膊, 右手放在他的额头上, 试了试温度, 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好在没有发热, 调养就好应该, 就能见好了。 这个时代, 风寒感冒并不是什么小病, 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 感冒发烧, 也可能会要一个人的性命。 齐轩恭敬低头, 孩儿知道。 询问了一番儿子的身体之后, 齐轩道抬头看了一眼在旁边站着的凌昭, 又看向自己的儿子, 开口道, 陛下派你来的。 嗯。 齐轩点头, 圣人命我, 全权处理太原诸事。 古斯班齐大将军看了看凌昭, 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弟妹道, 既然圣人这样吩咐了, 那太原城的朔方郡便统统给你指挥。 齐大将军伸手拍了拍自己大儿子的后背, 缓缓说道, 为父这个朔方节度使, 也听从你调解。 齐大将军在这一刻, 表现出了对于自己儿子的权力支持。 本来这种支持是不必说出来的, 但是现在刚好凌昭在场, 很明显这番话就是说给凌昭听的。 轩尔尼先去歇一歇, 卫父替你去把宋王找来, 料想他的进军也会听从朝廷调遣。 说着, 齐师倒就要亲自去进军驻地, 把李旭喊过来。 齐轩一把抓住自己老夫的胳膊, 微微摇头。 父亲, 不必如此, 他再一次咳嗽出声, 孩儿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齐师倒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上前扶着齐轩, 开口道, 那我扶你进去休息。 齐轩叹了口气, 弟妹道, 爹, 三郎提前给我找了大夫, 我去他那里看一看, 顺便与他商量太远的事情。 齐大将军沉默片刻, 低头道, 那好吧。 轩尔你放心, 不管你怎么谈, 说方军都认。 齐轩感激点头, 他看向林昭, 缓缓开口, 走吧三郎, 领我去看看大夫。 林昭对着齐师倒拱了拱手, 扶着齐轩上了自己的马车, 马车在太原的府衙停下, 林昭把病号扶进去, 让大夫给整了脉, 开了药, 便让赵成亲自在门口煎药。 他搬了个凳子, 坐在齐轩面前, 摇头笑道, 我选的这位圣人, 还真是有些本事, 此时此刻, 他派任何人过来, 我都有可能翻脸, 独独其凶你, 我便不会翻脸。 齐轩半躺在床上, 要太原其实无用, 用处是不太大, 但主要是太原离我太近了。 林昭微笑道, 把太原拿在手里, 应付一族的时候, 便可以首尾呼应, 到时候, 进退都在我手里。 而如果太原在别人手里, 尤其是在王府父子手里, 我是决然不肯放心的。 王府已经死了, 王洛也已经在 押赴长安的路上, 半躺在病床上的齐轩, 微微低眉, 三郎, 朝廷这三年时间, 不曾亏待过你吧, 连陛下本人, 都是你捧上去的。 你对朝廷还有什么不放心? 倒也没有不放心。 林昭淡然一笑, 就是我辛苦打下的太原, 其他人不能说拿走就拿走了。 太原不是你的封地, 也不是你的屯田舟。 齐轩吐出一口浊气, 不可能说你打下来就是你的了。 真要如此, 大洲各州郡互相征伐, 早就天下大乱了。 齐轩正说到这里, 门外的要终于监好了, 赵成亲自端进来, 放在了齐轩的手边。 齐府军伸手接过, 说了一声谢谢。 奸男喝下一碗药之后, 他把药碗放在一边, 看向林昭, 继续说道, 三郎, 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你要不要听听? 林昭看了看齐轩, 微微摇头, 齐兄既然病了, 那就好好养病, 公事不及这题。 你且在太原安心养病, 等病好了, 咱们再好好商量这件事。 这位做了近十年金兆颖的齐家大公子, 文言有些愕然, 倒还是苦笑道。 好, 等我养好病, 咱俩再慢慢说。